地藏 铜湖 且说天皇时代 某朝后宫妃嫔众多 内中有意更衣 出身微寒 却蒙皇上万般恩宠 另几个出身高贵的妃子 刚入宫时便很是自命不凡 以为定然能蒙皇上加恩 如今 眼见这出身低微的更衣反倒受了恩宠 便十分记恨 处处对他加以诽谤 与这更衣地位同等的 或者出身比他更低微的更衣 自知无力争宠 无奈中更是万般怨恨 这更衣朝夕侍候皇上 别的妃子看了 自然都度火中烧 也许是众愿积聚太多吧 这更衣心绪欲竭 便生起病来 只得偿回娘家调养 皇上见了 更是舍他不下 反而更加怜爱 也不顾众口非议 一心只是对着更衣勾情 此般宠爱 必将沦为后世化病 即便朝中的显贵 对此也大都不以为然 彼此间时常侧目议论道 这等专宠实在令人吃惊 唐朝就因有了这种事而终于天下大乱 这内宫的事 不久也逐渐传遍全国 民间听了怨声载道 认为这实在是十分可忧的 将来免不了汇出杨贵妃引发的那种大祸 更衣处于如此境地 苦恼不堪 内心也甚为忧据 为赖皇上深思 尚能在宫中谨慎度日 这更衣早已谢氏的父亲曾居打钢炎之位 母亲也出身名门望族 眼见人家女儿双亲俱全 想见荣华富贵 就指望自己女儿也不落人后 因而每逢参加庆调等仪式 她总是竭尽心力 百般调度 撞得十分体面 只可惜朝中没有重臣庇护 如若发生意外 势必无力自保 心中也就免不了感到凄凉 或许是前世的姻缘吧 这更衣却生下一容貌非凡 光彩如玉 举世无双的皇子 皇上得知后 急遇见这孩子 忙叫人抱紧他来一看之下 果是一个清秀异常的小星子 大皇子为幼大臣的女儿 红辉殿女玉所生 母家是尊贵的外妻 顺理成章 他自然就成了人人爱戴的东宫太子 论相貌 他却不及这小皇子清秀俊美 因此皇上对于大皇子 尽管真爱 但相比之下总显得平常 而对于这小皇子 却是若长上明珠 宠爱无比 看作上无私语的宝贝 小皇子的母亲是更衣 她有着不寻常的身份 品格也十分高贵 本不必像普通低级女官一样 在日常生活中适合皇上 而皇上对她的宠爱非同寻常 以至无法顾及常理 只是一味地要她留在身边 几乎片刻不离 每逢并宴坐月 以及其他佳节盛会 也总是首先宣照这更衣 有时皇上起床迟了 便不让其回宫室里去 整个一天干脆就将这更衣留在身边 这般日夜事后 按更衣的身份而论 也似乎太情帅了 自小皇子出生后 皇上对这更衣更是十分重视 使得大皇子的母亲红灰殿女玉新生遗迹 如此下去 来日立为太子的 恐怕就是这小皇子了 红灰殿女玉入宫最早 况且她已生男轻女 皇上对她的看重 非一般的妃子可比 因此独有红灰殿的遗迹 令皇上忧闷 心里也很是不安 更衣欲受皇恩宠爱 然而贬斥 诽谤她的人也欲多 她身丹体弱 宫中又没有外妻从旁相住 因此皇上越加宠爱 她越是幽惧不安 她所住的宫院教童湖 从此院去皇上常住的清凉殿 必须经过许多妃嫔的公事 她在两者间频繁来往 众妃嫔看在眼里 心里极不舒畅 也是自然的 有时来往的太过频繁 这些妃嫔就恶意作弄她 在板桥上祸过廊里 放些龌龊污秽的东西 使得迎送童湖更衣的宫女们经过时 一群被弄得龌龊不堪 有时她们又相互私约 将童湖更衣 必须经过的走廊两头有意所避 使她进退不适 窘迫异常 如此等等 花样百出 童湖更衣因此痛苦不堪 皇上得知 常发生此等事情 对她更是联系有加 虽让清凉殿后面后 凉殿里的一个更衣另牵别处 腾出房间 以供童湖更衣坐直素食的休息室 那个牵出去的更衣 从此对童湖更衣怀恨在心 也就更不用言说了 小皇子三岁实行穿裙仪式排场 并不亚于大皇子当年 内藏店和那店亲戚所有 大家操办 仪式非常隆重 却也招致了世人的种种非议 但戴得看到这小皇子容貌出众 举止 一态超凡脱俗 十足一个盖世无双的武人 人们心中对她的妒忌和非议 才顿然退去 见识多广的人见了她 都极为吃惊 称目注视道 这等神仙式的人也会降职世间 十年夏天 小皇子母亲同湖更衣绝的身体欠安 便欲告嫁回娘家休养 无奈皇上不忍 执意不允 这更衣近年来 偶偶长病 皇上已经习惯了 于是对她说道 不妨暂且往在宫中休养 看看情形再说吧 可这期间 更衣的病已日渐加重 不过五六日 身体已是衰如若柳 母亲太君心痛不已 向皇上哭诉其甲 皇上见识已至此 方准许其出宫 即使在这等时候 皇上也心存提防 恐其发生意外 令童湖吃惊受辱 因此 决意让小皇子留在宫中 更衣一人悄悄退出 皇上此时也不便再做挽留 但因碍于身份 不能亲自相送出宫 心中难免又是一阵难言之痛 这更衣原本花容月貌 到这时已是芳荣消损 自己心中也是百感交加 却又无力申诉 实在只剩地奄奄一息了 皇上见此情景 茫然无措 一面提气 一面立序旧情 众身蒙事 可这更衣已不能言语 两眼无神 四肢贪软 仅能昏昏沉沉躺着 皇上束手无策 只得匆匆出事 忙命左右背车回去 但终觉舍他不下 不禁又走进这更衣的房中来 又不允其出宫了 他对这更衣说道 你我曾山蒙海誓 即便有一天大线来时 我们俩也应双双同行 你不至于舍我而去吧 这更衣深觉感情浓厚 使断断续续的吟道 大线来是悲长别 残灯将近探个穷 早知今日 说到此时 想要再说下去 无奈身皮力软 已是痛楚难当 气息奄奄了 皇上还执意将他留住宫中 亲自守势病情 只是左右奏道 那边祈祷今日开始 高僧都已请到 已定于今晚起颤 便催促皇上动身 无可奈何 皇上只得允其出 宫回娘家里去 却说同湖更在离宫之后 皇上满怀悲痛 难以入睡 只觉长夜漫漫 忧心四焚 派去探病的使者 也迟迟未返 不禁长须短探 使者到达那更衣家外 只听得里面嚎啕大哭 家人哭道 夜半过后就去世了 使者垂头丧气而返 如实奏告皇上 皇上闻此噩耗 心如刀割 神志惶惶隔溃 只得将自己拢毙一世 枯作凝思 小皇子年幼丧母 皇上很想将他留住身边 可丧府中的世子 留待遇前 无此先例 只得准其出居外家 小皇子年纪尚幼 见众宫女提提哀嚎 父皇也泪流不止 心中只是奇怪 他哪能想到 平常父母子女别离 已是悲哀断肠之事 更何况同造死别生离呢 悲伤也有个限度 最后只得按照丧礼 举行活葬 太君恋恋不舍 悲气哀嚎道 让我与女儿一同化 做灰尘吧 他挤上送葬的 众师女的车子 来到爱荡的活葬场 那里庄严的葬礼 正在举行 此时的太君 自目必说 心情是何等的伤力 他物业难言 勉强说道 看着他 只想着屏幕的 阴容笑貌 便仿佛他还活着 真切地见到他 变成了灰尖 才相信 他已非这世间的人了 说吧 哭得几乎从车上 跌了下来 众传女忙来搀扶 万般劝解 他们道 早就担心 会弄到这般地步的 不久 宫中的青差来了 宣读圣旨道 追风同湖 更衣为三位 此番宣旨又引起了一阵浩涛 皇上回想 这更衣在世时 不曾做女狱 总觉得异常抱歉 所以追风 对他晋升一击 不想这追风 又引得许多的愿景 知情达理的人 尚认为 这更衣容貌秀丽 优雅可爱 性情温书 和蔼可亲 的确无可指责 只因往昔皇上宠爱太过 所以遭人渡恨 如今已不幸身亡 皇上身边的女官们 记起他品格之高贵 心地之善良 都不胜惋惜 所谓生前诚可惜 死后皆可爱 这股歌 必是为此情此景而兴的了 时光流逝 同湖更衣死后 每次例行法事 皇上总派人前往吊宴 辅慰也总是格外优厚 虽已试过境迁 但皇上悲情依旧 实在难以排遣 他不再宣召别的废子待寝 只是朝夕以泪洗面 引愁忍痛 身边的侍臣见此 都悠然叹息 相对垂泪 宫中只有红辉殿等人 始终不肯容忍 同湖更衣 并说道 做了阴间的鬼 还令人不得安宁 这般宠爱 也真是难解呀 皇上虽有大皇子传侧 可是心中仍是惦着小皇子 还时常派遣 亲信女官及儒母等到外家探寻 时值深秋 一日黄昏 朔风乍起 使人顿觉寒气透骨 面对这番情景 皇上忽然一起 昔日救世 背绝神伤 遂派了任父母和命父 到外家存问小皇子音信 二人即刻登车前往 此时正逢浩月当空 皇上徘徊宫中 仰头望月追忆往昔情形 每逢月夕花尘 宫中必有司主管弦之声 那时同湖更衣 或则弹琴 清脆的音色 沁人肺腑 或则吟诗 婉转悠扬 不同凡响 他的声音笑貌 时饮时现 仿佛就在眼前 然而幻影虽浓 又拿底得过一瞬的现实呢 待那任父和命父到达外家 车子进门方定 只见庭院缭络 四周一片凄凉 这身楼老宅 原本同湖太君温居之所 为了调养这如玉的同湖女儿 也曾经略加装修 维持过一时的体面 可是自更衣死后 这寡妇日夜 未亡女悲伤隐气 已无治理庭院之心 所以杂草丛生 花木凋零 今日寒风萧瑟 这庭院便被显冷落凄凉 只剩了一轮秋月 如银盘般像繁茂的杂草 便洒清灰 命父从正殿南面下的车来 太君一见宫中来人 禁不住又悲从中来 哀哀怯窃窃 一时不能言语 好半天才哽咽道 窃身命苦 如今落得孤身一人 网活人世 今是城上的倦爱 风霜之中 驾临寒门 教老身赶快有家 说吧 泪如雨下 命父答道 前几日典诗来此 回宫附奏皇上 说起这里的情状伤心惨目 真叫人刚常欲断 我本于笨无智之人 今日来此 也感到很是悲弃 他略意愁愁 传指道 皇上说 更衣之死员 只道是做梦 一直神魂颠倒 后来虽少安定 但仍痛苦不堪 真不知何以解忧啊 因此欲卿太君 悄悄来宫中一行 不知可否 又美美挂念小星子 可怜他年幼便丧母别父 在悲弃中度日 清早日挟其来此 万岁爷说这番话时 生气断絮 忍泪吞声 只因恐旁人笑其怯弱吧 教人看了 实在令人难当 因此未及他把话说完 我便早早退出了 说吧 吉承上皇上手书 太君说道 老身终日以泪洗面 泪流过多 已至两眼昏花 承蒙皇上替此欲寒 眼前顿天光明 便拜读圣旨 本来希望时光的流逝 能使心中的悲伤逐渐减少 其料理 酒迷深 岳家无法排遣 此真无可奈何之事 皇儿近来如何 实时想念 不能与太君共同抚养 实时汉事 今请携词语入 功 辽为对亡人之一念 书中令旭别离之情种种 并赴诗一首道 夜风尽冷露 深宫泪沾金 摇摇荒花草 顿然被孤领 太君未及读完 已是气不成声 缓缓道 妾身老朽 苟且人世是因命当受苦 如今面对松树 已羞愧难当 何况九重宫门 岂有眼仰望 吕蒙皇恩 百般抚慰 真不知何以表达老身感激之情 但臣妾自身 不便冒昧入宫 只是暗自感到 小皇子虽然年齿尚幼 但不知缘何天资异常聪慧 近来终日想念父皇 急欲进宫 此实在是人间至情 深可为人加冕 这失望代为其躁 妾身命薄 居此荒落之地尚可 可是小皇子实在委屈他了 实质小皇子睡终 命父说道 此番本当拜见小皇子 才好将详情奏抚皇上 但念皇上尚在宫中 装后回音 恕不便再次久留 便要告辞 太君说道 痛失爱女 心情欲竭 苦不堪言 时欲与知己之人 续谈终取 以稍斩仇怀 功于有辖 请务必常顾寒舍 切身不胜感念 依昔日每次相见 皆为良辰美景 欢庆之事 而今传书递检 寄托悲愤 实非所愿 全愿妾身薄命 不幸遭此苦恶 亡女出生之时 于夫妇 及寄予厚望 其愿此女为门庭增光 亡夫弥留之际 反复叮嘱妾身 务必实现 无女入宫之愿 切勿因我之亡故而作罢 妾身也曾忧念 家中无有力后援 与女入宫后 必受种种委屈 只因不忍违反 其父遗嘱 其后裁遣其人工 承蒙主上宠幸 与女入代之后 得到万般怜爱 真是无微不至 亡女周玄于仲妃之间 因此而不敢不忍受 种种无礼侮辱 怎料得彭被渡恨 日积月累 痛心之事 难与倾诉 忠因机忧伤身 以致惨遭大病 命归皇权 皇上的千般宠爱 如今反成怨恨之根 哎 不说也罢 这不过是我这伤心寡妇 胡言乱语罢了 太君一阵心酸 话未说完 已是气不成声 此时已是夜深 命负说道 太君所言极是 皇上也是如此想的 他说 我虽真心真意爱他 也不该如此过甚 以致惊人耳目 使这番恩爱不能长久 现在想来 我俩的蒙事 却是一段恶缘 我自信一向未曾 做过招人怨恨之事 只为了此人 竟把的许多无端怨恨 如今又落得行 丹饮孤 反倒成了个笑柄 这也是前世作孽吧 他时时深恕 眼泪始终未干 叙叙叨叨 难以尽数 最后命负又含泪道 夜已至深 今夜之内还需回宫复奏 遂急欲动身 此时 冷月西沉 寒风拂面 夜天如水 使人倍感凄凉 乱草丛中 秋冲鸣声七晚 催人下泪 此清此景 令命负不忍离去 遂吟师一手道 秋冲纵然半人气 长销已尽泪仍低 吟霸 上代登车 只听那太君答师 命是女传道 哭声愁愁似重鸣 供人同悲气生起 请将此怨恨之词 代为转奏 太君想到 此番犒赏命负 所用礼物不宜 过于富有风趣 虽将更衣遗留的一套衣衫 一些梳妆用具 赠予命负 这些东西也仿佛专为此用而遗留着的 伴着小皇子来的众位年轻侍女 人人悲伤 自不戴言 他们看惯宫中繁华景色 叹息此地衰落凄凉 他们念及皇上悲痛的情形 甚为同情 便劝说太君将小皇子早日送人宫去 这太君认为自己乃步伐之身 此时 携小皇子入宫 定会生出非议 而自己若不见小皇子 即使时间短暂 也觉心头不安 小皇子入宫一事 因此搁置 命负回德官来 见皇上尚未安歇 连措之情顿生 清凉殿前 此时秋花秋草正十分烦旁 皇上带着四五个女官洋装观赏 那四五个女官都性情温雅 和皇上静悄悄地闲聊消遣 近些时日 皇上心绪稍宁 早晚批阅账恨歌 画策 这是从前与多天皇命画公绘制的 那有著名诗人 衣室和贯之的和歌及汉室 皇上日常谈论 也多是此类话题 此时皇上看见命负回宫 便急忙询问同湖娘家的情状 命负便将此行见闻悄悄奏告 皇上细读太君复书 但见书中写道 汝成锦柱 成皇成孔 溃无至身之地 拜读温欲 悲感病惧 以致心迷目眩 家音雕残秋风猛 若草芳尽不胜悲 诗中诗言之处 料是悲伤过度 方寸以乱所致 皇上也并不以此见怪 皇上不想别人亏得自己隐情 但哪里掩饰得住 回想更衣出道时 两人肝重风流 万般恩爱 如今 只落得形影相调 孤独一人 便觉得自己甚为可怜 他道 当初太君不想违背大纳言遗嘱 才遣此女入宫 我本来应该对他厚欲善待 以答谢此番美意 竟迟迟为行 只可惜如今人世勤暗 徒作空言而已 皇上说到此处 觉得甚为寒欠 接着又道 索性 更衣已生下小皇子 待他长大成人 老太君定得享福之时 唉 但愿他能如太君所愿才好 命父将太君所赠礼物 承皇上预览 皇上看了 心想到 这如果是临邓道士 探得了亡人居处 而带回的刚和金定 那有多好 但如此空想 也是无用 遂因失道 君若画作红兜客 相魂应寻注出来 皇上看现 长恨歌 画卷 觉得杨贵妃于画中的容貌 虽然阅人 即使是名家手笔 但终觉比例有限 少了生去 诗中描绘贵妃的面庞和眉毛 如太叶芙蓉未央柳 这比喻固然恰当 唐时的装束 也很是艳丽优雅 但一想起 同湖更衣的 妩媚温柔 就觉得任何花鸟的颜色 与声音都逊色了 以前朝夕厮守 供淫在天院作笔一鸟 在地 愿为连礼祭之诗句 还立下蒙事 如今一切都化作了 水月梦花 此时正当风啸重鸣 万物商丘 无不使人哀思 而红灰殿旅 玉酒不参业地居 却在此深夜十分赏玩乐色 奏起司主管弦来 皇上听了 甚为不快 只觉得声声刺耳 皇上身边的殿上人和女官们 深查皇上心事 听到这奏乐之声 也都极为生艳 这红灰殿女 玉原本冷酷之志 全然不顾及皇上心事 因此故作此举 此时月已息坠 皇上急紧口站到 宫强月暗泪眼昏 造传荒丘有无名 皇上想起 同湖更依娘家的情状 挑灯名思 全无睡意 胡听得 巡夜的又近未官唱鸣 方知此时已是丑失 世上恐哭做过酒 惹人注意 只得进内就寝 仍是辗转难寐 此日起床 又回想从前 株连紧张不觉晓的情景 不免又是触景伤情 朝政也懒得理了 早膳勉强举快 也只是应鸣罢了 正是预餐早已废止了 因此示善的人 见此情景 各个忧愁叹息 近身驰骋 无论男女 人人着急 均探道 这实在是毫无办法的了 世上和这同湖更衣 定有前世溯源 更衣在世之时 皇上一位恩宠 也全然不顾众人的 击窍怨恨 极致死后 又日日愁叹 凡与这更衣有关之事 都一位勾情 甚至疏懒朝政 真是不可思议啊 并引唐玄宗等 外国朝廷的例子 来低声议论 暗自叹息 过了些日子 小皇子回宫 这孩子越发长得俊美了 竟不似臣世间人 皇上自然更是怜爱有加 来年春天 策立太子 皇上心中 急于立小皇子为太子 但苦其无显赫的外妻 作后援 而废掌立右 又为世人所计 恐反而对小皇子不立 遂打消了这念头 只好不露声色 仍立了大皇子为太子 于是世人便有评论 对小皇子钟爱如此 忠于不立为太子 看来万事 毕竟是有分寸啊 广大皇子母亲 红灰殿女 欲至死 也觉得宽慰了 这更衣太君 自女儿死后 一直悲伤抑郁 无以自慰 他终日祈祷佛主 愿早八天国 与女儿相聚 不久 果蒙佛丽引渡去了西天 皇上为此又颇为悲伤 十小星子年方六岁 已懂得一些人情 哭到外祖母 真是为借尽爱 祖孙相依多年 亲情难分 弥留之际 口中念念有词 反复念及这小外孙 却是悲戚不已 小皇子自此以后 也就长留公众了 小皇子七岁开始读书时 其聪明影物已是绝世罕见 皇上见他过分机敏 反倒觉得担心 他道 现在谁还在去怨恨他呢 他没有母亲 就此一点 大家也该好好疼惜他 皇上驾临红灰殿 也常带他去 还让他人脸玩耍 这小皇子确实长得可爱 面恶或有仇怨的人 一看见他可爱的情态 也禁不住面带喜色 红灰殿女玉也不忍心狠他了 除了大星子以外 这红灰女玉还剩有两位皇女 相貌都比不上小星子的俊美 女和更衣们见了小皇子 也都不计前嫌 人们都想 小小年纪竟这般雅致风韵 一态修媚 却是十分的可亲可爱 可和他游戏玩耍 还需谨慎对待才是 又兼天资聪慧 规定学习的各种学问 均能处类旁通 就是秦敌之类 也很是精通 庸熟 演奏起来 清纯悦耳的声音响彻云霄 其多才多艺之能 叫人难以置信 却说朝鲜国派使臣来朝见皇上 其中有一个高明的相使 皇上召见这根土 欲令其替小皇子看相 但首多天皇时已有禁令 外国人不得入宫 皇上只好将小皇子 扮作朝臣又大井的儿子 这又大病原本是小星子的保护人 他们一起来到 款待外宾的红总馆访问巷市 巷上看罢小皇子的相貌 吃惊不小 又几度侧手细看 不胜诧异 他道 从这位公子的相貌来看 有君王之相 应该登至尊之位 但果真如此 又恐国家将有变乱 自己也多忧患 如果作为朝中大臣 辅佐治理天下 则又与其相貌不和 这又大病原本是个 富有才艺的博士 当下便和这项上 海阔天空的交谈起来 言语也很是投气 两人吟识作文 互相答谢 相使即日 便要告辞返国 他此次得见 如此相貌不凡的人物 已深感心性 如今离别在即 反生几分悲伤 他做了许多优美诗文 抒发此种心情 并赠予小皇子 小皇子也引诵诗篇 作为答谢 乡上独霸小皇子的诗篇 赞不绝口 再次赠送种种珍贵礼品 朝廷也重重赏赐这项图 此事虽然密而不宣 但世人早已传遍 献太子的外祖父 又大臣等得知此事 恐皇上有改立太子之意 于是心中一记顿起 皇上十分贤明 也很能通晓相术 对小皇子的相貌 早就成竹在胸 也就一直不曾封他为亲王 如今听着朝鲜胡适所说和 自己见解不谋而合 一方面觉得这乡上十甚高明 另一方面又暗下决心 一定不让他做个 没有外威做后援的五品亲王 以免他一生坎坷 我还能再为几年 也难料定 倒还不如让他做个臣子 将来辅佐朝廷 为他虔诚着想 也不失为两全其美之计 从此就教他 严习辅佐朝政的种种学问 小皇子明了此道之后 更显得才华横溢了 是其才能 居臣下之位 确实十分可惜 然而封他为亲王 定然招致世人遗迹 对他反而不利 让精通命理的人 为此推算 结果相同 于是皇上从此便决意 将这小皇子降为聚集 次性原事 岁月流逝 但皇上对童湖更衣的思念 却丝毫未停止 有时为消解仇闷 也召见一些颇有声明的家人 但哪能和童湖更衣相比 因此更感到如童湖 更在那样的美人 真是世间少有 于是从此毫无美色之思 也日渐疏远了女人 一日 一个侍候皇上的典代 提起先帝的第四世女 说她容貌娇好 人人夸艳 其母后也宠爱异常 这点诗曾侍候过先帝 与她母后也很是亲近 时常进出关系 亲眼见着 这四公主长的花月之容 而且现在也时常隐约 窥见其滋容 这点诗奏清道 臣妾已入宫侍奉三代人主 未常见到与童湖娘娘相似之人 只有这四公主 萧四童湖娘娘 也实在是倾国倾城之貌贺 皇上闻言 想到 莫非世间还有如此巧合之事 一是心动 便传备厚礼 换四公主进宫 得到皇上传唤 母后异常着急 想到 这可如何是好 这可如何是好啊 红灰殿女欲乃歹毒妇人 童湖更衣分明 便是被她折磨死的 前车可见 真叫人心寒 她左右寻思 犹豫不决 终于未将四公主护送入宫 不巧这期间母后突然病亡 落得四公主孤身一人 世上心生怜悯 诚恳地潜人存问 对她家人道 交四公主入宫吧 我把她当作于女看待 四公主的重视女 保护人 还有坐兵不清亲王的兄长 都认真思量道 与其在家孤苦度日 还不如送入宫中 心情也许可以宽慰一些 便送四公主入宫 四公主住在藤湖院 于是称她为藤湖女欲 代皇上召见藤湖女欲 觉得她容貌风采秀丽 确实酷似已故藤湖更衣 而且出身高贵 气质不凡 妃嫔们对她又无可贬斥 藤湖女欲入宫后 也确实很是称心 已故藤湖更衣出身低微 受人轻视 偏偏却深得皇上恩宠 皇上虽仍然对 藤湖更衣情有独钟 但爱情却不知不觉间 移住到藤湖女欲身上 心情自然也就变得欢慰了 这时事人间常情 真令人感慨啊 袁氏公子时刻不离世上左右 日常侍奉皇上的妃嫔们 对她也从不按规矩回避 妃嫔们个个都自以为 美貌不逊于他人 而她们也全都妩媚窈窍 然而她们个个都比公子年长 态度也老成规矩 围着藤湖女欲 年龄又小 相貌又十分出众 见了袁氏公子 常常含羞躲避 公子朝夕出入于宫壁 自然常常窥见藤湖女欲美色 母亲藤湖更衣去世时 公子年方三岁 自然不曾记得她的面容 但听那点事说起母亲 与这位藤湖女欲相貌酷似 年幼的公子便心生恋母 也时时亲近这位继母 两人同是皇上宠爱亲近的人 世上便常常对藤湖女欲说 不要疏远这孩子 你和她母亲相貌异常消似 她亲近你 不要认为是无礼 要对她多恋爱才好呢 她母亲音容笑貌和你相像 自然她的音容笑貌 也和你相像 你们两人作为母子 也是相衬的 袁氏公子听到此话 童心暗自高兴 每当春花秋月 良辰美景之时 她便常去亲近藤湖女欲 表现出她对藤湖女欲的恋母之情 红灰殿女欲与藤湖女欲 也不能相容 受此连累 也勾起她对袁氏公子的旧恨 对袁氏公子也很是不能容纳了 皇上常常称赞 藤湖女欲名众天下 把她视作举世罕有的美人 但袁氏公子的容貌 比她更为光彩动人 因此也就有人称她为光华公子 藤湖女欲和袁氏公子 都很受皇上宠爱 因此人们又称她为朝阳妃子 袁氏公子这童子装 十分娇艳可爱 改装真是有些可惜 但宫中惯例 男童十二岁星号 都应举行惯例 改作成人装束 为了办好这一事 皇下画献笔 亲自安排指挥 日夜操持 除规定的制度之外 又增加了种种排场 使规模更为盛大 昔日 皇太子在紫表殿举行惯例 场面非常隆重 而袁氏公子的惯例 皇上遇使其 比那次更为龙胜 仪式的饗宴 历来由内藏宿 几股苍苑当公务办理 X但学上 深恐他们不能办的周到 因此特别扳指 务必操办的进山周全 仪式设在皇上 最喜爱的清凉殿东乡 东面是皇上宝座 在宝座前 设置受贯者元氏 和家官大臣的座位 身时元氏公子上殿 他梳成 总角的重发左右分开 在耳旁挽成两个可爱的双骇 甚是娇艳可爱 马上就要改作成人装束 实在可惜呀 执行剪发仪式的大藏青 面对元氏公子一头青丝美发 也实在不忍下手 此计此景 使皇上又怀念起他母亲 童狐更依赖 心想 要是更衣还在 见此情景 不知该做何敢想 想到此处 竟一阵心酸又只得隐忍下去 家官之后 元氏公子到休息之处 换成人装束 走上殿来 拜见赴世 众人一见 无不赞叹激动 皇上更是百感交集 昔日已尽淡忘的悲哀 而今重又永补心头 先前担心 元氏公子天真烂漫的 可爱风姿 因改装而剪色 起至改装之后 越发显得俊美可爱了 行家官之礼的左大臣 夫人是魏侍女 足下一女 名为魁姬 皇太子倾慕这魁姬 想聘娶她 无奈左大臣千言未许 只因为有心将此女嫁与元氏公子 他曾将此一奏表皇上 皇上心想 这孩子加官后 本来缺少高贵的外妻做后援 左大臣既有此心 我也就承其美事 叫魁姬传秦吧 惯例之前 皇上曾催促左大臣早做准备 正好左大臣抑郁早成此事 也就欣然应允了 仪式完毕 众人退店盗带锁 此时传锁之内大张筵席 元氏公子在诸亲王墨席落座 左大臣在席上隐约提起窥击 公子年事尚佑 勉腾低头 修而不语 不久内带传旨 皇上召见左大臣 带左大臣入内建架 御前重命妇便将贯铐上品赐于他 照例使白色大褂一件 衣衫一套 并赐酒一杯 其实皇上因识到 同发几成亲手术 和欢双带结成无 诗中暗含结亲之意 一听之下 左大臣心中很是喜悦 立即合道 和欢诸丝少民心 只愿身宏永不消 随即走下长街 来到庭中 拜武叩谢皇上 皇上则命赏赐左大臣 在马家御马一匹 藏人所应一头 各宫经王侯也都依次排列阶前 分别拜领赏赐 由元氏公子呈现众人的 遥转点心 或装侠 或装框 均由又大贡 寿命调制 另外赏赐下辽的屯食 靠赏其他官员的礼品 都装在古室柜里 满放陈列 所有的桌也已塞满 礼品的丰富和盛大 胜过皇太子 加官之时 当晚人士公子 急赴左大臣 抵宅招亲 盛大的结婚仪式 其场面又为世间少见 左大臣这自己女婿 确实娇小玲珑 俊秀美丽 只是奎姬比新郎年纪稍大 觉得有些不相衬 心中也很是尴尬 左大臣原本受皇上信赖 夫人又是皇上的同胞妹妹 因此在任何方面都已是高贵无比 现在又招得原是公子为婿 声名也就更加显赫了 皇太子的外祖父在大臣 虽与其同属 朝中重臣 将来还可能独揽 朝中大权 但如今与左大臣相比 也自愧俘儒 左大臣姬切成群 子女众多 郑夫人所生的一位公子 现任藏人少将之职 也和原氏公子一样 秀美异常 是个英俊少年 右大臣虽与左大臣不睦 却十分看重这位藏人少将 竟将自己疼爱的第四位女公子 嫁给了他 右大臣对这位女婿的钟爱 也并不亚于左大臣 对原氏公子的重视 这真也是世间少有的两对翁婿 原氏公子常被皇上宣兆 形影不离 便很少去妻子家里 他心中一直仰慕藤虎女玉 盖世无双的美貌 心想 我能和这样一个 世间少有的美人结婚 该有多好广这奎姬 也是府门千金 左大臣的掌上明珠 娇艳可爱 只可惜与原氏公子性情 总是木合 少年人总是很专一 原氏公子对藤虎女玉秘密的爱恋 真是无以附加 以家官成人 便再也不能像孩提时代 那般随心所欲的穿连入幕了 唯有借作乐之时 隔连吹笛 与地内亲生相喝 借以传达爱慕之情 有时仅只听到 藤虎妃子隐约的娇声 也能使自己的恋慕之情 得到虚虚安慰 原氏公子因此 一直乐于住在宫中 每每在宫中住了五六日之后 才到左大臣底宅住两三日 如此与窥姬若即若离 左大臣则念及他年纪尚幼 难免任性 也并不加以留意 仍旧一心地恋爱他 原氏公子身边和窥姬身边的侍女 都是世间少有的角色美人 又常举行公子心爱的游异 千方百计讨其欢心 童湖更衣以前所住的童湖院 如今成为了原氏公子 在宫中的居所 昔日事后 童湖更衣的侍女 也未加遣散 转于事后原氏公子了 童湖更衣娘家的底宅 也由修理职内将诉奉旨大家改造 这里原本有林木假山 风景十分优雅 现在更将池塘扩充 大兴土木装点的郁家美观了 这便是原氏公子在二条院的私底 原氏公子常想到 这个居所 如能让我与心爱的人居住才好啊 每每想到这些 心中难免有些预场 世人皆言 光华公子 是那个朝鲜乡上 抑郁夸赞原氏公子的美貌 而取的名字 第二章 肘木 光华公子原氏 极光原氏 也唯有这个名称是堂皇的 其实他一生屡遭世间讥讽评论 尤其是那些好色行径 虽然他自己深恐流传后事 落个轻浮之名 而竭力加以掩饰 却偏偏众口流传 人言也实在可畏啊 其实 原氏公子处事甚为谨慎 也并无值得特别传闻的香艳选世 与传说中好色的郊野少将相比 原氏公子也许尚不及皮毛 原氏公子供后 进位中将的时候 常在宫中 事后事上 难得回左大臣 携宅居住 以致左大臣家的人怀疑剑声 莫非派是另有新欢 其实原氏公子本性 并非那种见色起义之人 他虽有此种清好 也只是偶尔发作才违背本性 而做出不应该有的举动来 梅雨季节 阴雨连绵不绝 宫中又正直斋戒期间 人们终日躲避室内 已避不祥 原氏公子因此常住宫中 左大臣久叛本归 日久不免有些怨恨 但还是备伴种种服饰和珍贵的物品 送入宫中公元氏公子受用 左大臣家诸公子 也日日到同湖院来陪伴玩耍 众公子中 藏人少将乃正夫人所生 现已生任头中将 和原氏公子最为亲近 是原氏公子游戏作乐最亲热的对手 他与派氏公子的情形相似 虽受又大臣重视被昭为婿 但十分好色 也很少去这正夫人家 却把自己家里的房间装饰的富丽堂皇 经常在此招待原氏公子 两人同来同去 片刻不离 也常在一起 研习学问或游异 这头中将的能耐 竟也不亚于原氏公子 这样 无论到什么地方 两人都相伴往 自然格外亲贱 相处也不拘礼节 没有心事 也无所不谈 某一日 下了整整一天的雨 到黄昏仍不停歇 雨夜时 中殿上侍候的人不多 同湖院的禁忌 更胜于往日 登一在岸 两人正浏览图书 头中将随手从近旁的书厨中取出彩色纸叶腾写的情书一束 正欲打开来看 原氏公子阻止道 这里面有些是不可看的 让我调出些无关紧要的给你看吧 头中江文言 心中甚为不快 回答道 我想看的正是那些不愿说与外人听的心里话呢 普通的情书 像我们这般的普通人也能收的许多 那些恨男子薄情的词句 才是我们所要看的呢 原氏公子只好与他看了 其实 放在这里的 也都是些很是一般的东西 重要而有隐情的情书 哪里会放在这等显眼的书厨呢 头中江看过之后 说到 各式各样 真不少理 就宁斯猜测起来 这是某某写的 那是某某写的 有的猜得很对 有的猜错了路子 便疑惑不觉起来 原氏公子心中觉得很是好笑 也并不多做解释 只是一味加以敷衍 把信收藏起来 然后说到 像这样的东西 你那里一定也是很多的 我也正想看些 我情愿把整个书厨打开来 与你交换 头中江道 我那些 你哪里看得上眼呢 接着 便发起感想来 我到现在才知道 世间女人众多 可十全十美 美于无缘的 却不可多得 那些表面风雅 信邪的美妙 交集义得体的人也多 可要在各方面都 很是优异的女子 却实在难得 自己稍微懂得一点 就一味夸耀 而看清别人 如此令人生艳的女子 却是很多呀 常常有这样的女子 父母双全 对她又连爱有加 交藏在深规 将来的期望 好像也很大 男子 从传闻中听说 这女子的某种才艺 便清晰爱慕 也是常有的事 此种女子 大多容貌交好 性情温书 青春年华 却闲暇无事 模仿别人 专心学习 琴棋书画 以自于 结果学得一意之长 没人 往往避其短处 而夸大她的长处 听的人 虽有所疑 又不能推断 其为说谎 但一旦相信了 媒妁之言 和这女子相见 一致相处 其结果也是 常常令人失望的 头中将说到这里 故作老成的叹了一口气 袁氏公子 不能完全赞同她的话 但觉得其中 又不乏可取之处 便笑道 他们忠贞的 全无具有半点才艺的女子 有没有呢 头中将闻此 当下又发一论道 一个女子 真个一无所长 谁也不会受骗去向她求爱 只恐怕世上 完全一无是处的 与完全无缘可指的女子 同样也是少有的吧 出身高贵的女子 众人宠爱 缺点多被隐试 听到见到的人 自然也都相信 是个绝代佳人 而中等人家的女子 她的性情 长处 外人都看得到 优劣是比较容易辨别的 至于下等人家的女子 不会惹人注目 也就不足道了 听她说的有条有理 袁氏公子也动了性质 便追问道 你说的等级是什么意思呢 上中下三等 尺度是什么呢 假如一个女子 本来出身高贵 不料后来家道中落 以致身世飘零 身份也就变得低微了 而另一女子 生于卑贫之家 其后父亲飞黄腾达 便扩充门第 树立生威 这种人家的女子 集成了名媛 事实变迁莫测 又如何判定 这两种人的等级呢 正在此提问之间 左马头与藤氏 不成两人直诉来了 这左马头也是个好色之人 见闻广博 能言善辩 头中将遂将他拉人做钟 和他探讨上 中下三等的分别 自然也就有许多 不堪入耳之言 左马头议论道 无论怎样升官发财 门第本不高贵 世人对他们的看法 也是不一样的 而从前门第高贵 但是现在家道中落 月资也减少了 加上时过境迁 名声也会衰落的 这种人家的女子心性 虽仍清高 但因形势所迫 有时也会做出 不体面的事来 像这两种人 各有所长 依我看也都还能归人中等 还有一种人 身为诸国长官 掌管地方大权 等级虽已确定 但其中也有上中下的差别 而在他们里面 选拔中等的女子 正是目前的时尚 另一种人 地位比不上公卿 也不及与公卿同列的宰相 只是有四位的爵位 然而 在世间的声望并不坏 出身也不见 自得其乐地 过着愉快的日子 这倒也便不错的 这种家庭经济富裕 无花费之忧 教养女儿 更是审慎认真 对孩子的关怀也无微不至 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女子 其中必有不少 才貌双全的美人 这样的女子 一旦入宫 有幸获得了恩宠 便有汗不尽的荣华 这种情况实在是很多的 袁氏公子笑着插道 如此到来 上中下等 全以贫富来定标准了 头中将便不满地指责道 这不像是你之言语 左马头不为所扰 自顾说道 昔日家是高贵 现在声望显赫 条件优越 然而 在这样的人家成长起来的女子 大都教养不良 相貌可惜 毫无可取之处 人们定会认为 如此富贵之家的女子 怎会养成此等模样呢 这是不足道的 相反 方家是高贵 声望龙胜 则教养出来的女儿才貌相全 众人才认为是当然的事 只可惜最上等的人物 像我这样的人难以接触 现在暂且不去谈论 可世间还有此类事情 荒郊村野之外的棚门茅舍之中 有时竟埋没着聪慧 秀丽的美人 尽管他们默默无闻 身世可怜 却总能使人背绝真气 这样的美人 生长于如此僻静 真个使人料索不及 永生难忘 也有这样的人家 父亲衰老而肥蠢 兄长的相貌 也令人生厌 叹以料想 这人家的女儿必不足道 可哪里知道 归中之女竟也绰约风姿 言行举止 亦颇有风韵 虽然只是稍有才艺 也实在出人意外 此番性味尤其使人感动 这种人与角色无假的家人相比 自然远不能及 然而出生于这样的环境 真叫人心生留恋啊 说到此处 他旺旺藤氏不成 藤氏不成有几个妹妹 传闻容貌 声望甚加 藤氏不成 心想 左马头这番话 莫非因我妹妹而发 因有所虑 便莫而不语 此时 袁氏公子心中大约在想 即使在上品女子中 要觅得一位衬心美人 也非一世 事实真是玄妙难解啊 此刻 他身着一件轻柔的白衬衫 外照一件长礼服 飘带松散 甚是随意 灯影中 姿态跌立 竟是一位非凡的美人 要配上眼前这个美貌郎君 就是选个上品之中的上品女子 也是不够的 四人继续谈论世间各色女子的话题 左马头继续道 作为世间一般女子看待 固然无甚欠缺 倘若要选择自己的终身伴侣 世间女子虽多 也难得衬心之人 正如同男子辅佐朝廷 聚精无伪地之才的人虽多 但要真正称职的人 怕也就少见了 贤明的人 仅凭一 二人之力治理天下 也是很难执行的 必须另有了数 在上位的邮居下位的协助 在下位的受居上位的节制 这样才可使得教化护师 正通人和 一家之小 主妇也只有一人 然而严格论来 做主妇必须具备的条件也甚多 一般主妇 往往长于此 则短于比 优于此 则劣于比 若明知其有缺陷 而勉强迁就选择 这样的事 世间也是不会太多的 这不同于那些 好色之徒玩弄女性 骗得众多女子 来只为选择比较 之因此 乃人生大事 要相伴到老 实在该慎重选定 误求其完全如意称心 无需由丈夫费力帮助 矫正欠缺 因此选择伴侣 往往很难决定 另有一类人 所选定的对象 并不合于理想 只因当初一见倾心 而恋情又实难舍弃 故而决意成全 此种男子几乎全是心慈忠厚之人 而他所爱的女子 也定然有可取之处 然而纵观世间种种姻缘 多显庸俗平淡 很难见到绝妙美满的 我等低微 并无奢望 尚且难得称心之人 更何况你们心性极高 何种女子 才能与你们相配呢 有些女子 虽相貌平淡 却正当青春年少 人也青春可爱 若情信言辞温雅 自己娟秀 收信的男子 则为之倾倒 急忙置信 渴望一睹芳容 极致见面了 却隔了围帘 推文几声 娇音传情 此类女子 竟于掩饰自己的缺陷 然而在男子看来 便真是个窈窕淑女 虽一意中情 热诚求爱 却不知这是个轻薄女子呢 此乃则配的低难观 对于主妇 忠实勤快 做个贤内助乃首要之物 如此看来 其人无需过分风雅 贤情义趣等事 不解义无大爱 且无伤大体 但若是一味棚头垢面 过于看重实力 只知家常杂物 又如何呢 男子终日奔波劳累 天间有所见闻 无论国家大事 私人细节 或善事 恶事 总免不了想象人倾诉 这些又怎可与外人随便谈及 便希望 有一个情投意合的妻子 心灵相应 无话不谈 有时 或有满腹可笑可泣之事 或者他人关注的话题 颇想对妻子谈论 然而 妻子却呆头目脑 只能对牛谈琴 终究只得心中回味 或自言自语 或独笑独叹 对此 妻子却又称目而逝 甚至骇然问道 你这又是如何了 这样的夫妇 真是可怜啊 倘若这样 倒不如有个训良 如同志的女子 经过丈夫竭力调教 或可养成美好的品性 这样的女子 虽然不一定深可信赖 但教养总会有收效 与她相处 一看其可爱乖巧之相 便会感到她所有的欠缺 皆可容忍 可一旦丈夫远离 吩咐其应做之事 以及离别问 突然发生之事 不论玩乐还是正事 这女子处理应对 总不能自作主张 难以周到妥贴 实为憾事 这种不能令人放心的缺陷 也教人甚为为难 但有一种女子 平时冥晚无知 相貌也无可爱之处 却会显出高明的手段 真让人意料不到 左马头详论纵谈 却终无定见 不禁凯然叹息 过后又倒 如此看来 何必论门第高下 更不必言相貌美丑 只求其性情 不要过于乖僻 为人贤淑成厚 平和温柔 便可作为终身伴侣 此外 若具些精彩的才艺 和高雅的情趣 这也不失为可喜的意外收获 虽稍有不尽人意之处 也无需强其补充了 只要忠诚可靠 外表的风情 去至后来 自会日渐俱备的 世间更有一类女子 平时娇媚羞涩 每遇到恨怨之事 也强忍于心 如若不见 外表装出一脸冷态 到了悲愤甜胸 而又无法遣去时 便留下相思遗物 不仅凄凉的遗言 哀伤断场的诗歌 独自逃往荒山辟处 或隐身天涯海角 我幼年时听世女们 诵读小说 每每听到此类故事 总是格外悲伤 不禁泪下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 却觉得这种人 未免太过轻率 也显得脚柔造作了 虽然心中痛苦 但抛开恩爱深重的丈夫 不体谅她的一片真心 而逃淫远方 也真叫人迷们难解 以此窥测人心 这正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行径 且是无聊之极的举动了 或听见旁人盲目赞扬 志气真高呢 感伤之余 便决意削发为你 出家之初 上心若净水 远离红尘 对世间俗世 无一丝留恋之心 后来相知者来访 见面皆言 哎 可怜啊 没想到你绝有这般决心 广丈夫情缘未绝 日日思念 不免流泪 待老妈们见此情状 频频对她说道 老爷真心恋爱着您呢 出家为你 真是可惜啊 此刻她见生悔意 伸手摸摸削短的额发 自觉意气沮丧 无限畅门 心中也懊悔不及 虽然万般隐忍 但一旦落泪 往往触景情生 不能自给 结果是烦心大赤 后悔之心日增 这定被佛主斥为 慧着凡胎 出家不彻底 反而误入歧途 还不如从前苟且着视好呢 有前世姻缘较深的 未及削发为你 及被丈夫找到 相邪同归 然而事后每每回想 均感不快 这竟成了怨恨之由 既已成为夫妻 无论好坏 总需互荣互谅 这才不是这前世姻缘 总之此类事情一旦发生 今后夫妇双方 皆难免互相顾忌 心中定然产生隔阂 还有一类女子 一见丈夫另有所爱 便心存记恨 公然与丈夫离居 这也是愚蠢之举吧 男子纵使稍稍一爱他人 但回想当初 刚相知相识时的热恋 心中难免仍然眷恋旧情 这样的心情 也许会使夫妇重新言归于好 如今愤然离居 此心则会动摇 以致淡漠 从此便情断难续了 如此看来 无论何事 总应沉稳应对 丈夫做出令人怨由的事 只向他暗示自己 已经知道 即使有可恨之处 亦应在言语中 委婉表示而误伤感情 这样 丈夫对自己的爱情上 可能挽回 男子的父亲 往往全靠 女子的态度来救治 但女子 倘若全部在意 任其放纵 即使丈夫因为暂时的自由 而感谢妻子的大度 但采取这种态度的女子 亦不免太过于轻率了吧 那时男子会如同未戏之舟 随波逐流 不思归宿 这才是格外危险的 你说是不是如此 头中将听的此言 连连点头 紧接着她的话说道 如今有此等事情 男子的俊秀和温柔为女子真心所爱 而男子有不可信赖的隐情 这就为难了 这时候女子自认问心无愧 宽容丈夫的轻薄之举 以为丈夫必然回心转意 可结果未必真是如此 那么也就只能如此 即使丈夫有违背自己的行为 女子出忍气吞声外 也别无她法了 话说到此 她联想起自己的妹妹葵姬 便探视袁氏公子 但见袁氏公子闭目假妹 似不曾听见 心中顿觉扫兴 容颜也显得快快不悦 这左马头于是做了裁判博士 大发议论 头中将想听到 她优劣评判的结果 便热心地怂恿 左马头便又接着说道 请听我用别的事情作笔吧 比如戏目工人 靠自己的手艺造出各种器物 若是造来用作临时玩赏的物品 其样式的选择就随心所欲 也没有什么定限 观赏玩耍的人都牵强附会 认为这是最时尚的匠心毒蕴 便纷纷效仿 感到是富有趣味的 但倘若是重要华贵的精细器物 且用来装饰装颜堂皇之处的 就必然有一定的格式 也就应当造得尽善尽美 物尽其用 这样便非请教高明的巨匠不可了 他们的饰养 普通工人毕竟难以达到 又如宫廷画院里的许多名画家 如要选出他们的水墨画稿来 一一比较鉴别 虽一时难以比较优劣 但终于还是可以判断的 可是画的如果是大家所不曾见过的神仙之境 或大海惊涛骇浪中的怪物 或中国深野荒山中的奇特猛兽 又或是都没见过的凶神鬼怪等 那么这些凭空想象之物 作者尽可全凭想象捏造 只求别处心裁 达到精心骇慕的效果即可 无需酷似实物 而观者也无从加以评说 但如果画的是 世间常见的高山流水 眼前的寻常项目 或熟悉可亲 活灵活现的景点 或者画的是平淡的远山远景 林木葱龙 风鸾迭矣 近景中还搭配梨落花卉 异常巧妙 这时 名师的笔法 显然技高一筹 这也是普通画师所不可及的 再如写字 并无精神修养 只是挥毫泼墨 大肆渲染 装点的锋芒壁露 神气活现 粗略看来 实在是才气横溢 风韵流息的宝墨 相反 具有真才实学的书法家 琢磨不多 锋芒也并不显露 但若将两者并列于一道 让人反复比较揣摩 则熟悠熟烈 也是可以动若观火的 雕虫小记 尚且如此 更何况鉴定人心 依于所见 樊逢场作戏的卖弄风情 故作的温柔诗诗 都不足信赖 此刻我想讲讲自己的往事 虽是情爱之谈 也请各位奉取一听 他说着此话 一坐向前 哀得尽些 此时 原氏公子也睁开眼睛 不再假媚了 头中将两手撑住面颊 正对着左马头 神情专注 甚感兴趣 这情景颇似法师登坛宣讲教义 叫人看了觉得滑稽 但在此时 谈的人尽土肺腑之情 已无隐晦之意 左马头于是讲道 早些时 我的职位很是低微 遇着一个我所钟情的女子 此女相貌并不特别美丽 年少重色 当时我并无取此人为终身伴侣之意 我一面与她交往 一面又颇觉不能如意 于是移情别处 问柳寻花 这女子便生出了极恨 我心中不悦 想 你气量宽大些才好呢 如此小极度长 实在令人讨厌 但有时又想 俄身份这般低微 渺忽小灾 这女子并不因此看清我 也真是难为了她 所以我的行为简点起来 不再放浪行骸 她的能耐也真是不错 哪怕是不擅长之事 只要为了我 她都会颇为劳苦地去学 去做 某些技能 尽管目视她的拿手好戏 仍很下功夫 不甘落于人后 凡事都尽心竭力地照料我 也毫不违背我的心愿 她人虽好胜 但时时顺从我 态度也就日渐温柔了 她唯恐自己冒不出众 而失去我的欢心 便勉励修饰 却又恐旁人看见 伤了郎君体面 便处心积虑 时时退避 总之 无不刻意修饰自己 慢慢看惯了 觉得她的心地 也真不坏啊 唯有嫉妒一事 叫人不堪忍耐 我当时想 这个人如此柔顺 总是小心翼翼 害怕失去我的欢心 我如果对她惩戒一番 威吓一番 她的极度之腹 也许会改掉吧 实际上找的确已是忍无可忍 于是又想 我若向她提出断绝交往 如果她真心钟情于我 则一定会幡然悔改 戒掉她的恶选吧 我于是装得冷酷无情 不再理会她 她照例很生气 也十分怨恨 我对她道 你如此固执 就算前世有缘 也只得恩断情绝 永不再见了 今朝与我诀别之后 尽请吃你的无名之醋去吧 但我俩若想长久相守 那么我便是有些不适之处 你也该忍耐宽容 不要加以计较 只要你改去你的极度之心 我便真心爱你 日后 我若高升 尽觉 你便是第一夫人 异于凡俗之人了 我如此这般自以为高明 因而得意忘形 岂知 这女子微微一笑 对我说道 你现在身微明鉴 一事无成 要耐心等待你的发迹 我一点也不觉得痛苦 但若要我忍受你的薄性轻慢 等待你改悔 则日月悠长 渺茫无期 而这正是我所最感痛苦的 语气如此 不如现在我们就诀别吧 她的语气毫不让步 我也愤怒起来 历声说了许多奋机之言 这女子并不屈服 猛地拉过我的手 用力一咬 竟咬伤一指 我大声叫痛 威吓她道 我的身体受此残害 从此不能参与交际 前程被你白白断送了 面对世人我还有何脸面 只有入四为僧了 今天就和你永别吧 我趋着受伤的手指 走出门去 临行淫道 趋止一年和欢日 难耐止阴度心身 今后你也无需怨恨我了 那女子听了 悲气淫道 朔尽胸间无情恨 应是与君分手时 虽然如此赠达 其实大家并不愿就此诀别 只是此后一段时间 我不再与她通信 暂且四处游荡 此后 时值临时寄予演音乐 那日深夜 忽然雨雪纷飞 花景风寒 众人从宫中退出 各自回家 我左思右想 除了那女子的住处 已无家可归 借宿宫中 又太闲乏味 到另外一个装腔做事的女子 那里去抬夜 又难以得到温暖 于是 意气这个女子 不知道她那事后 有何感想 便决意前去一探 于是我谈谈衣袖上的雪珠 信不前往 行至门口 又犹豫起来 不好意思迈进门去 后来一想 雪夜造访 千般仇怨皆可解除了吧 便毅然植入 礼间灯火微明 一些软厚的日常衣服 轰在大熏笼上 唯凭了起 似乎今宵正在装厚我的到来 我心中健宽 自明得意起来 可她本人并不在 家中谁有几个侍女 他们告诉我 叫小姐今晚在她父亲的住所宿夜 原来自那以后 她并不曾赢过香艳诗歌 也未写过言情书信 只是终回龙臂一世 默默无语 我觉得沮丧 心中想到 难道她是有意叫我疏远她 才那样心生极度的吗 然而又无确凿证据 自己也许是心情不快而产生的 猜疑之举吧 环视四周 替我精心预备的衣物 染色和缝纫都叫以前更加讲究 是样也叫以前更为称心 可见觉别之后 她依旧钟情于我 现在虽不在家 却并非定然已与我绝交 此日晚我始终没能见到她 事后我多次向她表明心计 她也并不对我疏远 有时及时躲避 却并非让我难以找到 她温和地对待我 从不使我难堪 有一次 她对我道 你如果还像从前一样浮薄 确实使我无法忍受 但如果你已彻底改过 安分守己 我便和你相处 我想 话虽如此 她定然不肯与我断绝交往 我何不再惩治一下 我对改过的事避而不答 且用盛气凌人之态予以回报 不料这女子伤心绝望 终于郁郁地死去了 我深感这种恶毒的游戏 是千万不可做的 现在想来 她真是一个可以依赖的嫌妻 无论是琐碎的事或重大的事 同她商量 她总有高明见解 讲到袭染 她的精细并不逊于 装点丘麟的女神力填基 对于缝纫 她的巧手也不低于 银河岸边的织女基 在这些方面 她也真可谓全才啊 说到此处 她哽咽难言 陷入对往事深深的追忆之中 心中也甚为伤感 头中将附和道 她的缝纫技术 姑且不论 你和她最好能像牛郎之女那样 涌结良缘 你那个本领不亚于力填基的人 实在不可多得呀 如同变幻无常的春花秋叶 倘若色彩与季节不合 调和渲染又不得法 便无法让人欣赏 只会白白地哭死 更何况才艺艰艰巨的女子 在这世间实在很难求得呀 她以此话来怂恿 使得左马头接着往下讲 且说我还有一个相好的女子 这女子人品甚价 心地也极为诚实 相貌也极富情趣 作诗 写字 弹琴 样样聚会 手很巧 口齿也凌厉 这一切很容易看出来 我虽经常塑在那极度女子家里 有时偶尔也偷偷到这女子家过夜 觉得很是留恋 那极度女子死后 我一时竟不知所措 连悲哀痛惜也绝枉然 便时常与这女子亲近 十日一久 此人浮华轻薄处便显露无遗 叫人看不惯 我觉得她难以使人信赖 所以逐渐疏远她 这期间 她也似乎另有所爱 十月的一个夜晚 月明风轻 我从关中退出来时 有一个店上的人招呼我 要搭我的车子同行 此时 我正想到大纳言家去素夜 这贵族说 今晚有一个女子在等候我 躺是不去 心里又觉得很是难受 我便和她同车出发 正好我那个女子的家 在我们所要经过的路上 车子到了她家门口 我从土墙缺口处 往亭中移望 一池碧水 映着月影 波光偏乡 清幽可爱 过门不久 岂不辜负这大好月色 谁知这贵族 也正好在这下车 我只好不露声色 偷偷跟着下车 她大约正是与这女子有约 得意洋洋地走进去 在门旁狼檐上坐下来 暂时赏完月色 亭中残局惊霜 颜色斑波 夜风袭袭 红叶散乱 颇有诗情画意 这贵族从怀中取出一只短笛 放在唇边吹奏起来 笛声在夜空婉转回荡 格外淒清 接着又随口唱起催马乐来 树影尽垂爱 池水一清成 于此回应 室内竟发出美妙的和琴声 也许是先就把弦音调好了吧 合着歌声 朱洛玉盘般弹出 演绎确实不凡 这曲调在女子手上流淌而出 格连听来 如闻仙乐 与笼罩在月光下委婉的景色十分相应 这贵族大为感动 走到莲前 说了些令人不悦的话 亭中满地皆是红叶 全无来人足迹啊 遂舍了一只菊花 吟诵道 菊燕相困秦升起 郎君情身方啃留 多有打扰 接着又道 百厅不厌之人来了 请你尽情地献计吧 女的被她如此调轻 便拿枪唱道 笛声吹得西风吼 此般狂夫不要留 两人就这么传着情话 那女子哪里知道我正听的气氛呢 接着又弹起争来 她用南木调奏出流行乐曲 尽管执法灵巧 我听着却实在刺耳 我有时遇见一些宫女 十分俏皮 轻狂 也并不管她们如此 而和她们谈笑取乐 偶尔交往 意自有其趣味 但我与这个女子 虽然只是偶尔见过一次面 要把她作为一中恋人 到底很不可靠 因为这女子过分风流轻浮 令人不能安心 我便以这日晚上的事件为理由 和她断绝了来往 我那时虽少不省事 经历这两件事情之后 也能明白过于轻狂的女子 不可信赖 何况岁月推移 年事日增 当然更加明白此中道理了 诸位正知青春年少 一定自情放纵 贪恋香艳梅诗之情 喜欢风流雅韵之事 洒脱木居 然而诸位可知 草上鹿一碰即落 竹上双一处即消 此种风情难于长久 或许再过七年 诸君定能领会这番道理 彼人如此弓箭 也许愚昧 却全出自真心 小心谨防那种轻狂浮薄的女子 可能做出丑事 法无你高贵的声誉 他这样告诫众人 头中将照例附和乘事 原氏公子笑而不语 大概觉得此话也说得不错 后来他说道 这些暴索之谈 不足为外人倒在 随即笑了起来 头中将说道 现在让我来到点痴人言语吧 于是说开了去 我曾经和一女子有秘密来往 当初未有任何长远之计 但是和她混得极熟之后 竟觉此人啊 那俊美分外可爱 虽然在一起相聚不多 心中已当她是个 值得真爱的意中人 日子久了 那女子也表示出想与我相依为伴的意思来 我心中当下寻思 她想依靠我 一定会埋怨我冷落了她吧 便心生愧疚 却不料这女子毫无怨由 即使我疏远于她 久不相访 一去之后 她仍把我当作情义中人 十分亲民体贴 殷勤相待 我一时心动 也就对她表示出 希望长相厮守的意思 这女子父母双亡 孤苦伶仃 无所依靠 一副小鸟依人的感伤模样 真令人觉得可怜可敏 我见这女子稳重可靠 觉得放心 有段时日 许久没去访悟 不料这期间 我家里正夫人 促以发作 寻了个机会 把些恶言会语带去羞辱她 我后来才知道 发生了这等意外烦恼之事 信中常常记挂 却并没有写信与她 也久不探访 我的行为深深地伤害了她 她意气消沉 神情沮丧 终日行单影子 我和她之间已有一小孩 她苦思却不见我去访悟 遂舍了一只 福子花叫人送于我 头中将说到此处 一时情动 眼角竟流下泪来 袁氏公子盲问道 信中怎么说呢 头中将说 没有什么特别的 只这一首诗 荒山孤残壁 年年寂寞春 愿君惜福子 得沐语录恩 我得了信 很是放心不下 当下便去访悟 她面带愁容 却照例殷勤接待了我 多口不见 她以面目推性 芳容不整 家中庭院萧条冷落 加上此时正当双路交加之时 悖绝凄惨不堪 她的话语如同秋虫悲鸣 极易令人想起 古兮爱情小说中的情景 我便回尸一首道 迷乱群花开 方子懒慢来 最美长下花 独连无计争 且不提笔 做福子花的孩子 却想起 谷歌夫妇之床 不击沉之据 便心生感激之情 也只得用长腹花来比拟她 给她安慰 这女子便引道 为此浮沉秀 人连泪不甘 秋来西风锦 长下早貂残 她浅音低唱 并无真心痛恨之色 尽管已经泪流满面 却仍旧竭力掩饰 羞于表露其内心的痛苦 我知她恨我薄情 又不愿让人 决出她心中的伤痛 她坚定的样子 又让我愧意烧明了 后来又一段时期 未曾去见她 哪知这期间 她已经引踪匿迹 不知去向了 现在我想 如果这女子还在世间 一定穷愁潦倒了吧 倘若她以前知道 我是爱她的 向我倾诉心中怨恨 表示些许缠绵匪测 也不会落到如此 离家漂泊的地步啊 我也不会对她长久不理 我会把她视为妻子 北家爱恋 那孩子很可爱 我也设法四处寻找 但至今踏无音信 其实 这和刚才左马头所说的 不可信赖的女子 同出一辙 这女子表面不露声色 暗地里却恨我薄情 我还蒙在鼓里 只觉此人可怜 稳重可靠 并一味徒劳的思念 此种险恶女子 现在我已将她渐渐忘怀 而她恐怕还惦记我 于夜深人静之时 长辅兄悲叹吧 这又是一个 不能白头到老 相互信赖的女子 如此看来 前面说的 那个爱嫉妒的女子 想想她尽心尽力服侍我 也绝难于忘怀 但躺和她朝夕相处 则又觉得 喀苏可艳 不值得相守 而那个善于弹琴 聪明伶俐的才女 其轻狂浮薄 也是不容饶恕的 刚才我说的 那个女子 虽然稳重可靠 小鸟依人 她的不露声色 也很令人怀疑 究竟如何是好 终是不能决断的 人事之事 难道都是这样 难尽人意 像我们如此这般 一个个列出来 互相比较 也难确定 孰优孰恋 美玉无瑕的家里 哪里找得到呢 那么 只有向吉祥天女求爱 可惜佛法气味又太浓 叫人胆颤心凉 毕竟是亲近不得的呀 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头中将扭头 看看腾是不成 见他未曾开口 说道 你一定暗藏了好听的话 讲点给大家听听吧 事不成答道 欧地位低微 不足为道 有什么话可讲给你们听呢 头中将不以此话 连声催促 快讲 快讲 事不成说 那么教我讲些什么呢 他想了一想 缓缓说道 我还是个书生的时候 遇着了那种 有闲才的女子 正如刚才 佐马头讲的那人一样 国家大事 个人生活 样样通晓 为人处事 也甚为高明 谈论才学 时可叫那些装腔做事 半评于促的博士 也无地自容 谈起话来 总使得对方不得开口 我怎么认识他的呢 那时 我到一位文章博产家里去 向他请教汉世汉文 这位博士有好几个女儿 我瞅得个机会 向其中一个女儿求爱 他父母知道了 当下乐意至半酒席 作为庆贺 那位文章博士兴致勃勃 在席间高音听我歌两图 我同这个女子 其实感情并不十分相投 但爱其父母情面 也就和他相处了 这女子对我照料得非常周到 枕上私语 也都是些眼前求学上见 将来围观坐载知识 有关人生大事的知识 他都教我 缩写书文 一首汉字 一个假名都不用 行文洋洋洒洒 措辞堂堂惶惶 我和他亲近 就成了自然的事了 把他当作不可多得的老师 学得了一些知识 也会写一些歪式桌文 他是一个称职的老师 令人难以忘记 却不能让人将他 视为一个情爱十足 而又极可依靠的妻子 像我这样不学无数 又极度虚荣的人 一旦举止不端 在他面前献出丑来 是很可耻的 当然 你等资公子 是用不着这等 泼辣技巧之女子的 此人不宜为妻 我自然明白 但姻缘既已修成 也只好迁就 总而言之 男子是多么的无聊啊 说到这里 是不成打住话头 头中将催她快讲下去 说 这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女子里 是不成明知 这是捧场之言 心中却甚是高兴 仍然得意洋洋地往下讲去 此后一段时间 我久未到她家去 适逢一天 我顺便又去访问 到她家一看 觉得有了变化 从前我是在内室 与她畅谈 而今设了违平 教我在外面队伍 我心中不悦 估计她是挠我久不向仿 便顿觉可恶起来 于是想 既然如此 何不成此机会一刀两断呢 可是诧异 这个贤女不仅毫无教义 反而极通情达理 不恨不恼 闻她评内高声说道 妾身尽染风寒 以服用极热的草药 三身有难闻恶臭 不便与君接近 虽然唯平相隔 但若有我能做的杂事 尽请君吩咐 口气温和制成 我颇为沮丧 无话可答 只说了一声 知道了 便欲及及退出 这女子大概觉得 此次相会过于简短了吧 又高声道 改天妾身的恶臭宵禁之后 请君物必再来 一听之下 我心中当即十分为难 不回答呢 对她不起 暂时逗留一会呢 那恶臭飘过来 浓浓的味儿 实在难当 我匆匆地念了两句诗 唐子朝非良夜勇 何必约我改天来 你这借口有些出我意外 一语未了 随即奔逃 这女子派人追上来 打我两句诗道 君若本事常来客 此夕承恩未必修 不愧是个才女 达诗这么快 是不成的这番高谈阔论 引得众人都甚感稀奇 袁氏公子对她说道 你是撒谎吧 大家便笑起来 嫌她杜撰 有的质问 哪有这等女子跟了你 还不如乖乖地和鬼作伴呢 真有些作偶 有的怪她 太不像话 有的责备她 还是讲些动听的事吧 是不成说 再动听的就没有了 说着便往外溜 左马头便接着道 大凡下品的人 抓住一点皮毛 便在人前处处夸耀 实时展示 真是无聊 一个女子潜心钻研 三十五经 所钻学问越深 情趣反而越少 我并非说 女人不应该有 全面的知识 我姑且认为 不用特地钻研学问 只要是略有才学的人 耳闻目睹 也自然会学的许多知识 譬如有的女子 汉字写得十分流利 捐秀 于是乎 给朋友写信 便竭力表现 此种才能 一定要写上 一半以上的汉字 其实何须如此 这叫人看了会想 讨厌啊 倘若没有这个毛病才好呢 写的人自己也许不觉得 但在别人读来 信誓乌鸦 颇感角如造作 这在上流社会中 也不乏其人理 再说 有的人写了两句歪诗 便自称诗人而言 比称诗 所作的诗一开头 就援引有趣的典故 不论对方有无兴趣 都装模作样的念语人听 这纯粹是无聊之举 况且受了赠诗而不唱贺 便显得没有礼貌 于是不会写诗的人 便感为难了 尤其是在节日盛会 例如五月端阳节 人人急于入朝参贺 懒得思索 便一味地拉了 更樸的根维体 尽做些无聊的诗歌 而在九月重阳节的宴席上 人人凝神构思 反复推敲 想方设法 要使自己的汉室艰深 匆忙轻率地 取菊花的露珠来做眼泪 做诗赠人 再要人唱贺 这实在也是不足取的 这些诗 如果不急于 在那日发表 留待过后慢慢来看 倒是不无情趣的 只因不合时宜 不顾读者的反应 便贸然向人发表 反而被人看清了 人事监视 若不审时度事 一味去装模作样 卖弄才学 也免不了会自找诸多烦恼 烦恼接印强出头啊 无论何事 即使心中明白 还是装作不知的好 即便想讲话 还是话到嘴边留三分的好 这时的袁氏公子 心中已无闲聊的雅性 只管怀念着一个人 他想 这个人倒没有一点不足之处 也没有一点过分之处 真是十全十美 想着 爱慕之情油然而生 心中万般感慨起来 这雨夜品评的结果 终于没有定论 一些散漫无章的杂谈 却一直延续到天明 好容易天放晴了 袁氏公子如此久居宫中 也怕岳父左大臣心生不悦 便稍作打点回到左大臣府上 到那魁姬房中一看 气舞百尘的井然有序 见着魁姬 气质高雅富书 一态端庄 难得半点瑕疵 当下寻想 这莫非就是左马头所赞的 忠实可靠的贤妻 然而又觉得过于严肃庄重 有巨人之感 实乃美中不足 便与几个姿色 出众的年轻侍女 如中纳颜君 中务君等 调笑取乐 正直天热 袁氏公子 衣宽带缓 一态潇洒不拘 众侍女心中 都艳羡不已 左大臣来时 他看见袁氏公子 随意不拘的样子 觉得不便入内就隔着屏障坐下来 玉公子闲聊一番 公子道 天气如此热 说吧 眉头紧整 是女们皆咯咯发笑 公子便道 静一些 把手臂靠在埃及上 煞是悠闲自得 傍晚时分 呼的是女们报道 今晚中神光道 从尽忠到此间 方向不利 袁氏公子说 这方向正在我那二条院 宫中也惯常回避这方向 我该去哪呢 真是恼人借说罢 便欲躺下睡卧 是你们七声说 这可使不得广这时 却有人来报 待臣中有一个亲随 是己一的国手 家住在中川达上 最近开辟池塘 引入河水 屋里脊梁爽泥 公子说 这样甚好 我正心中烦闷 懒得多走 最好是牛车能到之处 其实 要回避终神 是夜可去的地方尚多 许多情人家皆可去 只恐窥鸡生意 你久不来此 一来便是个 回避终神的日子 马上转赴地处 这道 确实有些对他不起 便于疾一手说之 要到他家去避凶 疾一手当下从命 但他有些担心 退下来对身旁的人道 我父亲伊藤介家里 最近举行斋介 女眷都寄居在我家 屋里狭窄嘈杂 怕是会委屈公子呢 袁氏公子听到此话 却道 人多的地方最好呢 在没有女人的屋子里 素叶 心里道绝有些虚 哪怕为平后面也好 大家都笑道 那么 这地方便是再好不过了 随即派人去通知 几一手家里先行准备 袁氏公子私下动身 连左大臣那里也没有告辞 只带了几个亲近的随从 急手心中着急 说来就来 太匆促了 但是已至此 也只得收拾了正殿东面的房间 铺陈相应的设备用物 公公子暂住停留 这里的池塘 景色秀丽 别有农家风味 周围绕了一圈柴园 各色各样的庭院 花木葱翠青绿 池中吹来西西凉风 处处重生悠扬婉转 流营乱飞 好一派凉消盛景 随从们在廊下泉水旁席地而坐 相语饮酒说笑 可怜主人棘手来往奔走 张洛瑶转 原是公子四下环顾 又一起前日的雨夜品平来 心想到 这祖码头所谓中等之家 非此种人家莫属了 他以前曾听人说起 这棘手的后母座姑娘 十素已矜持自重著称 因此吉祥一剑 叹得究竟 当下便宁神倾听 西面房间果然传来人声 细细碎碎的脚步声 伴着娇嫩的语气 甚为悦耳动听 大概因这边有刻之故 那谈笑声甚是细微 吉祥首先他们不恭敬 怕被客人看见耻笑 便叫关上西面房间的格子窗 讹请室内掌灯 纸隔窗上便应着女人们的倩影来 原是公子欲看室内情形 但只隔膳都胡得很老实 无计可施 只得走上前去怂耳偷听 但听的屋内窃窃私语 声音集中在靠近这边的正屋 在听时 他们正在谈论他 一人道 好一位端庄威严的公子 可惜早早取定了一位 不慎称心的夫人 但听说他另有心爱的情人 常常偷偷往来 公子听了这话 不禁心事满怀 他想在这种场合 他们若在胡言乱语 露出我和藤狐妃子之事 这可如何是好呢 索性他们并没有再谈下去 原是公子便快快离去 他曾经听到他们评论起 他送是不倾家的女儿 牵牛花时所付的那些诗 不太合于事实 他揣测道 这些女人在谈话时 无所顾忌 添油加醋 胡乱送诗 简直慕成体统 恐怕与之面误也无甚性为吧 激一手来后 加了灯笼 踢亮了灯竹 便摆出各式点心来 原氏公子此时用崔玛乐 搭讪着斗乐道 你家崔木章可这办好了吗 躺世后的不周 你这主人的面子倒就没了呢 急一手笑回道 真是谣撞和所有 此事费商量了 样子似甚紧张 原氏公子便在一旁歇下 其随从者也都睡了 这鸡一手家里 倒有好几个可爱的孩子 有几个原氏公子觉得面熟的 在殿上做尸童 另有几个是一玉界的儿子 那中还有一个一太特别优雅 年方十二三的男孩 原氏公子便问 这孩子是谁家的广迹 一手盲达道 此乃已故为门都的幼子 换作小君 父亲在世时十分得宠 只可惜父亲早逝 便随他姐姐来到此处 人道聪明老实 想当殿上传统 只因无人提拔吧 原氏公子说 很可怜的 那么他的姐姐便是你后母了 急一手回答正是 原氏公子于是说道 你竟有这么个后母 木太相衬呢 皇上也是知道的 他曾经问起 魏门都曾有秘奏 想把他女儿送入宫中 现在这个人究竟怎么样了 没想到终于嫁与了你父亲 这真是前世姻缘 说十放座老成 棘手盲道 他嫁过来 也是意外之事 男女姻缘难测 女人的命运 尤其可怜啊 原氏公子说 听说一欲界甚是宠爱他 示弱主人 可有此事 骗鸡一手说道 这不用说 简直把他当做幕后 未来的主人呢 我们全家人 见他如此好色 都不以为然 觉得这也过分了 袁氏公子笑道 你父亲虽年事已高 可正风流潇洒 他不曾将这女子 让与你这般 风华正盛的时髦小子 当然是有原因的 又闲谈中 袁氏公子问道 这女子现居何处 棘手答道 原本想把她们 都迁居至后面小屋 但因时间苍翠 想必他还未迁走吧 那些随从的人 喝醉了酒 都在廊上睡死了去 袁氏公子怎睡得着 这独眠空夜 实在是无味啊 他索性爬起来 四下张望 寻思道 这靠北的纸鸽扇 那边登影绰绰 交五点点 分明有女人住着 刚才说起的那个女子 也许就在这里面吧 可敏的人啊 他心痴神亡 一时兴起 干脆走到纸鸽扇旁 侧耳偷听 似听得略略煞音 喂 你在哪里 是刚才那小君在问 随即一个女生应道 我在这里呢 我以为和客人隔得太近 颇难为情的 其实隔得不算近 语调随意不拘 似躺在床上语之 这两人声音稍同 分明听得出这是姐弟俩 细声细气的孩子说道 客人睡在厢房里呢 接言袁氏公子甚为漂亮 今日一睹果是如此 那姐姐回答道 躺是白天 我也来偷看一下 声音清淡不惊 带着睡意 仿佛躺在被窝里的梦语 袁氏公子见他 竟为追问打探他的详情 加之那漠不关心的痴语 心中甚感不快 那弟弟又道 我睡的这边暗得很理 听得他挑灯的声音 纸隔膳鞋对面传来那女人的声音说道 中将寺哪里去了 我这里离得人远 有些害怕呢 在门外睡觉的侍女们回答道 她到后面洗澡 即刻便道 恶情 众人皆不懂声色 袁氏公子小心地 欲将纸隔膳上的钩子打开 方才觉得 那面并未上钩 他悄悄拉开纸隔膳 帐瓶立在入口处 里面灯光暗淡 依稀看见 世中凌乱地置放着 诸如柜子之类的器具 他便穿过这些器具 来到这女子的扶床边 但见他身量乖小 独自而眠 模样可怜可爱 他当下竟有些不好意思 但还是将他盖着的衣服拉开了 这空缠只当那个 侍女中将回来了呢 尚未在意 却听得这袁氏公子说 刚才你叫中将 我正是禁卫中将 想来你会结我一片爱慕之意 空缠吓了一跳 以为是在梦中 不由地叫一声 惊慌起来 一时六神无主 他精修至极 便用衣袖遮着脸 竟不知道言何为好 袁氏公子对他说道 我唐突求见 你自然会以为 我是一时冲动的浮薄浪子 却不料我四心轻目 以历多年 长苦无机会与你共许终取 幸得今宵有缘 万望体谅我之诚心 赐我爱恋 说得温顺婉转 即便魔鬼听了也得感话 更何况袁氏公子 又恍若下凡的 神仙般光彩照人 那空缠神魂谎格 想喊 却喊不出 顿感兴慌意乱 想到这乃非礼之事 更是惊恐万壮 喘着气绝望说道 你认错了人吧 见他那楚楚可怜的神情 真是可爱 袁氏公子答道 情之所中 自然认识 并不曾错认 请万物推辞 我绝非轻薄少年 只是想与你谈谈心事 空缠身材小巧 公子便横抱起 王子隔膳走去 不巧 适逢刚才所唤的 那个叫中将的带女 走进屋来 袁氏公子黑暗中叫道 喂 喂 这中将惊诧至极 摸黑走来 顿觉香气扑鼻 变心知是袁氏公子了 当下心中大惊 不知如何是好 他思道 若患得别人 我便叫喊起来 将人夺回来 但因此 也将弄得人尽皆知 终是不好的 何况这是袁氏公子呢 这到底该怎么办呢 他心中犹豫不定 只好跟着走来 袁氏公子却无事一般 竟自往自己房间里去了 并隔着纸鸽扇队中将说 天亮时来迎接他吧 空禅听的这话 心中便想 终将会将我怎样 这么一想 竟出了一身冷汗 便觉这彼死还难受 心中无限懊恼 袁氏公子 见他那动情的可怜向 便以情话来安慰 想以此来博得他的欢心 却未料到空禅越发痛苦 我宁可这是做梦 你这样做见我 是我为下贱之人 叫我怎能爱恋你 我乃有夫之妇 身份已定 又怎能这样 他对于袁氏公子的 无理强求深感痛恨 这使得公子无言以对 只得改口道 我年纪上轻 不懂得什么叫做身份 你当我是世间的福伯少年 我倍感伤心 你也知道 我何曾有过 无端强求的野蛮行为 此日之事 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有幸与你邂逅相逢 大概前世因缘所定 你对我这般冷淡 也是难怪的 他说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话 可惜毫无结果 空禅越发不愿亲近他了 心想 我不顺从他 大概他会将我视为粗蠢女子 那我索性就装成一个 不解风月之情的渔妇 让他厌恶去吧 空禅的性情 原本柔中续刚 就好似一只戏竹 看似欲折四摧 而忠于难折 此时他心中异常屈辱 只顾吞声引气 样子极为可怜 原氏公子虽然心中稍有不安 但要放弃 又觉可惜 他看见空禅 无意回心 于是奋机地问 你为什么如此讨厌我呢 请你细细思量 无意相逢 必是前生溯源 你佯装不解风情 真使我痛苦不堪 空禅悲怯地说 如果我这不幸之身 未嫁之时和你相逢 且结的露水姻缘 可能会引以自豪 有望永远成宠 聊以自慰 但如今我已嫁人 与你结了 这无忧似梦的露水姻缘 真叫我意乱心迷 难以言喻 现在事情 到了此种境况 万望勿将此事 让外人知晓 他神色忧心忡忡 叫人无法拒绝 他那恳切的言辞 袁氏公子不停地 说着安慰的话 郑重地向他保证 随从们都从 沉寂暴小声中醒来 穿衣 议论到 昨夜睡的真相 尽快把车子装起来吧 棘手紧接着出来了 他道 出门避凶的 又不是女眷 何必及及回宫 袁氏公子 此时正在室内 想到 此种机会 实难再得 今后难得借口 做此相访 通信传书也十分困难 想到此 异常痛惜 侍女中将从内室出来 看见袁氏公子 还无意放海女主人 交集万分 公子虽已许他回去 却又留住他道 今后 你我如何互通阴信呢 昨夜的因缘 你那前所未有的痛苦情状 以及我那恋慕之心 日后变成了回忆的源泉 真是西室绝有的事呢 说吧 泪如雨下 此时的袁氏公子 真是艳丽动人 沉寂暴小的声音接连传来 袁氏公子心乱如麻 匆匆引道 怨君冷酷忧心痛 原和沉寂太早明 袁氏公子如此爱恋空缠 而他却并不欢心 他想起双方近况 心中不免惭愧 觉得自己远远配不上袁氏公子 脑中又浮现出 杀夫一欲界讨厌的身影 他是否梦见了我昨夜之事 想起来竟不胜惊恐 引道 身幽未以红仙唱 提声以无泪为干 袁氏公子将空缠送过纸隔膳时 天已蒙蒙亮 内外已是人声鼎沸 送了空缠 拉上纸隔膳 回到室内 他心情异常寂寞失落 只觉得这层纸隔膳 真如同彭山万众 袁氏公子身穿便服 贤夺来到南面栏杆边 随意眺望亭中景色 吸进房间里的妇女们一见 纷纷将格子料打开了 争赌袁氏公子的迷人风采 阴廊下屏风遮挡 使得他们只能从屏风上端 隐约亏的公子的滋容 其中 有几个风情轻狂的女子 当下倾倒 娇口赞叹 简直是身心迷醉 此时 从下贤残月中发出的淡淡微光轮廓道也分明 这沉景也别有一番风趣 这同意景致 有人认为幽艳 有人觉得凄凉 接触于观者心情 袁氏公子心有隐情 看了这景色便觉凄凉 无比痛心 他想 此次一别 日后连红艳传书的机会也难寻的了 终于恋恋不舍地离别此地 袁氏公子回到府上 无心就寝 他想到 再度相逢 甚是为难 但不知此女子现在是否牵挂于找 想到此 顿觉心中傲丧 在忙起那日的雨夜品评 觉得这个人虽不甚高贵 却也风韵显雅 无可指责 该是属于中品一流吧 左码头果然广见博文 所道之言 皆有所证 袁氏公子住在左大臣府上 一时间 常常思念那空缠 唯恐断绝的阴线而以薄情之名 为此甚是苦痛不安 于是换来姬一首 对他道 为门都的孩子小君 我觉格外可爱 欲叫他来 见给皇上坐殿上侍童 姬一首忙道 承蒙观照 身表感激 我急把此意转告他姐姐 袁氏公子听到这姐姐二字 心中又是一动 问姬一首 这姐姐有没有替你生出个弟弟来 没有 她嫁与我父亲 不过两年 门卫都原来希望她入宫 她违背了父亲一言 心下懊悔 对现状也不甚满意 倒是很可怜的 外奸皆言 她是个美人 财貌俱全 想来也定当如此吧 棘手达到 相貌并不寻常 只是我有意疏远于她 照时间常规 是不便亲近后母的 五六天后 棘手便将这孩子带来了 袁氏公子认真端向了一番 的确是一个相貌清秀的上等孩子 便十分宠爱她 照她进入连内 这孩子也觉十分荣幸 袁氏公子详细探问她姐姐的情况 对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小军都已回答了 有的是 却时时羞涩不语 袁氏公子也不便多问 只说了许多话 欲使这孩子明白 她是熟悉她姐姐的 小军心中颇觉意外 暗暗地想 不想两人之间 倒有这等关系 但童心幼稚 也无力深究 一天 袁氏公子便叫她 传了一封信 与她姐姐 空缠吃惊之余 禁不住泪住连连 由于害怕引起弟弟怀疑 无端地生出季节 心中难免犹豫 可又迫不及待 想看此信 便捧起信 遮住了脸 阅读起来 长长的信后 又付得一首诗道 旧梦重温戴河日 睡眼常开以示令 我夜夜难以入睡呢 这信写得情深义切 文词也格外秀美 直看得空缠泪眼模糊 只恨生不逢时 平天这等伤心之事 悲伤之余 便躺下睡了 紧接着第二日 袁氏公子便召唤小军前去 小军临走时 便向姐姐要回信 空缠道 你就对他言 这里没有他的毒性之人 小军笑道 明明没有弄错 怎么要对他如此说呢 空缠心中烦躁 想到 可见他已对这孩子说了 顿感无限痛苦 骂道 小孩子家不应该说这种话 你不要再去了 小军说 他召唤我 怎么能不去呢 便仍旧独自去了 鸡手一飞 安分守己之辈 早垂涎这后母的姿色 常想接近 因此时时巴结这小军 常常陪他一同来去 对他大献殷勤 却说 袁氏公子把小军换进去 怨恨地说 昨天叫我好等 可见 你并未把我放在心上 小军脸又红了 只得将实情移到来 公子道 你这人不可靠 不然 怎会将这事情 弄成这样星号 于是叫他再送一封信去 并对他说 你这孩子有所不知 在医域界这个老头子之前 你姐姐早与我亲近了 嫁了那个硬朗的老头子 是嫌我文弱不可依靠 这实在是小看于我 如今我将你献为儿子 待你也定然不会薄的 小军听的此言 心中想到 如此看来 姐姐对他如此冷淡 也未免太狠心了 袁氏公子 时刻将他带在身边 或常常带他进宫去 命令关中裁缝制作新装 着意打扮他 也真同儿子一般看待 此后袁氏公子 虽然还是常常要他送些信去 空缠转念想到 他毕竟是个小孩 倘若消息传了出去 这轻薄的恶名 我可何以担待呢 公子的信 虽令他感动 但一想起自己的身份 无论何等恩宠 也万万受不得的 故不曾写过一封情义 窃窃的回信 但那天晚上 邂逅相逢的那个人 其神情风采 的确英爽俊秀 非同一般 仍使他常常私慕 他想 我的身份既定 即使向他表示殷勤 又有何用呢 袁氏公子 却总想起他那时可怜爱的模样 那日晚上 那忧伤悲痛的神情 真令人不胜怜悯 袁氏公子 没想到此处皆无法自慰 倘若偷偷轻率地造访 鸡手加耳目众多 自己的弹形 妄为极易暴露 对心爱的人 也很是不利 因此犹豫不决 袁氏公子 赵丽又在宫中住宿了许多日 始终不曾觅得机会 以此 他选定一个中川方面 避凶的禁忌日 再从宫中回哪途中 装着似乎一起什么的样子 中途转向 几一守家去了 几一守不胜荣幸 直到他家池塘美景煞是迷人 吸引公子再度光临 先前袁氏公子 已将此事告知小军 与他筹划 小军自然一起同行 空缠也预先得此消息 他想 袁氏公子煞费苦心方得以到来 可见对我的爱恋绝非浅薄 但若不顾身份 结成接待他 则又不妥当 那晚的痛苦 早如梦一般的过去 何必重温呢 他心慌意乱 羞于在此等候光临 思虑再三 在小军被袁氏公子叫走时 他终于得了主意 对待你们说 我今天身体欠安 想叫人垂垂兼备 这里和袁氏公子的房间 太近了 不甚方便 因此想住远一点的地方 便移至廊下侍女中将 所居的房间里 袁氏公子满腹心事 便吩咐随从者早些就请 又派了小军到空缠处约见 但小军四下寻他不得 又找了许多地方 才在廊下的房间里见到 他觉得 姐姐如此行为 实在有些过分 又很是无奈 便哭丧着脸说 人家会说我太不会办事了 姐姐骂道 你办的是什么事 小孩子做这种差事 实在是可恶无聊的 又断然说道 你去转告于他 就说我今晚身体欠安 要重视女陪在身边 也好服侍我 你这样跑来跑去的 难免教人生意 心下却又思量 若我先前身份未定 藏身于父母家的身规里 偶遇公子来访 那才是十足的风流呢 但是现在我无情拒绝 不知公子会将我当成是何等无趣之人 想到这里 心里甚为难过 但转念一想 终于下的决心来 命已至此 又无可挽回 就让我做个不识风趣的渔妇吧 原氏公子也正在焦急 叫 君将事情办得怎样了 这孩子让他担心 但仍怀着莫大希望 横着身子静候佳音 却目料带小军回来 带来的却是这么一个坏消息 原氏公子如遭霜打 甚觉这女子寡情绝义 世间真是少有 于是唐颓傲丧 长叹道 我真是羞耻啊 一时竟漠然无言 后来又连连长叹树生 陷入沉思 七七淫道 为之肘目迷人状 空为圆圆失路人 小军将失传与空缠 空缠此时也是辗转难免 便已失应达到 袁上浮雾虽其身 虚幻也应走目行 小军因见公子伤心苦辞 自己也睡不踏实 便往来奔走传言 空缠唯恐旁人建议 甚是忧心忡忡 随从人等酣睡之后 袁氏公子觉得百无聊赖 心中回肠百转 胡思乱想道 此等无情女子 实是可恶 但我对她恋情依旧难消 以至情火中烧 而且她欲是寡情难尽 欲是引我牵肠 这样想着 又念此人冷艳无常 难以接近 心想也可就此罢休吧 却辗转反侧 终归不能断念 便对小军道 你就带了我去见他吧 小军答道 那里房门紧闭 侍女众多 怕是去不得呢 严毙心中也很是不忍 倒觉得公子十分可怜 原氏公子无计可施 只得作罢道 那就算了吧 爱 只要你不曾嫌我 便命小军在身旁试睡 这小军受宠若惊 棒了这高贵美貌的公子 异常兴奋喜悦 原氏公子失望灰心之鱼 倒觉得 那姐姐不及这弟弟可爱了 第三章 空缠 却说在鸡手家的原氏公子 这一夜前思后想 辗转难免 说道 遭人如此羞辱 此生还从未有过 人世之痛苦 这时方有体会 教我还有何面目见人 小军默默无言 蜷缩于公子身旁 赔了满脸泪水 原氏公子觉得这孩子倒可爱 他想 昨天晚上我暗中摸索空缠 见身材小巧 头发也不十分长 感觉正和这个君相似 非常可爱 我对他无理抢求 追逐搜索 未免有些过分 但他的冷酷 也实在令人害怕 如此胡思乱想 挨倒天明 也不思往日 对小军戏家吩咐 便成了蜀色匆匆离去 留下这小军又是伤心 又是无聊 空缠见没了公子这边的消息 非常过意不去 他想 怕是吃足了苦头 存了戒心 又想 如果就此决断 唯实可悲 可任其纠缠不绝 却又令人难堪 思前想后 还是适可而止的好 虽是如此想来 心中仍是不安 常常陷入沉思 不能反转 原氏公子呢 虽痛恨空缠 无情无义 但终是不能断绝此念 心中日益烦闷焦躁 他常对小军道 我觉得此人太无情了 也极为可恨 真正难以理喻 我欲将他忘记 然而总不能成功 真是痛苦至极 你替我想个办法 让我和他再续一次 小军觉得此事渺茫 但蒙公子信赖 而以此相托 也只得勉为其难了 小军这孩子颇有心计 不露声色 常在暗中寻觅良机 恰巧急一手上认去了 家中只剩女眷 甚是清闲 一日傍晚 夜色朦胧 路上行人模糊难辨 小军自己赶了车子来 清原氏公子前往 原氏公子心头急迫 也顾不上这孩子是否可靠 匆忙换上一身微服 趁机一手家 尚未关门之际 急急赶去 小军甚是机巧 专检人丁出入较少的 一个门区车进去 便清原氏公子下车 直宿人等看见 驾车的是个小孩 并不在意 也为伊犁迎接 在一边乐得安闲 原氏公子在 东面的边门稍后 小军将南面角上的 一个房间的格子门打开 两人便一起走进室内 众师女一见 异常惊恐 说道 如此会让外面的人看见的 小军说 大热天的 和顾关上格子门 侍女答道 西乡小姐今天一直在此 还在下棋呢 原氏公子心想 这倒有趣 我生想看看二人下棋呢 便悄悄从边锯口绕了过去 钻进帘子和格子门之间的狭缝 正巧小军刚才打开的 那扇格子门还未关上 可从缝隙处 窥探 C西边格子门旁边 设有屏风 屏风的一端 刚好折叠着 大概天热的原因吧 这样围平的锤布也高高时起 正好使人士公子对室内情景看个了妞 室内灯光灰映 柔和田淡一脸士公子 从缝隙中搜寻盐 靠正屋的中柱旁 面不前夕的 打横弦者 萧秀美身影 一定就是我的心上人吧 便将视线停在此人身上 但见地内容 一件深紫色的花缸社 上面的罩衣模糊难辨 面孔俊俏 身材鲜秀 神情甜淡雅致 但略显修难 躲躲闪闪 即使与他相对 也未必能够着用 他纤细的两手 不识藏人衣袖 朝东坐的这一人 正面向着格子门 所以全部看得清长 他穿着一件白色薄卷衫 一件紫红色的礼服 随意披着 腰间的红裙带 分外显眼 裙带以上 胸脯裸露 肤色洁白可爱 体态丰满修长 望会起整 额发分明 口角眼烧流露出 无限娇媚 姿态极为艳丽 一副骆驼不拘的样子 发虽不慎长 却有黑浓密 垂间的部分 光润可爱 通体一看 竟找不出什么欠缺来 活脱一个可爱的美人呢 原始公子 颇感兴趣地欣赏着 想情 怪不得她父亲把她当作宝贝 确实是很少见的理 又想到 若能再稍稍稳重些更好 这女子看来尚有才气 一局将近尾声 填空掩石 一面敏捷头子 一面口齿凌厉地说着话 空缠则显得十分沉静 忽然对她说道 请等一会儿 这是双活呢 那里的结 宣端货马上说 这一局我输了 让我将这个角上数数看 便屈指计算着 十二十三十四十 口手并用 机敏迅速 不胜其反 原始公子因此觉得 此人品味稍差些 空缠则不同 常常以秀眼口 使人不易将其容貌看得真切 然而她细看去 侧影道能见 她的眼睛略略浮肿 鼻梁线也不横挺 外观平平 并无特别娇艳之处 细论起来 这容貌也是并不能算美的 但是姿态却十分端庄 与艳丽的宣端货相比 情趣高雅 脱俗 让人心醉浑迷 宣端货娇艳妩媚 是个惹人喜爱的人 而她认情得笑 打去撒娇起来 艳丽之想更加逗人 原始公子虽觉 此人有些轻狂 然而多情重色的她 又不忍就此抹杀了她 原始公子所见许多女子 全都冷静严肃 一本正经 连容貌也不肯给人正面一看 而女子放浪 不拘行击的样子 她还从未见过 今天 自己在这个宣端货 不曾留意之时 看到了真相 心中倒觉得有些不该 但又不愿离去 想尽情一薄眼福 可觉得 小军似乎走过来了 只得随了她 悄悄地退出 原始公子退到边门口 便站在走廊里等空缠 小军心中不安 觉得太委屈了她 说道 今夜来了一个特别客人 我不便走进姐姐那里去 原始公子顿感绝望 说道 如此说来 今夜又只得无功而返了 这不是叫人太难堪吗 小军忙道 还不至于此 反省相等 带客人走后 我立刻设法 原始公子想 如此看来 他倒蛮有把握 这孩子年龄虽小 可见乖是巧 颇懂人情世故 尚且稳健可靠呢 一盘奇霸 只闻依父的咬车作响之声 看来是性尽散场了 一位侍女叫道 小少爷去哪了 我把这格子门关上了吧 接着便是关门的声音 又过了一会 原始公子急不可耐 对小军说 都已睡静了 你过去看看 想想办法 尽力替我办成此事吧 小军寻思道 姐姐脾气极为倔强 我无法说服她 不如带人哨时 将公子直接领进她房里去 原始公子说 鸡手的妹妹不是也在这里吗 我想看一看呢 小军面有难色 这怎么行 格子门里面 遮着厚厚的围平呢 原始公子不再坚持 心中只想 话是不错 可我早已亏见了呢 不禁觉得好笑 又想 我还是不告诉她吧 不然怕对不起那个女子了 嘴上只是反复地说 等到夜深 让人好生心骄 这回小军来敲边门 一个小诗文未开了门 她随了进去 但见众传女都睡熟了 她就说 这纸鸽善日通风 凉爽 我就在这儿睡吧 她将席子摊开 躺下了 侍女们都睡在东乡房里 刚才开门的小诗文 也进去睡了 小军洋装睡着 过了一会儿 她便爬起来 拿屏风挡住了灯光 将公子悄悄带到这黑暗中 袁氏公子有了前次遭遇 暗想 这回如何 不要再碰钉子 心中竟然十分胆怯 但在小军带领下 还是聊起了围屏上的锤布 闪进正房里去了 公子走动时 依附所发出的声 在这夜深人静中清晰可闻 空缠知道袁氏公子进来 已经将他忘记 心中固然高兴 然而那晚梦一般的情景 始终营绕在他的心头 使他不得安静 白天神思恍惚 夜间悲伤仇叹 今夜也不例外 那个宣端货睡在他身边 兴致勃勃讲了许客话后 心中无甚牵挂 便倒下酣睡过去了 这空缠症欲难眠 忽然感到有股浓烈的香气扑鼻而来 似乎有人走近 顿觉有些奇怪 便抬起头来查看 从那挂着衣服的围屏的远缝里 分明看到有个人从幽暗的灯光中走来 事情太突然 他在惊恐中不知如何是好 最后终于迅速起身 背上一件生卷衣衫 悄悄地溜出房间去了 这袁氏公子走进室内 看见只有一个人睡着 当下满心欢喜 地形较低的隔壁厢房 睡着两个侍女 袁氏公子便将盖在这人身上的衣服揭开 挨紧身去 虽觉得这人身躯较大 也并不介意 这个人睡得很熟 细看 神情姿态和自己意中人明显目瞳 才知道认错了人 吃惊之鱼 不免心生气恼 他想 这女子若知道我是认错了人 会笑我太傻 而且势必生意 但若丢开了她 出去找寻我的意中人 她要是坚决地回避我 又会遭到拒绝 落得受她奚落 因此想到 睡于此处的人 何况黄昏时分 灯光之下 曾经窥见过 那么事已至此 就算是上天赐予 将就了吧 这宣端获好半天才醒来 她见了身边的这一人 感觉有些意料外 吃了已经 茫然不知所措 但她来不及细想 既不轻易迎合 表示亲呢 也不立即拒绝 言辞痛斥 虽是情窦初开而不知事故的厨女 但一贯生性爱好风流 也并无羞耻或狼狈之色 这原是公子原想隐瞒自己姓名 但又一想 如果这女子事后一寻思 明白真相 自己倒关系不大 但那无情的意中人空缠 一定会畏惧流言 因此忧伤悲痛 倒是对她不起的 于是不再隐瞒 只是捏造了缘由 花言巧语地告诉她说 我曾两次以毕凶为借口 前来塑业 都只为寻找机会 向你求欢 此言荒谬之极 若是身通事理之人 便不难凿穿这谎言 这宣端货虽然不失聪明伶俐 毕竟年纪尚幼 不懂得世事人心险恶 原氏公子觉得这女子 并无可憎之处 但也不怎么牵扯人心 逼人心动 那个冷酷无情的空缠 仍在她心中 她想 说不定她现在正藏在暗处 言口讥笑我愚蠢呢 这样固执的人 真是世间少有的 越是如此 她越是想念空缠 但是现在这个宣端货 正值方陵 风骚放浪 无所晦记 也颇能逗人喜爱 她于是装作多情 对她轻许诺言 说道 有道是洞房花烛 风光好 不及私通性伪浓 请你相信这句话 我只是顾虑外奸 谣传平时不便随意行动 而你家父兄等 恐怕也不容许你此种行为 那么今后将必多痛苦 但请你不要忘记我 我们令你重逢佳期吧 说得情真意切 若有其事 宣端货毫不怀疑对方 天真的说道 是啊 叫人知道了 怪难为情的 我不能写信给你吗 原氏公子道 此事不可叫外人知晓 但若叫这里的殿上 侍同小君送信 是不妨的 你只需装得无事一般 说罢起身欲趣 但看见一见单山 猜想乃空缠之物 便拿着她溜出了房间 睡在附近的小君 因心中有事 自然不曾熟睡 见原氏公子出来 立刻醒了 公子便催他起身 小君将门打开 呼听一个老侍女 高声问道 那边是谁呀 小君极讨厌他 不耐烦答道 是我 老侍女说 三更半夜的 小少爷要到哪里去 他四方 一不下 跟着走出来 小君简直憎恨至极 恶声答道 哪也不去 就在这里随便走走 暗中连忙推原氏公子出去 事实天色半明 小月当空游自明朗 清灰变洒各处 那老侍女 忽然看见月色中的 另一个人影 又问道 还有一位是谁 是民部姑娘吧 身材好高大呀 无人回答他 这叫民部的侍女 个头甚高 常被人拿来取笑 他以为是民部 陪了小君出去 追着眸眉不休道 一谎言 小少爷竟长这么高了 说着 自己也走出门来 原氏公子窘迫异常 又不便叫着老侍女进屋去 便只得再过狼门口 阴暗处站住 老侍女向他这边走来 自顾诉苦 今天该你值班 是吗 我前天肚子痛得厉害 下去休息了 可昨天又说人手少 要我来伺候 我肚子好痛啊 回头见吧 便往屋里走去 原氏公子虚惊异常 好容易脱身而去 他心中渐渐后悔 想到这般形势毕竟是轻率而危险的 从此便不敢大意了 二人上车 回到本游二条院 谈论昨夜之事 公子称赞小君颇有心计 又怪空缠狠心 亦是心中气愤难平 小君默默无话 也觉难过 公子又道 他如此看清我 连我自己也讨厌我这个身体了 即使有意避开我 不肯和我见面 写一封信来 话语亲切委婉些 总可以吧 把我看得 连一遇见那个老头子 也不如了 态度愤愤不平 但还是拿了那件草衫 宝贝似的 放在自己的衣服下 方才就寝 他叫小君睡在身旁 满肤怨言 最后硬着心肠道 你这个人虽然可爱 但你是他的兄弟 只怕我不能永久照顾你呢 小君听此话 自然十分伤心 公子躺了一会 终不能成眠 干脆起身 教小君取笔宴来 在一张槐纸上奋笔集书 直书兄义 似无意赠人 一袭缠衣香油载 毒丝人甚可怜 但写好之后 又叫小君揣上 要他明天给空缠送去 忽然又想到那个宣端货来 不知他现在想些什么 便觉得有些可怜 但思虑再三 还是决定不写信给他的好 那件染着心上人体香的单衫 他便真藏在身边 不时取出来观赏 第二日 小君回到鸡一首家里 空缠正等他里 一见面便劈头痛骂道 你昨夜干的好事 虽侥幸被我逃脱 这样也难避人耳目 如此荒唐 真是可恶之极 像你这种无知小儿 公子怎会看中你呢 小君面有愧色 但在他看来 公子和姐姐两人都很痛苦 也只得将那张急袭 抒发感怀的怀旨 取出来送上 空缠此时愚怒未消 但还是借过信来 读了一遍 想到 我那件单衫早已穿旧了 实在是很难看的 便觉得有些难为情 当下心烦意乱 胡思乱想起来 却说那宣端获昨夜 遇此意外之事 兴奋之余 修答答回到自己房中 这件事无人知晓 又找不到 可以谈论之人 只落得独自沉思 浮想联篇 他心情激动 盼望小君替他拿信来 却又屡屡失望 但心里并不怨恨 袁氏公子的费力行为 生性爱好风流的他 如此徒劳无益地 思前想后 未免觉得有些寂寞无聊 至于那个空缠呢 虽说他有些绝情 心如古井之水 目波不星 但也深知袁氏公子 对他的爱绝非时的 好色之举 由此想到 如果是当年自己 未嫁之时 又会是怎样一番情景呢 但如今是已到此 也无可追悔了 想到此处 心中痛苦不堪 就在那张怀纸上提示道 陆宁禅一众 身归无人治 恨山长见诗 愁思应告谁 第四章 西岩 话说是年夏天 元氏公子 常偷偷到六条去优惠 有一次经过五条 中途歇息 想起住在五条的大氏儒母 这儒母曾患的一场大病 为祈愿早日康复 便削发为迷了 元氏公子决定顺便前往探望他 走进那里 见通车的大门关着 便令人去叫儒母的儿子 怀光大夫出来开门 此时 元氏公子坐在车上 乘机打量街上情景 这虽是条大街 但颇脏乱 只有隔壁的一户人家 新装着板原 板原用丝薄薄板条编成 上面高高地开着吊窗 共有四五架 窗内帘子洁白清爽 令人耳目一新 从连影监网里看去 室内似乎有许多女人走动 美丽的鹅发飘动着 正向这边窥探 不知道这是何等人家 元氏公子好生奇怪 元氏公子悠闲自在地欣赏着 因为是微服出行 他的车马很简陋 也未叫人在前面吆喝开道 心想不曾有人认得他 便不甚在意 他坐在车中 看那人家 宝板边城的门正敞开着 室内并不宽身 极为简陋 元氏公子觉得有些可怜 便想起了古人人生处处 极为家的诗句 然而又想 玉楼金屋不也一样吗 正如这板原旁边长着的鸡草 猪猪翠绿可爱 绿草中白花朵朵 白得其乐迎风招展 元氏公子不禁引道 花不知名分外叫 但听得随从禀告 这白花鸣角西眼 这种泼似人鸣的花 惯常在这般肮脏的墙根盛开 看这一带的小屋 确实进阶破烂 参次简陋 不堪入目 在此屋墙根旁便有许多自顾开放 元氏公子叹道 这可怜的薄命花 给我摘一朵来吧 随从便寻了开着的门进去 随便摘了一朵 正在此时 里面一扇雅致地拉门开了 一个穿着黄色生圈长裙的女童 走了出来 向随从招手 她拿着一把白纸扇 香气袭人 对随从道 请将她放在这白扇上献去吧 这花柔弱娇嫩 木可用手拿的 就将山交于她 这时正好怀光大夫出来开大门 随从便将放着花的扇子交给她 要她献给元氏公子 怀光惶恐不安地说道 怪我糊涂 竟一时记不起要是所放之处 到此刻才来开门 真是态势离场 让公子屈尊 在这等脏乱的街上等候 实在 于是连忙叫人 把扎子赶进门去 元氏公子下得车来 步入室内 适时怀光的哥哥阿图里 妹夫三合手和妹妹借在 见元氏公子光临 都觉得万分荣幸 极极惶恐致谢 做了尼姑的儒母也起身相迎 对公子道 妾身老矣 死不足惜 然耿耿于怀的 是削发之后 无缘会见公子 实为汉氏 因此老而不死 而今 姓蒙佛力加身 去皮炎年 得以拜见公子光临 此生心愿足矣 日后便可放怀 静修 等待佛主召唤了 说吧 落下泪来 元氏公子一见 忙到 前日听的妈妈身体欠安 我心中一直念叨 如今又闻削发为泥 顿入空门 更是惊诧悲叹 但愿妈妈身安体态 轻松不老 得见我升官进爵 然后无牵无挂地 往生九品净土 若对世间上有牵挂 便难成善业 不利于修行 说吧 已是泪流满面 大凡如母 惯常偏爱自己喂养的孩子 即使这孩子有诸多不足 也尽可容忍 反而视为实权实美之人 何况此等高贵美貌的 元氏公子 如母自然更加觉得脸上光彩 自己曾经朝夕 尽力侍候他 看他长大成人 这种高贵的福气 定是前世修来的 因此眼泪流个不住 如母的子女们 看见母亲做了尼姑 还啼啼哭哭 这般没完没了 怕元氏公子看了难受 于是户地眼色 嘟嘴表示不满 元氏公子体会如母 此时的心情 钟情地说道 小时疼爱我的母亲 和外祖母 早谢人世 后来抚养我的人虽多 但我最亲近的 就只有妈妈你了 长大成人之后 因为身份所限 不能随心所欲 故而未能常来看望你 如此久不相见 便觉百般思念 心中很是不安 古人云 但愿人间无死别 真是这样啊 他如此安慰道 情真意切 不觉眼眶湿润 泪水和衣箱飘洒洋溢 先前上抱怨母亲的子女们 一见这般情景 也都感动得落下泪来 心想 做此人的乳母 的确大不一般 倒真是前世修来的礼 元氏公子 当下清僧众在做法事 祈求佛主保佑 临别 又叫怀光点起指竹 取出西盐花的人家 送他的白膳 仔细端详 但文芬芳扑鼻 似带着主人的衣箱 直令人爱不释手 善面上的两句提示 也极为潇洒活泼 正言明露荣光艳 定是依人驻骂来 似信首年来 但又不识优雅 元氏公子心中暗暗称奇 顿觉性为盎然 忍不住对怀光说道 这西林是哪一家 你打听过吗 怀光心想 我这生子的老毛病又犯了 又不便说破 只是若无其事地回答道 我到这里住了五六天 因家有病人须尽心看护 不曾有心思探听邻家之事 公子心中不愿 说道 你以为我心存非分之想吗 我只不过想问问这扇子之事 你去找一个知情的人 打听打听 怀光遵命 问了那家的看门人 回来向公子报道 这房子的主人是杨明介 听仆仪说 他们的主人到乡下去了 他妻子年轻好动 姐妹们都是妇人 便常常来此走动 更详尽的 我这座仆役的就不知晓了 袁氏公子暗自揣摩道 如此说来 这扇子定是工人的 这首诗 大概也是其熟练的得意之作吧 又想 这些并非高贵人家的女子 素昧平生 却这般富诗相赠 可见其心思也甚为可爱 我倒不能就此措施良机了 生性多情的公子 已是情心蒙动 遂在一张 怀纸上即兴提诗 笔记却不似往日 暮色苍茫若彭山 西言相隔安能吗 写吧 便教刚才摘花的那个随从送去 却道 那人家的女子 并不曾见过袁氏公子 只是看她侧影 便推想容貌出众 所以提示于善赠她 期望得到回复 却迟迟不见回音 郑觉姓魏所然 忽见公子派人送诗而至 历史喜悦不已 独霸 众人便商量如何作答 然众口不一 难以定夺 随从等不耐烦 空手而归 袁氏公子一行人将火把遮暗 悄悄地离开了如母家 路过林家时 剑吊窗已经关上 从窗缝露出来的灯光 照在街面上 十分幽暗惨淡 来到六条的底宅 顿觉令氏一番景象 满眼奇花秀木 其整耐看 住处优雅贤静 那六条妃子的品貌 更非寻常女子 所能及的 已知公子一到此地 竟将那强根西岩之事 望了个一干二净 第二日 待日上三干 方迟迟动身 走在晨光中的公子 目着朝阳 滋容异常动人 实不愧是人之美誉 归途中 经过那西岩花的窗前 往昔多次路过 熟视无睹的事物 而今却因膳上提失 格外牵扯公子的心思 他寻思道 这里面住的人 到底如何呢 此后每次探望六条 往返经过此地 必然留意这户人家 几日后 怀光大夫前来参见 先说道 四处求医 老母病体始终未见痊愈 如今方能抽身前来 甚是失礼 如此客套之后 便来到公子身边 悄悄报道 前日仆受命之后 最找的一个知情的人 详细探问 谁想 那人并不十分熟悉 只说五月间 一女子秘密到此 其身份 连家里的人也保密呢 我自己也不时从避风中窥探 但见侍女模样的几个年轻人 穿着罩裙来来往往 便知这屋子里 有要侍候的主人 昨日下午 趁夕阳返照 屋内光线明亮之际 我又窥探邻家 便见一个坐着写信的女子 相貌好生漂亮 她陷入沉思 似有心事 旁边的丫鬟也在偷偷哭泣 都清晰可见了 原氏公子听得怀光沉述 微微一笑 心想再详细点就好了 怀光此时想 主子正直青春年少 且荣资俊美 高贵无比 乃天下众多女子 所期盼的意中人 躺无色情风流雅去之事 也未免美中不足吧 世间凡夫俗子 微不足道之人 见了这等美人尚且目涉呢 于是又告诉公子道 我想或许能再探的些消息 便接了心思 寻了个机会 向里面送了一封信去 立刻便有人 写了一封信给我 文笔秀美熟练 非一般女子所述 恐这里面 具有不寻常的年少佳人呢 原氏公子说 你就再去求爱吧 不知道个底细 总是叫人不慎安心 心想这西岩花之家 大概就是前天雨夜品瓶中 所谓下等的下等 左码头所谓不足道的那一类吧 然而其中 或许大有诸遇可措 给人以意外惊喜呢 他觉得这道事件颇有趣味的事 却到冷淡至极的空缠 竟不似人世间有情之人 原氏公子每每念及 心中就畅恨不已 就算我那也有所冒犯 若他的态度温顺柔美 尚可由此决绝 但他那么冷淡强硬 倘若就此退步 怎能心甘 直交他始终无法忘记那空缠 其实原氏公子 先前并不在乎这种平凡女子 只是那次雨夜品瓶之后 便产生了想 见识世间各色女子的念头 也就更加广泛留意了 可以想到 那个宣端货 还在天真的等待着他 就觉得可怜 唐死世 被那无情的空缠致晓了 定会遭到耻笑吧 于是心中不安 倒想先弄清了 空缠的心思再说 正巧 那一向界有事 从任职的到京城来了 此人出身高贵 虽然成了海船 旅途饱受风霜 脸色有黑憔悴 让人看了不甚舒畅 但眉宇间仍不适清秀 仪容俊美 浊然不俗 他先匆匆来参见 袁氏公子 向他谈起 一玉元的种种趣事 袁氏公子 本欲了解当地情况 比如玉曹 究竟有多少等琐事 却因心中有事 终究无心多问 他面对一玉界 浮想连篇 心中不免自责 面对如此忠厚的长者 胸中却怀着些卑鄙念头 真是羞愧 这种恋情时事 不该常再想到 那天左马头的凯探 正是句子而发 便越发觉得 对不起这个一玉手了 仿佛这无情的空缠 也有了可谅解之处 一玉手告诉袁氏公子 此番进京 是为操办女儿 宣端获的婚事 然后将携旗 共赴任职地去 袁氏公子听得这般 心中万分着急 带一玉手离去 便与小军商量道 我想再和你姐姐会面一次 你能设法否广小军下 即使姐姐有此心思 偷偷优惠孔也不易 况且他认为这姻缘 与自己不相衬 孔丑闻流传 早就断了念头 而空缠呢 倒觉得袁氏公子 就此和他决断 将他遗忘 多少有些索然悲哀 所以 每逢写回信时 他总是尽量措辞婉转 词句也尽量附庸风雅 甚至配以美妙的文字 以使袁氏公子 仍觉可爱 尚可留恋 这样 也微实实的袁氏公子 一方面恨他冷酷无情 一方面又愈发忘不了他 至于那风流女子宣端货 虽然嫁了丈夫 身份已定 但谁知他的态度 仍是钟情于他的 因此尚可放心 以致袁氏公子 听到他结婚的消息 也并不十分在意 十年秋天 袁氏公子日思夜律 心烦意乱 连左大臣魏宅也久不光顾 弄得魁姬更是怨恨 而六条妃子呢 开始时并不接受公子的求爱 却终于被公子说动了心 两人开始频频优惠 却不料公子随即态度胜变 对他疏远起来 令六条妃子毫不伤感 他想 以前他是一往情深的 如今为何如此呢 这妃子倒也深谋远虑 洞察势力 他想起两人年龄悬殊 太不想陈殴 深恐世人谣传 如今两人为此疏远 更觉痛心难当 袁氏公子不来的日子 一人孤装独寝之际 便忍不住 左思右想 时时悲愤叹息 难以入眠 早晨 朝雾弥漫 袁氏公子被侍女早早催促起身 睡眼星传 长须短叹地走出六条底宅 侍女中将打开一架格子窗 又撩起围屏 以便女主人目送公子 六条妃子抬起头来看着门外的袁氏公鱼 只见他正观赏着庭院中色彩缤纷的花草 徘徊不忍离去 姿态神情 优美伤感 妙不可言 公子走到廊下 中将陪着他出来 这中将穿件十星裸裙 颜色为担子面蓝李子硬衬 腰身瘦小 体态轻盈 袁氏公子频频回顾 便叫他在庭盘的栏杆边小坐 仔细欣赏他美妙娇俏的风姿 和柔顺锤尖的美发 心气飘动 好一个绝带佳人 趁势口战道 花色虽退中难弃 欲折朝延 因受难 银霸捏住了中将的手 一往情深地望着他 中将银师也小有名气 便答道 招勿未尽催架发 莫非明花流心谁 他心灵机巧 此时巧妙地将公子的诗意 赋予主人了 侍逢一个面目清爽的男童 媚态可居 仿佛是为这场面特赦似的 正穿行于招勿中 分花拂柳 任凭露珠便诗群聚 寻了一朵朝延 奉献给原氏公子 这情景恍若话中 村野农夫等不善情趣之人 尚且选择在美丽的花木音下休想 因此 那些贱或得以一睹原氏公子 风采的人 无不一见倾心 思量自己的身份 若家有姿色可观的爱女或妹妹 定要送与公子做侍女 也顾不得卑贱的身份了 那侍女中将 今日有幸 蒙公子轻回赠世 驾之公子绝世俊秀之姿 稍稍解得风情的女子 都不会将此视为寻常 他正盼望着公子朝夕光临 与他尽情畅谈呢 此事暂且目提 话说 隋光大夫自从凤原氏公子之命 窥探林家情状 便尽心竭力 颇有收获 因此特来报告公子 他说道 林家的女主人是何等样人 竟不可知 其行踪十分隐秘 断不让人知道来历 倒是听说其寂寞无聊 才迁居到 这项南开吊窗的漏屋里来的 若是大街上车轮滚动 那些年轻侍女们就出外打探 有时 一主父母样的女子 也悄悄火了侍女们出来 远远望去 其容颜俊俏 非同一般 那天 大街上响起开路喝道声 一辆车及时而来 一女童窥见了 连忙进屋道 又进大街 快来瞧瞧 中将大人经过这里呢 只见一个身份稍高的侍女出来 对女童执白手 叫小点声 又说 你怎知是中将大人呢 让我瞧瞧便与窥看 他急急忙忙地往外赶 不料依据被乔板桥 绊住跌里跤 险些翻下桥去 他傲丧地骂道 该死的葛城神仙欧架的桥多糟 于是幸未索然 车子里的头中将身着便服 带了几个随从 那侍女便指着道 这是某某 那是某某 而那些正是头中将的随从和带同的名字 袁氏公子问道 果真是头中将吗 当下寻死 这女子莫不是那碗头中将所言及的长妇 那个令她依恋不舍的美人 怀光剑公子对此颇感兴趣 又乘机报告道 老实说 我为此在这人家熟悉了一个侍女 如今已是十分亲密 对这家的情况已全然知晓了 其中一个模样 语气与侍女一般的年轻女子 竟是女主人呢 我在她家串进串出 装着一无所知 那些女子也都守口如瓶 但仍有几个年幼的女童 在称呼她时 不免露些马迹 没于此 她们便巧妙地搪塞过去 真似这里无主人一般 实在可笑互说着自己 也忍不住笑起来 袁氏公子觉得此事新鲜 说道 额个时机去探望如母 趁此我也窥探一番 心想 前次赞助六条 戏就那户人家家中排场 并不奢华 也许就是左马头所比弃的下等女子吧 可这样的女子中 说不定有意外的可心人呢 怀光向来 对主子言听计从 自身又好色恋情 自然不愿放过一切机会 于是绞尽脑汁 往来游说 最终成全了主子 与这主人优惠 其间细节 全且不表 对这女子的来历 原是公子中不能得知 便将自己的身份也隐瞒起来 他穿着粗陋 徒步而来 不似乎日那样乘车骑马 以掩人耳目 怀光心想 主子今儿是有些反常了 只得让公子乘自己的马 自己跟在后面 不免感到懊恼 便读喀道 我也是多情的人 却这么寒酸 叫一中人见了 岂不难堪 原是公子 小心谨慎 只带两人随网 一个是那天 替他搞吸盐花的随从 另一个 则是从未露面的童子 仁孔女家知晓瑞迪 连大部亭姆家 也不敢贸然造访了 那女人不能知道 原是公子身份 也好生奇怪 百思不小 每逢使者送回信时 便派人跟踪 天亮 公子出门回宫时 也派了人 探视他的去向 推测他的住处 无奈公于积警 终不能探得抵失 尽管如此 他仍是毫无就此舍弃之意 仍是忍不住前去优惠 有时也感到未免过于轻率 一番悔痛后 仍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 男女之事 即使如何谨言自首 也难免没有一软情迷之事 原是公子 虽然处处小心 谨慎行事 但此次 却感到极为惊诧 早晨刚与这女子分手 便思念慕已 而至晚上会面之前 已是心急如焚了 同时又自我安慰 许是一时新鲜罢 他想 此女浪漫活泼 由于而沉着 稳重不足 又非纯真处女 出身一身低微 何以如此令我牵肠挂肚呢 四肢再三 也掘目可理喻 便越发小心谨慎 一身粗陋的便服 连面孔也遮了起来 令人看不清楚 夜深人静之时 在偷偷地潜入这人家 情形如同就小说中的狐狸精 虽然在黑暗中 也能觉察他优越的品貌 但吸眼 洞中郁家疑惑 常常恐惧悲叹 他想 这人究竟何样 想必是林家 那个好色之徒引来的吧 他开始怀疑怀光 但怀光却洋装糊涂 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把个吸眼弄得莫名其妙 暗自愁思烦闷 这边原氏公子也颇烦恼 这女子不轻易显露 装着信任于我 使我放松警惕 有朝一日城市逃离 教我如何找寻 何况哪一天 谦别这暂住之地 也莫长不可能 倘是无法找到 就此情段 春梦一场 倒也妥善 但原氏公子左思右想 断然不肯就此罢休 有时为必然耳目 便忍下思念 一人孤装独寝之夜 免不了提心吊胆 忧虑悲愁 仿佛这女子夜间便会逃走 于是定下决心 此事尚需一不做 二不休 将她迎回二条院吧 就是泄露出去 也已成定事 奈何不得了 从不曾如此牵挂 怕真是前世定下的姻缘 如此一想 她便对西言道 我想带你去一处舒服的地方 我们可以从容交往 西言道 话是如此 你古怪的行径 令我有些胆怯呢 语调天真烂漫 无甚掩饰 原氏公子倒也认为在里 便笑着远他道 我们两个总有一个是狐狸精的 全当我是狐狸精 这就迷惑你吧 甚是亲见 西娥便放心地依了他 原氏公子终觉如此 不甚何于情理 但念及这女子的诚心 与百般柔顺 便又生出传乡西域的感情来 她常常怀疑他 即是头中将所说的长下 也竭力回忆那夜头中将的描述 她觉得这女子隐瞒自己的身份 自有其理由 所以不予穷究 她推想他的心态 却并无讨隐之意 如果慢待了他 也就不可知 但如今则可以安心了 于是转而一想 假如我稍稍看重其他女子 她会如何 这也许很有趣理 八月十五夜 清风轻浮 明月高挂 月光透过板房缝隙 一道一道投射房中 原氏公子不曾见惯这等景象 觉得充满奇情义趣 天快亮时 邻家的人相继起身了 隔着板壁 几个庸碌的男子 高声大气地谈话 一人叹息道 这样冷的天气 今年生意恐不大好呢 这鬼地方 到处不成各样 真让人担心的 喂 北林大哥 我记 这些贫民为了衣食 早早便起身容作 嘈杂之声饶尔 西燕觉得有些难堪 若他贪慕虚荣 住在这种地方 定会觉得陷入泥坑 而苦不堪言 好在他宽宏大量 纵有痛苦与悲哀 或受人耻笑 也并不介意 如此达官而超然 以致外界的嘈杂混乱 并不能影响他的心绪 再则 既已身处此境 休寨 厌恶也是无用 倒不如目露声色 随遇而安 外面春迷的声音 似乎就在耳旁 比雷霆还响 大地也为之震动 原氏公子从未听过 这等烦躁之声 另有一些杂乱的声音 时轻时重 从四面传来 剑杂一两声寒咽的鸣叫 哀愁凄凉 扰人清梦 叫人忍无可忍 原氏公子住在靠边的一个房间 早上起身之后 他亲自开门 和西俄一同出去观赏景色 这庭院侠屁 挤杆 弹竹消疏人力 花木上的露珠 与小月相应 晶莹透亮 与宫中无别 秋虫的烟鸣声散漫各处 原氏公子 记得在宽广的宫中 连臂间的蟋蟀声 听来都遥远 如今 这些虫声如在耳边 他便觉得有些难受 只因对西岩格外恩爱 这些不快都暂且削减了 西岩此时身着白色夹衫 外照柔软的淡紫色外衣 装束胶艳却不华丽 体态轻盈秀美 表面看去 似乎并无出众之处 但言语间 总让人万分怜爱 实在是个可心的人 若是再刚强些 就最好不过了 原氏公子 想无牵无挂地唱谈 便对他说道 我们现在到附近一个 能够开怀唱谈到 明天的地方去吧 老呆在这里 苦闷得很 西岩平静地说着 这样莫免太聪促了吧 原氏公子便与他立下 山盟海誓 定了来世之约 西岩才真心真意 坦诚相待 态度天真如小女孩 当下原氏公子 也顾不得人言可畏了 立即吩咐侍女 又尽叫随从 将车子赶进门来 别的侍女虽感不安 但知这原氏公子 与主人的爱情 一乎寻常 也就信赖他 由他将女主人带走 天色威明 沉寂尚未提叫 万来俱寂 指几个山僧之类 老人的诵经声 清晰可闻 想必这些老人 是在为朝山进乡 预先修行吧 原氏公子想象着 他们不停地 跪拜祈福的辛苦模样 很是可怜 心中道 人事无常 如朝露一般 为何贪婪地 为自己祈求不止 那户正在响时 忽听的一片 难无当来 导师弥勒菩萨之声 随即便是跪拜的响声 公子大受感动 对西言说道 你听 他们不仅为此生 还为来世修行呢 于是口战道 君英孝此幽婆赛 莫忘来生 誓愿身 誓愿同生 在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之后 弥勒菩萨出世之时 这蒙曰 金西言觉得 万分语重心长 便答道 此身为基前生福 何以七数后誓愿 听来令人不甚惬意 事实小月即将息坠 西娥不愿贸然乘车去莫名之地 一时犹豫不决 袁氏公子不停地劝慰怂恿 催促启程 此时月亮引入云中 天已见谅 景物摩额 袁氏公子按立在天位大量前匆忙上道 情急之下 便轻轻地将西娥抱上面 命又尽相伴 驱车出门 不多时 车子来到了离西言家不远的一所宅院门前 停下来 教授怨人开门 趁着间隙 公子环顾四周 只见鹿荒草野 古墓参天 阴森森甚是吓人 云雾绕绕 弥漫车帘 浸润了衣媚 袁氏公子对西言说道 从未经历此种景象 真含人心肺力 正是 披行戴跃士 而惊出相问 古来有野客 能解此情无 你见过此景吗 西言修搭搭的引道 此山隐落月 山明未可至 碧落当已尽 顿然方姿隐 我害怕呢 袁氏公子推想 这景象如此阴森可步 许是因为自己 长居皇室 如今这么一改变 到此十分有趣 车子停在西乡前 解下牛 将车员搁在栏杆上 袁氏公子等人便坐在车中 等候打扫房间 侍女又近对此大为惊异 暗自回忆女主人 与头中将私通时的情形 从守院人四处奔忙 殷勤服侍的态度 依稀可见袁氏公子的身份 又近已有所悟了 天色渐明 远山尽数 依稀可见 院宅已打扫清爽 袁氏公子 这才下得车来 步入室内 这守院人是公子亲信的家臣 曾经在左大臣临上做事 此刻他走近公子道 当差的人都已离去 恐不方便 我去招呼几个属手来吧 袁氏公子说道 我是故意选了这僻静的地方 万不可让外人知道 这守院人便慌忙去备伴早舟 因人手不够 终显得张簧无策 而袁氏公子呢 第一次在这破落荒凉处旅居 倒颇绝新鲜 所以除了滔滔不绝地和西岩谈情说爱 便无所事事 二人稍作歇息 接近中午 方才起身 袁氏公子随手将格子料打开 只见庭院树木丛生 寂寥无人 一派凄凉 院中的些许花草 也已衰弱无力 持种水草枯萎凌落 满眼都是萧条的哀求 那边的离屋里仿佛住着人 然而距此甚远 袁氏公子对西岩说 此地人烟绝节 很是荒凉 若是有鬼 也无法奈何于我吧 其实他仍眼着脸 西岩看了 有些不悦 袁氏公子暗想 亲密若此 还这般遮遮掩掩 真是不合情理 便因诗道 路中西岩一首笑 当初邂逅接应缘 那日提写在扇面上赠我的诗 有西岩名陆容光艳的句子 如今我露了真面目 你当如何广西岩斜斜地 瞟了他一眼 低声淫道 艳艳容光当慢道 唯恐黄昏看不清 一首一曲平平的诗 但袁氏公子 听了却别有趣味 此时他与西岩推心致富 互数中长 将那绝世的优美风采 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原本就荒凉的野景 仿佛因此更为失色了 他对西岩说道 你一向隐瞒着身份 颇令我生气 故而也不将实情告知于你 如今我做的榜样 开诚布公 你总该告诉我了吧 一味如此 很让人烦闷呢 西岩达道 怎才能向你道清呢 我这个无家可归的流浪 一副娇艳模样 袁氏公子说道 这便无可奈何了 也不可怪你 是我先对你隐瞒的 两人戚戚怨怨 情真意切地度过了这美妙的一日 怀光寻得此地 给公子送了些果物来 但又怕又尽取笑 便不敢贸然走进去 但见公子为这女子 竟藏身这种地方 真是忍受不住 怀光尽而猜想 这女子一定美貌非凡 便不免有些懊悔 心想 本来应该数我 现在让羽公子 我的气量也够大了 薄着时分 袁氏公子百无聊赖 眺望着远方 西岩闲室内光线太暗 感到惧怕 就来到廊上 卷起带子 躺在公子身边 两人脸对脸 四目注视 夕阳将他们的脸照得红亮亮的 此时的西岩 在这莫名的情景中 竟忘却了一切忧思 表露出无限的柔情媚态 因周围景况 令他胆怯 便终日依附公鱼 宛如小鸟依人 也实在是楚楚可灵 袁氏公子于是提早 关上格子FJ 换人点了灯 他怨恨地说道 我们既为伴侣 理应真心相待 你却仍有所虑 真使我伤心 猛然间他又想起 父皇一定在找寻我了吧 使者们找得到才怪呢 寂面又想到 我爱这女子到如此地步 甚是稀奇 长久没去探望六条妃子 她该不会恨我吧 但又不能怨她呀 恋人之中 六条妃子总是第一个 令她怀面的 但眼前这女子美好可爱 令人垂怜 便冲淡了六条妃子的影子 公子开始在心中将两人频频 对六条妃子的思念 也就有些削减 将夜半时 袁氏公子裁员托人睡 恍谢间见一美丽女子坐于枕旁 幽怨地说道 当初为你少年英俊 便珍惜爱恋 哪知你心中无我 却陪了这个下贱的女人 这般无情无义 只把人气死也 说罢 便动手来拉伸旁的吸眼 袁氏公子心知着了梦魔 强睁开眼 见四周漆黑一片 只觉阴气逼人 忙取出佩刀放在身旁 叫醒幼静 这幼静也很胆小 寻衣到公子身边来 公子说道 邻居唤醒过狼里的 直肃人点指竹来 幼静心中害怕 说道 四周一片漆黑 叫我怎么赶出去呢 公子强笑道 你真似个小孩子 说着拍起手来 四臂相继发出空空的回声 反而更加吓人 却没有一个直肃人听见 指着吸眼浑身站立 早眉的言语 确实是痛苦不堪 一身冷汗后 已是掩掩一息了 幼静心痛道 小姐素来胆小 沾点小事 就已魂飞魄散 别提现在有多难受呢 广人士公子想 的确这样 这个人白日里 望着天空也会发呆 真可怜啊 于是对幼静说道 你且护住小姐 我自去叫人吧 带幼静走到西岩身边 袁氏公子使从西面的边门走出去 打开过廊的门一看 灯火也接西面 外面夜风袭袭 寂寂无声 直肃的三人都睡着了 其中有守院人的儿子 袁氏公子经常使唤他 一个是直电男童 另一个便是那个随从 守院人的儿子听得喊叫 音声起坐 公子说道 拿纸竹来 教随从赶快明闲 不要停止哦 此地人既稀少 阴森可步 怎可如此放心大睡 听说谁光来过 此刻在何处 年轻人答道 他来过的 只因为有公子吩咐 便回去了 说是明日清晨来迎接公子 这守院人的儿子 是宫中禁卫武士 善于明闲 他一面拉宫 一面叫喊 火烛小心 寺下里巡视 听得这熟悉的鸡弦声 袁氏公子不禁想象宫中 此刻巡夜人可能已经唱过鸣了 禁卫武士名闲 正当此时呢 如此想来 此夜上早便回到房间 暗中打量 西岩依然躺在床上 又进俯伏在他身旁 袁氏公子说道 为何这般胆小 荒郊僻野 狐狸精之类的东西固然可怕 但有我在 也不至如此惊慌的 便使劲把又进拉到身边 太吓人了 心里直抖 才处伏在地的 不知小姐现在可好些了 又进说道 惊魂未定是的 公子道 哎 怎的 暗中摸了摸西眼 已经没有了气 摇摇身子 更觉四肢软弱无力 神志不清 袁氏公子想 赖妖怪迷住 他也太置气了 然而 虽是心急如焚 又实在想不出办法来 那个禁卫武士把纸竹送来了 又进早已吓得贪软如泥 袁氏公子便把旁边的围瓶 拉了过来 把西岩的身体遮住 对武士说道 把纸竹给我拿来 然而 武士恪守规矩 不敢进前 只在门槛边站住 袁氏公子说道 拿过来些 真是呆子 烛光中 四觉刚才那个梦中美女 就坐在西岩身旁 但请客间便又无影无踪 袁氏公子想 以前只在小说中 见过这样的情景 如今却亲眼目睹 好生吓人 不知西岩究竟情况如何 脑子里乱哄哄的 不知所措 想了一想 就在西岩身旁躺下 轻声呼唤 哪只西鹅已经浑身冰冷 相消欲允了 袁氏公子顿绝精疲力竭 孤苦无助 不知如何是好 要是有一个能除妖降魔的法师 该多好啊 然而法师又何处可寻呢 自己虽然年轻气盛 毕竟阅历浅薄 眼看着西岩先去 却无计可施 叫人怎不心痛 于是 只一味地将他抱在怀里 呼打枪地 可爱的人 你活过来吧 凡忍心抛下我 然而 西鹅的身体已经冰冷 终是与死人无别了 又进早已晕倒 此时突然睁开双眼 放声大哭 袁氏公子想起了 从前某大臣 在南殿驱轨的故事 情绪就好了些 对又进说道 现在像是断气了 但不会就这样死去 夜里哭声会惊动他人 你要克制才是 然而这件事来得太突然 他也不知如何是好 最后叫来那个武士 说道 出怪事了 有人被鬼迷住 你赶快派人去找怀光大夫 叫他快来 再悄悄告诉他 如他哥哥阿格里也在 便一同来 不要让他母亲知道 以免他干涉 他尽力掩饰着悲痛 吩咐完武士 其实早已无法自持了 人亡有可哀 惨境更难熬 夜半风急 松涛阵阵 不时还夹带一两声 怪鸟的惨笑 可能是猫头鹰吧 袁氏公子在这寂静无声的夜色里 思前想后 我竟鬼使神拆到这等 荒僻之地来投诉 但悔之晚已 又进已经神志不清 多瞟着紧紧围在 袁氏公子身旁 如同死去一般 袁氏公子 麻木地把又进紧紧抱住 想 难道他也不行了 这时屋里指袁氏 公于一人还像个活人 但他束手无策 灯光摇曳惨淡 映照着正屋边的屏风 和各个角落 仿佛背后传来客风的脚步声 袁氏公子想 怀光啊 你早些来吧 但这怀光漂泊不定 使者四处找寻 直至东方玉晓 这段时间 在袁氏公子看来 简直度日如年 终于听得一声鸡叫 袁氏公子如是重负 我前世到底做了什么年 要经受这生死攸关的磨难 莫非是我在色情上犯了大罪 逆了天理而遭报应 要使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此事如果传扬开去 宫中且不说 世人知晓 必比之下留了 想不到我现在到声名狼藉 怀光大夫终于来了 此人平常君事后在策 唯独今宵不来 而且无从寻找 袁氏公子有些厌恶 可是见了面 又没有勇气发泄 竟一时肩默无眼 又近看是怀光来了 便知他是最初的耸惠者 忍不住哭了起来 怀光未来 袁氏公子还能硬撑着 所以抱着又近 现在怀光来了 他透了一口气 哪里还忍得住 便也放声大哭起来 好不容易止住泪 对准光说道 此番怪事 是不能用言语表述的 听说诵经可以驱逐恶魔 使人复生 我想立即就办 阿格黎也一起来 行吗 怀光打道 阿格黎昨天已经回比瑞珊去了 此事真是奇怪 小姐近来贵体无恙 袁氏公子哭道 很好 他哭得气往哀怨 怀光也受了感染 呜呜地哭了起来 大凡年富力封 见识深厚的人 遇事都能临危不乱 袁氏公子和怀光大父都年轻时前 此时早已六神无主 倒是怀光略有主张 他道 首先要保密 宅院里的人知道了这事 是不妥的 守院人倒是可靠 可他的家眷就不可靠了 其次 我们要赶紧离开此地 袁氏公子道 还有什么地方的人比这儿少呢 怀光说道 说得也是 如果回到小姐屋里 那些侍女定然也会悲气不止 人多杂乱 定有人问 便免不了会传扬开去 最好到山中找个寺院 那里常常有人举行殡葬 趁人不备 我们可以悄然进去了 他想了片刻 又道 从前我认识一个侍女 后削发维尼 迁居东山那边去了 她是我父亲的奶娘 现在年事已衰 仍居故处 东山人来人往 为她处安静 此时天已渐明 怀光便吩咐背车 袁氏公子经一夜折磨 已无力抱起息颤了 怀光便将她用褥子礼好 抱到车上 她身材小巧玲珑 所以尸体并不令人讨厌 凡使人联系 那褥子短而窄 包布的全身 黑发飘散在外 袁氏公子觉得惨慕忍睹 悲痛欲绝 她坚持要陪同前往 想亲眼看着那一缕 红尘生人天际 怀光大大阻拦道 公子千万留步 趁眼下行人稀少 赶紧回二条院吧 于是 叫又进上车 伴着遗体 又将马让给袁氏公子 然后撩起衣衫 满山地跟在车子后头 出来院子 公子的悲伤之情 几近几点 令怀光顾不得自身 驱车直往东山而去 袁氏公子则若梦中一般 昏昏然到了两条院 TH条院里议论纷纷 公子到底从哪里回来 竟这般沮丧 袁氏公子竟只走进 寝台的帐墓里 移手抚胸 越发胸中梗塞 我怎不塔那车 一同前往呢 他若未死 醒过来 知道我弃他而去 定恨我是无情无义之徒 他一直刀念着 心烦意乱 胸中郁闷 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甚至觉得头晕脑胀 体内燥热 痛苦不堪 他想 真是活受罪呀 不如死了倒好 直至日上三肝之时 仍无心思起身 侍女们也不知公鱼 是为了何事 劝用早膳 目呆呆 不举快 哭丧着脸 长须短叹 此刻皇上派使者来了 原来城上 昨天早上就派使者 找寻公子下落 没能找到 做我不安 所以今天特地派 左大臣的公子们 前来询问 原氏公子便直让头中 将一人来此格连利 谈殴公子再连内说道 我的乳母 与五月重病在身 削发为你 幸得佛主保佑 方才痊愈 哪知近来又旧病复发 异常衰弱 盼望我前往探视 以求再见一面 这是我幼时疼爱我的人 在此弥留之际 如若目去 如何忍心 所以前去探视 不料 他家早有一个患病的仆人 病是危重 已病死在家 还本送出 他们顾忌我胆小 隐瞒了此事 直到天黑 趁夜幕笼罩 才把尸体送出去 此事过后 我才知晓 现在快到摘月 宫中正在忙于准备佛事 找乃不洁之身 不便贸然进宫 金尘又伤风受寒 体热头疼难忍 隔连至此 实属无理之举 头中将达到 事已如此 我立即将此又禀奏皇上 昨夜皇上顿身管弦之心 故而派人四处寻找公子 因不见下落 圣心颇感不悦 说罢便告辞 一会又回来了 问道 拿死人究竟怎样 刚才您所说的 似不可信吧 圆氏公子心中有鬼 知无其词道 所言句为实情 妄将我偶尔深蒙不洁之事 奏文事上 有所怠慢 还望海涵 他装着若无其事 其实心中已伤痕累累 心情很是烦躁 不想与人交谈 只传唤藏人并入内 叫他将深蒙不洁之情 犹如实秉奏 另外被一封信送 交左大臣服邪 信中说明因有此故 暂时不能参业 傍晚 怀光由东山归来 面见公子 由于公子已对人 宣称自己深蒙不洁 来客只得 格连相见EF 便急风退出 教室内并无他人 公子急召怀光 进入地内 问道 如何 果真没办法了吗 说着便已袖石泪 怀光也替泪说道 实在是毫无办法长 寺中停尸过酒 很是不妥 而明日却正是 遗于殡葬之期 我在那儿有一个 相识的高僧 已将有关葬仪的事情 托付他了 袁氏公子问道 同去的又近如何 怀光答道 他好像也不想活了 知一味嚷道 让我跟小姐同去吧 真是死去活来 甚至要坠言自尽 还说要将这是 告诉五条院的人 我对他百般劝慰 对他道 你暂且镇静 带把事情安排的周祥些在意 才终于没有引出事来 袁氏公子一闻此言 岂为悲伤 叹道 我也极为痛楚 不知如何处置方位上策 怀光劝道 事已至此 伤心何用 一切皆为前世注定的 这件事定然不会走漏风生 后世均由我一手办理 请公子放动便是 公子道 说得也是 我想事事均为前世所定吧 可是 我因胡行妄为 伤害了他人的性命 赴此恶名 真是痛心疾首 你千万不可将此事 告诉你的妹妹少将命妇 更不可让你家那位老尼姑查知 他平素常劝谏 我不可轻浮造次 倘若被他知道了 我定然羞惨难当 他嘱咐怀光药 守口如瓶 怀光说道 柯人自不代言 就是执行藏仪的法师 我也对他隐瞒了实情 公子感到 此人确实可靠 心里方有了几分踏实 侍女们见得此情此景 都莫名其妙 他们窃窃私语 真奇怪 到底什么事呢 说是深蒙不洁 宫中也不参业 为何又在此处叽叽咕咕 哀声叹气 至于藏仪法事 原是公子嘱托怀光道 切不可怠慢草率 怀光说道 怎会怠慢草率呢 不过也目以过于铺张 说着便于告辞 但公子一事悲从中来 对怀光说道 我如果不能如愿再见 遗骸一面 总是不得心安的 让我骑马前去吧 怀光转念一想 此事实在不妥 但无可奈何 答道 公子有此心愿 也是情理中事 但请趁早出门 天明之前必须回来 原是公子便换上 新近微型长穿的那套便服 正要出门 此刻原是公子心事重重 苦不堪言 想到夜射山路 荒险重重 不免心中回肠百转 举气不定 然而又别无他罚遣此悲哀 他想 此时不见遗骸 那得到何年何月才能相见呢 便一意思念 带了怀光和那个随从 出门登城 行至贺茂川畔十七之夜的月亮 已高悬于空 前驱所持火把更显得黯然无光 遥望鸟边野灵 那景致很是凄凉 然而原是公子今夜心有所怀 故全然无惧 一路浮想连篇 好不容易才到达东山 空山沉寂 有板屋一间 进榜一座佛堂 那老尼古与此修行 好不凄凉 屋内有佛 佛前灯光闪烁 唯听的一女子正暗自抽气 室外另有几位法师 时而交谈 时而低声念佛 各寺院出夜诵经已毙 四周一片沉寂 尚有清水四方面还灯火辉煌 参拜者袭来嚷亡 有意得到高僧 乃老尼之子 正用悲声遣诵经文 原是公子闻之 不觉涕泪纵横 入得世来 但见又近背着灯火 隔平面对西岩遗骸 俯伏在地 原是公子 何尝不知其内心苦楚 西岩遗骸 较之生前无异 且略显可爱 并不叫人惧怕 原是公子 虽握起手说道 容我再听听 你的声音吧 你我前生结下了 何等溯源 以至今世相聚日短 我对你乃一片真心 如今你却匆匆撒手西去 落得我形影相调 苦不堪言 你果真就那么 忍心广他声泪俱下 刚长寸断 众僧等皆不知此为何人 惧感动得泪流满面 原是公子哭罢 对又近说道 今便与我回二条院去吧 又近说道 我自幼侍奉小姐 形影不离 时有多年 如今匆匆诀别 别人问及小姐下落 叫我如何做他 且不知何处肯收容我呢 我的悲苦 自不代言 若外人议论起来 怪罪于我 我又如何辩解 说吧 大哭不已 一会儿又说道 还是让我同小姐一道 继续作伴吧 广源氏公子说道 这乃前生命定 怪不得你 你且宽心 听我一言 他一面宽慰又近 一面哀叹道 如此看来 我哪有心思活下去 话语凄凉 叫人心酸 此时怀光催促道 天快亮了 望公子早回 公了留恋不舍 一步一回头 终是强忍悲痛而去 夜路再到 朝雾西谷 不变东西 难时归途 原氏公子一边行走 一边回想 室内西岩遗海 其遗子如同生前 那件红衣 本为公子亲赠 现已同网 愈发觉得这溯源是如此奇特 他无力骑马 东倒西歪 全凭怀光于旁扶持 好言相劝 仍步履艰难 回之鹤帽穿低上 静滑下马来 心情甚是恶劣 叹道 上天也欲 让我回家不得 莫非我也要死于此地 怀光无计可施 心中甚是难堪 想到我当初若有主见 即使他命令我 我也绝不会带他来 但现在悔之晚已 便只得用鹤帽穿水洗净双手 向观音和掌祈求保佑 此外别无良策 原氏公子尚有自知 忠于强违称着 于心祝佛求助神求佛 借怀光之力 才回至二条院 二条院里 众人见其天明方规 借敢诧异 相互议论道 真教人难以置信 乔公子近来越发古怪了 常偷偷出门 又是昨日 那神色真让人担心啊 何必要成日东游西荡呢 言罢为有叹息 原氏公子一回家中 辩觉实在难耐 只得躺下 就此也并魔缠身 若母堪言 两三天后 身体信价雷弱 皇上一闻之此事 担心不已 便于各处寺院 进行祈祷屈病 凡阴阳道 所有平安颤 恶魔拔歇 逆教的念咒 祈祷 军皆举行 世间人纷纷谣传说 原氏公子美貌无双 这等妖野男子 大约是不足常留于世的吧 原氏公子尽管为病痛所缠 却仍难忘那个诱进 遂照至二条院 赐意相防 让其侍奉公子 怀光阴公子有病 早已六神无主 然谁有强装作态 一心照料这无依无靠之女子 已安顿其事 原氏公子病情略见好转 便召唤又剑 由其服侍 这又今不久 给予众鹏被亲近有家 随后便成了两条院中人 他身着身黑色丧服 容貌虽不甚俊美 然而实在亦无仅可击 原氏公子对他说道 身逢这番短暂姻缘 实乃今生不幸 恐性命不久 亦将离于人世 你心尽失去了相依相伴之人 定然伤怀 本欲未见 倘我仍活于世 定要倍加疼爱 唯恐我随他而去 就定会遗憾终身了 哀生戏气把话说完 就乌夜不语了 又近见状 只好尽力排除自身的忧伤 尽心照看公子 生怕有所不测 二条院殿内 众人一身为公子 病体担心 终日坠坠不安 宫中不断有使臣 往来于二条院探视病情 原氏公子 闻之父皇如此用心良苦 一觉有些过意不去 只得强作精神以表谢意 左大臣也关怀备至 每日必来二条院问病 或许是各方护理得法 公子重病二十余天后 竟日渐好转 且无不良后果令人滤记 身猛不解满三十天时 已能起床走动 尽机一一解除 身之父皇急于相见 便于世日人公败望 又赶赴宫中植宿处书警舍 休息片刻 回哪时左大臣 亲自用车子相送 病后的种种禁忌 更是千叶万主 原氏公子如梦方醒 又如获新生之感 至九月二十日 病体痊愈 面容虽瘦 风姿却不减于病前 且时常沉于想象之中 偶尔一有伤心落泪之时 见者甚为惊奇 接道 莫非真有鬼魂附身 一日黄昏 甜淡幽静 原氏公子赵又进于身旁 倾诉道 我至今难以明白 为何他借故隐其身世呢 即便真如所言 无家可归 四处浪迹 然我一片真心倾慕于他 却难得其体谅 始终这般隔膜 怎不叫人伤怀 又进答道 他为何要隐瞒到底 有朝一日 他自会将真名实姓 直言相告 只因你俩不期而遇 一见钟情 他一世坠身梦重了 他以为 您所以隐名 是因你身份高贵 又是重名誉的人 您并非真心爱他 仅逢场作戏而已 他很苦恼 故不敢告之于你 原氏公子说道 相互隐瞒 本无意义 但我的隐瞒 实属无奈 这种苟且行为 甚为世人不齿 以往从未敢涉足 况且父皇训诫在先 自己尚有重重顾忌 平日凡我所言 即我所作之事 皆会被人刻意渲染 大肆传扬 故挥槐有小心谨慎 不敢肆无忌惮 其料那日黄昏 其料那日黄昏 仅为一朵西盐花 便对那人一见钟情 难舍难分 了结了这等因缘 回想起来 这恍如好梦一醒之兆 真是可悲 反过来想 又觉甚为可恨 既因缘亦是 这般恩爱又是何苦 现已识过境迁 隐瞒时是不必要 就详尽告之于我吧 七七之内 将教人描绘 佛像送寺中供养 以祝福死者 躺姓名亦不知道 到寺中诵经之时 心中为谁回向欧呢 又近说道 识难相告啊 小姐既已隐瞒至今 如今人既已去 即便告之又有何用 且总觉有些不安 小姐自幼父母双亡 其父身居三位中将之职 是女儿这掌上明珠 只因出身微寒 无力让女儿出头 故狠欲寡花儿王 其后小姐偶遇头中将 当时她尚为少将 二人一见钟情 相见恨晚 三年以来如交似妻 直至去年秋天 又大臣家使人前来发难 我家小姐自小胆怯 受此番折腾 甚为期待 使一致西京奶娘处小住 实为躲避灾难 那里当然苦寒艰辛 久居不易又想迁到山中居住 只因今年此方不及 未必凶灾 只得与五条纳所陋事赞助 目想又巧逢公子 小姐曾因此而哀叹 小姐生性与众不同 谨慎小心 寡言心事 修剪生人 而于您面前 她倒能镇定自若 原氏公子想 原来如此 看来头中将所言 乃时有其事 只那长腹不知 尚在何处 她更生侧隐之心了 便问道 头中江层铠探 沿起小孩下落木鸣 果真有个小孩 友进答道 没错 是前年春天生的 是一女孩 极为可爱 原氏公子说道 可知 这孩子如今寄养何处 你不必外传 暗中领来交给我吧 那人死得干净 真是可怜 如今方知 还有这个遗孤 我 洞上有个安慰 继而又说道 本玉将此事告知 头中将 却恐其生怨 而自讨没趣 还是不告知为好 不管怎样 这孩子由我抚养 亦和情和理欧 你找些缘由 去说动他的乳母 叫他一同前来吧 又进说道 躺能如此 定报大恩 让他生活于西京 原本就屈从了他 只因别无他人可托付 便只好寄养于那里了 其实这雷沉沉 一臂万情 院内秋草 圆黄玉尾 四面重生清清 如气如素 红叶满院 娇艳月幕 真乃画中一般 又进环视此境 甚感意外 一起西岩于五条 所居露屋 不免有些感伤 临终歌声嘈杂 不绝于耳 原氏公子听了 回想那天 和西岩于某院 薄素时 西岩闻此鸟声 脸成巨色 也实在是可怜 他问又进 他究竟多大 这个人与众不同 若目尽风 故而瘦短 又进达到 年方十九吧 自我母亲 小姐的如母 撇我而去 小姐之父中 将大人见我可怜 虽让我服侍小姐 自此形影不离 一起长大 如今 小姐命负黄泉 我岂敢苟存于世呢 悔不该当初 与她过分亲近 倒叫我 此刻痛苦不堪 这位柔弱的小姐 就是多年来 和我难舍难分的主人 原氏公子说道 柔弱 是女子的可爱之处 自以为是 目中无人 才让人嫌弃呢 我生性优柔 故而对柔弱之人 颇有好感 此等女子 虽易受男子欺骗 人生性谨慎 善解人意 且推己及人 所以可爱 躺能尽心调教 正是最可爱的品性啊 又进说道 公子若爱慕 此种品性的女子 小姐自是恰当人选 只可惜过于薄命吧 说罢 眼面失声痛哭 天色晦暗 晚风亲衣 原氏公子忧愁满怀 仰天孤吟 贤云若是诗词话 遥遥目天亦可亲 又进不能作答 心中暗想 小姐此时 倘若上在公子身边 想至此处 哀思不禁畅语于凶 原氏公子又一起那地方 刺耳的真声 亦变得甚为亲近 便信口引道 八月九日正长夜 千生万生无了诗诗句 然后宽衣解代 愁肠欲结而浅 且说一欲借家小军 前往拜业原氏 但公子已非往昔 那般时常让其脱带情书了 顾空缠又多了份心思 认为公子是在怨恨自己薄情 要与其决断 正在心中烦闷 这时又听得公子染病 心中便转十分忧虑了 幽阴即日将随夫离京 赴任于伊玉国 心中更觉孤寂难耐 虽想适诗公子 便传书道 静闻贵体欠世 心且牵挂 但难于其耻 无绝无信君不回 光阴利落谁不卑 古诗道 此身生意尽 信哉思言 原氏公子呼得空缠书信 爱不释手 他与空缠的旧情 哪能忘怀 便回复道 楷探此身生意尽者 当为何人 服侍如今如缠退 呼接来疏命又存 在世间实为奇迹 一夜之间病体痊愈 虽手指颤抖 然信手挥毫 字迹也俊秀如初 空缠见公子 至今恋恋不忘那长壳 便自觉有些负心 然意实在有趣 生性这般顽皮 常做些意外之举 却休于直接见面 他并非有意做出 矜持冷淡之态 唯绝仅有如此 尚能让公子 知其不比于负 仅此足矣 再说令有人名宣端货 已入驾葬人少将 袁氏公子知此消息 便想 真是不出所料 少将倘若看出破绽 不知后果如何 他揣夺少将之心 觉得手心有愧 又突发奇想 不知宣端货近况如何 于是拆小军送信一封 信中复言道 司君异君几乎欲死 君知我此心佛 复诗巨云 一度春风吹泡影 而今和游素别情 他将此信系在 一很长的货花之烧上 有意让人瞧见 口头虽嘱咐小军暗中送去 心下却想 若小军大意一些 被藏人少将遇上 定之我为宣端货 旧日情人 或许也会宽恕他吧 本来此种交进心态 最为可恶 小军趁少将不在 才将信转负 宣端货看后 虽怨他无情 然蒙其未忘旧情 又不由感慨 便以时间仓促为由 草草书写两句 交于小军 或上佳音皆美意 寸心半喜半事有 笔法实实不雅 格调也紧一般 偏借古辉豪文士 原氏公子想起 那晚下期十分 烛光映照出的面容来 他想 其实与之对异的 那个女子 实在有一种 让人无法到处的感受 那风度 不拘小节 口齿伶俐 想至此 一觉此人并不可恶 静一时忘了 先前所长苦头 于心中又萌生出 一种念头 却说西言死后 七七四十九日法事 与笔瑞山法花堂 秘密举行 场面自是十分讲究 从僧众装束至布施 供养等种种调度 具有条不紊 所用经卷尤其考究 佛堂装饰甚为华丽 念佛诵经军万般虔诚 得到高僧系怀光之兄阿格黎 法事尤其主持 庄严隆重 几文由原氏起草 平日最为亲近之师 文章博士书写 其中有意隐去死者性命 谨言今有可爱之人 染病归息 服愿阿弥陀佛 慈悲引渡 甚是情意绵绵 婉转七策 博士见后道 如此美文 不必再改了 原氏公子 虽尽力克制 意情不自禁 泪如泉涌 博士面对此情此景 颇为关心 究戏何人 引得公子如此心伤 且未曾听说有人不幸啊 公子这般悲伤 定于此人有颇深溯源 原氏公子 暗中备有为死者焚化的服装 这时叫人拿出裙妹 亲手寄结于裙带上 引道 裙带由我含泪结 何时解代续欢情 想到死者于来世 此四十九日内 亡灵游 七余中阴爱礼 日后将投生于六道中 哪一世界广颂经念佛 甚是虔诚 表情一派肃然 公子在见到头中将时 胸中痛楚 不觉忠负又涌动 欲告知 他福子如今活得很好 又恐糟然难 左思右想 中未开口 在说五条西额的居所内 重视女剑女主人出走未归 行迹不明 君忧心忡忡 却无处可寻 又近一咬无音讯 真乃多多怪事 唯有叹息 他们虽难确认 论模样 那男子定是原是公子无疑 求问怀光 当然阳装不知 知无堂色 依然同此家侍女 眉目传情 暗中优约 众人皆扑朔迷离 暗中猜疑 许是某国手之子 本为好色之徒 怕头中将纠察 放待离至其认出去了 居所主人 乃西京乃娘之女 此如母 本有三个女儿 又近即为 另一以示如母之后 这三个女儿 素来视又近为外人 而彼此坚存有芥蒂 顾不来禀报 女主人详情 唯有思念女主人 以泪洗面 又近甚为虚惧 若将此事告知 定会引出麻烦 且于原氏公子 更是守口如瓶 所以对寻找 遗孤遗世 只得搁置起来 只要宫中 一直无人知晓 自己尚科苟且度日 原氏公子 只能把与西岩相见的 愿望寄置于梦 至七七法事 结束前一晚 好梦真的如期而至 于那晚薄素的某院室内 光景依旧 西岩枕边坐一美女 容貌轻贱一般 醒来便想 这定有妖孽作祟 于此荒祭屋内 将我迷住 这是另有所谋吧 回想梦中情景 不觉冷汗淋漓 却说一遇 介于十月初 便要离京赶赴任地 此次携带家眷而别 顾原氏公子盛宴化别 情景很是隆重 还私下魏空禅被 办了衬心赠品 书善等数不胜数 皆精巧别致 即便记录神 所用纸钱 一将新独具 并将那件 丹山物归原主 且赴诗一首 还路痴心仍重逢 其料提多秀以宿 又被书信一封 已尽续终长 梵文得语 暂且不表 原氏公子 使臣已去 空禅特让小军 送至善善的达师 禅意丹山原和气 寒冬来时哭声哀 原氏公子独必想到 我虽这般思念 然此人心高气傲 有别于常人 献忠于舍我而去 此日正直立东 上天有眼 竟降下一阵雨来 山野更显静静 原氏公子终日 沉溺于瑕丝之中 不觉淫道 秋去东来七辛苦 泪眼茫茫生死别 一时之间 仿佛深有感悟 此种不甚光彩之恋情 毕竟使人痛楚 第五章 子儿 却说原氏公子 因患瘧计 四处找人念咒 画符 诵经 祈祷 君不见好 却仍旧发作 便有人提议道 有一高明的修道增 驻北山某寺 去下孽极流行 别人念咒都无效宴 推辞人神俊 医好无数病人 此病若拖延下去 特酿大难 万卿早日一世 原氏公子听的此言 便派使者到北山 去唤请那位高僧 高僧推辞道 贫僧年事已高 举步艰难 恕难从命 使者归来 如实禀报 原氏公子 无可奈何 只得带了四五个亲随 在天色微明时 微服前往北山 高僧所在之寺 隐于北山深处 虽时值三月下旬 京中花市已渐进尾声 山中樱花却开得正眼 入山渐深 淡渐春云绕树 随风飘移 甚是可爱 原氏 公子生长在黄苑深宫 不曾看过如此景色 又因身份高贵 难得远足出游 所以被决心旷神情 寺院所在之地 地势险峻异常 寺后山峰直插云天 周围巨颜环抱 那老和尚便居此仙境之中 原氏公子走进寺内 并不曾报得性命 老和尚一见 此人虽衣着简朴 仍搞不住其高贵风采 便吃了一惊 说道 这定是昨日召唤贫僧的那位公子了 有劳大家 实不敢当 贫僧早已脱离尘室 扶咒祈祷之事 见已遗忘 怎敢屈尊亲临 说是 打量公子 满面笑容 这位圣僧道行极高 他画了道符 请公子吞饮 又诵经祈祷为公子消灾 此时红日出生 霞光四射 原氏公子遍布出寺外 眺望四周景色 此处地势高峻 山中诸寺 尽收眼底 岩坡道曲折往下 有一所乌语 也同这里一般围着茅园 然而甚为整洁 内有齐整的房屋和边廊 亭中树木森森 颇有生趣 原氏公子问道 何人居住在此 随从达道 是那位僧都 公子认识的 在此处已两年了 公子探道 原来是有涵养的 高僧先居之处 看来 我此番微形 恐不成体统呢 大概 他已经知道 我到此罢 此时 剑语中走出几个 同男同女 各个眉清目秀 有的寂静水 有的彩花 皆了然分明 随从人在下 窃窃闲谈 看 那里有女人呢 普都不该 会养女人吧 那么 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有的下去 窥探 回来报道 里面有漂亮的 年轻女人和女童 赏完之后 原氏公子 回到寺内 送了一绘精 进正午时 便开始担心 瘧疾是否发作 随从说道 公子不如到 外去散散心 倒可忘掉 那病根也未可知 他便一言出的寺来 登上后山 向京城方向眺望 但见云霞满天 四处弥漫 万目聪拢 时隐时现 他赞道 真像画一般 住在里面的人 定如神仙般 无忧无虑 随从中有人言道 这风景还算 木上最好的 如果公子再走远些 到那高山大海边去 一定更是开心 那光景 才胜死图画呢 譬如东部的富士山 某某月也有人 将西部的某谱 某凡的风景 活灵活现的描绘出来 这些人说东到西 好让公子释怀 终于忘了灭景 有一名叫梁青的随从 告诉公子道 京城附近 波摩国地方 有个名石谱 风景极好 那地方无身幽之趣 却临大海 眺望海面 别是一番气象 真是海阔天空啊 此地的前任国首 有一座远近文明的底宅 红壮之极 还有个女儿 如花似玉 非常可爱 这个人出身高贵 按理仕途应当顺利 但她脾气古怪 落落寡欢 难以与众人相合 气了好端端的禁卫中 将不做 却到这里来当国首 谁知又得不到 波莫国人的拥护 还颇瞧不起她 她悲伤至极 探讨 上下不适 活在这尘世 还有何意义 就此削发为僧了 这人也真是奇怪 既然顿入空门 那就应该迁居深山 她却选择海岸居住 这波莫一地 一余静修的山乡 比比皆是啊 大概顾虑深山之中 人际稀少 景象萧条 年轻的妻女 常住不惯 亦或因为 那所如意称 新的底宅吧 所以她不肯入山 前些时回乡省亲 我曾经去过她家 尽管京城失忆 郡人也瞧不起她 却有广阔的土地 和壮丽的宅院 此皆靠了 国首的职权 而被绊起来的 这种人晚年 无需操心 尽可富足安乐 而她当了法师后 反倒热心起来 为后世修复 做的不少好事呢 公子追问道 那女儿如何 梁青说道 容貌与人品 皆属尚成 每一任国首都特别看重她 向她父亲求婚 可这法师一概不准 并立下遗言 道 我今生一事无成 只带来事了 只此一女儿 但愿她将来 能出人头地 倘若我身先死 她又发迹无缘 倒不如投身入海 与我共妻来事 袁氏公子 听得这话颇绝好笑 随从者也笑道 这个女儿真是个宝贝啊 要她当海龙王的王后礼 真乃心比海甚 这随从梁青 即现任波魔手的儿子 今年已从六位藏人 晋绝为五位 彭卑议论道 这梁青不怀好意 她想娶这女子做美 不失去那家窥探 不是要破坏和尚的遗言吗 依人说道 皮 说得如此玄乎 恐怕不过是个村野姑娘吧 自幼生长于穷乡僻壤 父母又如此古板 能好到哪去 梁青说道 此言诧异 这姑娘母亲 极有来历 郊游甚广 遍访京城富贵之家 再来许多年轻侍女和女童 专选那些容貌交好者 充当女儿的礼仪老师 排场可不小呢 有人插言道 但或她双亲死了 变成姑儿 怕摆不起排场了吧 袁氏公子也来了兴致 玩笑道 为什么非要到海底去呢 那里只长着水藻 怕不好看呢 随从们对公子的心思十分清楚 他们想 我们这位公子原以畏介 偏好离奇之事 虽是一位村野女子 恐怕她也记在心里了 由坝后山 公子一行返回寺里 事实天色渐晚 随从人提醒公子回京 那老僧急劝阻道 最好今夜在此地耽搁一晚 静静诵经祈祷 以去跪体妖魔 明日回去不迟 随从等人皆以为然 不料此话也正中原氏公鱼下怀 他感到这种夜宿深山的机会难得 便欣然同意 春日天黑迟 原氏公鱼无所适事 便乘着暮色 信不走到坡下 迷到白日所见的那所乌雨的毛毯旁边 他遣散身边随从 只留围光陪于身边 向室内看去 只见西间里供着佛像 始终立着一根柱子 帘子半卷 一个尼姑正在佛前供花 供花完毕 她靠柱子坐下 将佛经放在一张挨戟上 静心低头念起经来 这尼姑年龄约四十上下 体态轻盈 皮肤白皙 身体虽瘦 但面庞饱满 眉目清秀 看起来一太高贵 非同一般 虽留着短发 似比长发更为得体 别有一番风韵 袁氏公子看了颇绝新奇 尼姑身边 还有两个中年诗文 一生的清秀异常 几个女孩戏 要着跑进跑出 其中有一十岁左右女孩 衬衣雪白 配件荷糖色外衣 模样甚是可爱 袁氏公子想到 这女孩与众不同 长大以后 定是个绝代助人 她头发斜皮肩上 飘也不止 脸色鲜活红艳 大概是刚哭过吧 她走到尼姑面前站定 尼姑抬起头来看她 问道 又怎么了 和她们吵架了吗 两人的面貌有些相似 袁氏公子便想 二人可是母女广 这女孩诉道 犬军把小麻雀放走了 我好好关于熏龙里的麻雀 让犬军放走 有个侍女在旁说道 这个毛手毛脚的犬军 真该追马虾 尽闯些祸来 那小麻雀 近来养得越发可爱了 现在不知在哪 真可惜呀 若乌鸦见着 可就糟了 说着便走了出去 她的头发又密又长 几乎飘动起来 听有人叫她少纳颜如母 猜想她便是 这女孩的保姆了 尼姑道 你这孩子 尽拿些无聊的事 反我 真不懂事 我身子日衰 性命朝不保夕 你却只知道玩麻雀 生物皆有灵性 你这般玩弄 实是罪过 我不是常常对你说的吗 便吩咐那女孩 到自己身边坐下 女孩的相貌 十分乖巧 一股清秀之气 流露眉间 粉额白嫩 短发俊美 袁氏公子想到 此女成人之后 不知何等艳丽悦人 眼睛凝视着她 不久又想 却到此女子 何等勾我心魄 原来她似我那一种人呢 一想到藤湖飞子 公子不免滴下泪来 直接那尼姑 伸手给小女孩梳头 说道 长得一头好头发 却不知梳理 你这孩子 这般大了 还让我操心 全不似你那死去的母亲 十二岁时 已十分懂事了 若我死后 你该如何是好 说吧 叹息不已 袁氏公子看着光景 一觉不忍 这女孩似有所知 抬起头来 眼泪汪汪地注视着尼姑 又驯服地垂下眼睛 埋头莫作 额上绝给头发 柔滑可爱 尼姑因失道 碑莲戏草生难保 绿霞将静未忍消 旁边的一个带女 忍不住眼泪达到 嫩草轻轻油胃肠 珍珠异露岂能消 正巧此时 曾都走了进来 对那女人说 你在这儿 外边都瞧得见 为何不放下帘子来呢 我才听得 山上老和尚那里 原是终将其病来了 她此次微行 十分隐秘呢 我居于此处 该去向她请安的 尼姑说道 这如何是好 这般模样 怕已被他们瞧见了 便赶忙将帘子放下 只听得僧都说道 光原是公子 风采照人 天下闻名 你可愿拜见一番 似我这般和尚 虽已看破红尘 但遇见此人 也觉神志清爽 去柄炎年里 我与他送个信去 原是公子 怕被他撞见 赶忙返回 他心中想到 今天真是奇遇 有这等美人 难怪世间人外出 寻花问柳 四下寻觅呢 我难得出京游玩 如今也碰得这般美事 不禁兴趣盎然 接着想到 那个女孩实在使人心动 却不知是何家女子 我很想要他朝夕相伴 陪于身边 免去我与那人的相思之苦 回到山亮寺里 原是公子匆匆躺下 僧都的徒弟随后而至 叫出围光 向他传达僧都口信 相隔不远 公子只听那徒弟道 贫僧在此修行 乃公子诉之 大驾到此 贫僧刚刚闻之 本应即刻前来请安 但念公子秘密微行 怕不足与外人道 因此未敢贸然相扰 请伯素山下寺中 以受供奉 原是公子求之不得 命为光回他道 失于日前 因胡患虐计 久治不遇 便受人指点 来此求治 此次高僧 德高望重 与众不同 但或治病不厌 传扬开去 便对他不起 故而微服前来 我即刻前来拜访则处 徒弟去通信 不久僧都便智 此僧都 人品甚高 万人敬仰 原是公子 自觉衣着简陋 与他相见 不甚自然 僧都健壮 扬装不知 将入山修行情况 与公子一道来 随后向邀道 必处乃一普通草庵 有一水池 或可辽功赏月 说得言辞恳切 原是公子想起 他在尼姑面前的夸奖 此时便没了信心 但又想起那可爱的女孩 便随即答应去访 这草木与山上 确实并无不同 然而不止独具匠心 巧妙别致 雅具十足 这晚没有月亮 厅中池塘四周燃烧黄火 吊灯也点亮了 朝南一世 陈舍也极为雅致整洁 佛前名香弥漫 沁人心脾 却不知出自何处 原是公子的衣香 更是别具风味 吸引内侍妇女 普都讲述起人事无常 来世因果报应之类佛说 原是公子便想到自己的种种罪过 感到内心满是卑鄙无聊 一生一世恐会愁苦不休 至于来世 更不知将得何种沉痛报应 一想到此 心中不胜惶恐 也欲入山修行了 不料那女孩可爱的面貌 总挥之不去 不时浮现出来 便说道 我曾在梦中问你 寺中住的什么人 不想今日应验了 普都有些诧异 不禁笑道 公子这梦有些奇怪呢 蒙公子下问 我便如实相告 只怕你听了扫兴 也许公子不认识那个暗查大纳言吧 她已去世多年 她夫人急是我妹妹 大纳言故事之后 妹妹便出家为你 近来因患疾病 前来投靠于我 再次修行 公子又试探着问道 随便问一下 听说这暗查大纳言有位女儿 现在何处呢 僧都答道 大纳言去世大约也有十来年了吧 生前总想叫这女儿入宫 故而呕心沥血 细心教养 可惜事事难料 大纳吉早亡 这女儿便由纳尼 古母亲抚养成人 这期间 也不知是何人牵线 使这女儿和那位兵不清亲王私通了 此事传到兵不清的郑夫人而理 这贵夫人哪能容她 百般恐吓 使这女儿不得安居 终于郁郁而死 真是优能商人啊 原是公子猜想这次中女孩 为那女子所生 便想到 难怪如此相像 由此观之 这女孩有兵不清亲王的血缘 是我那意中人的侄女呢 心里与这女孩又多了一分亲近 想到 此女孩血统高贵 品貌端庄秀美 幼年圆境 与人容易相处 我或可随意调教她吧 她想证实一下 又问 那么这位木姓的女儿 可生有儿女 僧都答道 死前生了一个女孩 现在靠外婆抚养 这老倪姑娘老多病 照料外孙女不免吃力 也只得探悟呢 原氏公子心中暗喜 便开口道 我有一事贸然相求 劳烦你同老师姑做主 将这女孩交予我抚养 可否 我虽已有欺视 忠因人生只去有别 便与她不合 经常分居而握 也许你们会按世俗常理 以为年龄太不相称 不甚妥当吧 普都闻之 脸色一沉 冷冷答道 公子美意 实在令人感激 恐怕这孩子毕竟年龄太小 不仅逝世 为公子做戏耍伴侣 也还差得远呢 女孩子总需受人照顾 方能成人 但贫增已早托凡尘 此事不便独自做主 恕我与其外祖母商榷后 再做决定 元氏公子听得此话有些尴尬 便暂不提此事 僧都极想退下 说道 此刻正安设佛堂 须做功德 待出夜诵经结束之后 当即前来奉陪公子 说吧 便起身去了 元氏公子遭此冷落 正在烦恼之时 一阵小雨飘然而至 山风吹拂 寒气逼人 远处瀑布在风中哀鸣 其间夹杂着起起落落的宋经声 声音浑浊凄凉 此清此景 渔名之人尚且懂得悲伤仇叹 何况多情善感的元氏公子 他辗转反侧 毫无睡意 夜深之时 还不见曾都前来 内屋里的妇女 也在宋经 念诸碰撞矮剑之声 隐约可闻 不时还有衣衫 茶车之音 元氏公子等待不及 便悄悄起身 走到这房间门前 将外面围瓶 轻轻推开 拍拍扇子 向里面招呼 里面的人分明未曾料到 又不好洋装不理 期间 一代女西行到门口 又退回两步 惊诧道 难呀 我没听错吧 元氏公子说 有佛菩萨指引 岂能走错 这声音温柔优雅 高贵远比 那侍女当下觉得 相形见戏 不敢言语了 半天才问道 请问公子 想面误何人 承蒙开道 元氏公子道 今日唐突冒昧之急 怪不得你惊诧 你当明白 细草方伟自亏后 有子落泪青山市 凡请通报入内 侍女心下疑惑 回道 此处并无公子受诗之人 与谁通报呢 公子便说 我乘此诗 自有其理 误请通报罢了 待女无话可说 只得入内通报那老尼姑 老尼姑吓得想到 这元氏公子 也太风流多情了 该不会是我家那小孩子吧 可是那细草之巨 又作何解呢 她顾虑重重 心烦意乱 却不愿就此失礼 便引道 游人夜弃诗青山 山人孤身 萧全寒 我等有流不尽的泪呢 侍女将诗句 转给原氏公子 公子心中焦急 说道 近在咫尺 却要间接传言通话 我颇感不惯 指此良机 期盼郑重面误 具体申诉 愿此待命 不胜惶恐之志 侍女便将此回报 老尼姑说 此事叫老尼好生为难 想必公子有所误解 如何答复这位贵公子呢 父你们说 若不会面 反被他怪罪 让他进来吧 老尼姑道 此言极是 若是年轻 当有所嫌 老身有何不便 既然他如此郑重 就不用回避了 便走了出来 原氏公子 抢先说道 小生贸然造访 甚是轻率 岂妄恕罪 但念小生心的赤诚 并无恶意 我佛在上 定蒙见察 他见这老尼姑 面貌肃然 气度高雅 心中大失坦然 不免畏缩起来 要说的言语 只是闷在胸中 开不得口 老尼姑答道 公子大驾光临 意外知智 时乃三生有幸 承蒙不吝赐教 我等授意匪浅 原氏公子直接说道 闻尊处有一小孩 自小丧母 小生怨待为辅育 不知能否蒙得会许 小生不幸又失慈母 孤苦伶仃 难以言恕 因我俩同病相连 正和大生良伴 今日得见尊严 时机缘难得 因此貌美剖成 老尼姑答道 公子如此斩等 有此念头 老身感激不尽 唯恐传闻失实 令公子失望 虽有一无母之儿 与老孙一起艰辛度日 但他年纪上幼 不小事事 公子气度宽宏 对此一决难容忍 因此难以奉命 故有此言 袁氏公子说道 所欲种种 小生既已详息 师姑不必多须 小生息恋小姐 用心窃窃 勿求查见 老尼姑原 以为公子尚不知情 二人年龄 甚不相称 遂沉默不语 而公子呢 见老尼姑 并不为之所动 而曾都又将到来 只得告退 说道 小生既已沉迷心事 以后再一把 便回到室内 天将破晓之时 佛堂里传出 法花载法的朗诵声 夹杂着瀑布 和山峰的吼叫声 这深山似于一派 肃母之色 僧都一道 袁氏公子便赴师道 山峰浩荡精梦人 瀑布声声催泪流 这僧都是何等雅致之人 随即答师道 君文 风水瓶垂泪 我老山林不动想来 是久闻不惊霸 聊此时 天色威名 东边霞光冉冉 梭里动人 林中山鸟争鸣 野禽乱叫 本名的草木花卉 漫山遍野 五彩斑斓 美若锦断 其间有康路游业 或行或利 袁氏公子观得如此奇景 心中大悦 烦恼也随即烟消云散 山上四里 那老曾年卖体衰 行动不便 但也不辞辛劳 下山来为公子 做护身祈祷 他念陀罗尼经文的 斯雅声音 从西书的齿缝里露出 听起来 却甚为微妙而庄严 公子准备下山返京了 宫中也派来使者迎接公子 临行之前 僧都搜集许多果物 罗制种种真品 皆俗事所无 为公子践行 他说道 贫增因曾立誓言 年内不出此山 因此术不能远送 此次公子来去匆忙 反倒让人生出不少遗憾 便举杯敬酒 公子答谢道 流连山水之间 我也不舍离去 无奈复事挂念 不便久留 山应未泻时 定当复来拜访 吉吟师道 筑山美景告官人 樱花开始邀重来 公子气度优雅 声音清朗无比 见者皆神亡 这僧都答诗 只盼复谈花 平常樱花合足上 袁氏公子对僧都笑道 这由谈花三千年才开一次 难得一见吧 同时赏酒与山上的老僧 这老僧感激不尽 几乎流下泪来 为公子淫道 松底延夜个方起 平生出刺食赢资 最后老僧为答谢 赠献公子 金刚戴一具 为护身之用 僧都则按自己的身份 奉赠公子一串金刚子树珠 装在一只中国式盒子里 外面套着给有五叶松枝的 镂空花纹带 此乃百计之物 为圣德太子所赐 另有奉赠药品种种 均装在红青色的琉璃瓶中 瓶上用藤花枝和樱花枝 作为事物 十分受看 袁氏公子派人 从京中取来诸种珍贵物品 上至老僧 下至诵经法师 各有赏赐 连仁夫同仆也不例外 僧都趁正在诵经礼佛 众人准备回嫁之时 仁德内事 将袁氏公子昨夜所托之事 拒告老尼姑 老尼姑说道 如果公子真有心于他 过四五年再说不迟 眼下不亦草率 公子的僧都回复 心中不悦 作师一手送于老尼姑道 花帽隐约阴事业 由云今朝不忍归 老尼姑答师道 新莲花刻与针缝 应石油云变唤无 随意挥洒 趣味却高雅之至 原始公子正欲起驾回京 左大臣家诸公子及众人赶道 他们吵嚷道 公子位于我等严明行踪 原来隐形于此 其中头中将及左中共等人 与公子平素异常亲近 此时喷怪公子道 独自寻了这等好去处 也目相约共赏 未免太无情霸广云士公子道 此间花色甚美 不妨就此稍稍小想 也不负这良辰美景 众人便在巨石下面的青台地上 席地而坐 一起举杯畅饮 一旁山泉景归 瀑布生生 别有一番情趣 头中将兴致勃发 从怀中取出笛来 吹出一支曲调 笛声清幽悦耳 与这情景甚为相合 左中并以善机书 唱道 闻道葛成寺 位在风浦境 正是催马乐之歌 此两位贵公子 自视卓尔超群 不同凡响 而元氏公子病体出狱 略显轻瘦 倦衣岩石之旁 风姿秀美一场 引得众母凝滞 皆叹不已 随后又有一个吹绿地的随从 一个吹整的少年 大家尽情欢乐 僧都抱来一张七弦琴 恳请公子道 公子妙手若弹奏一曲 定当声阵淋雨 山鸟惊飞 元氏公子心情侵乱 推辞不过 也只弹奏一曲 随后与众人一同下山 送别众人 山中僧众及同如 君凯探惋惜 庆幸今日开的眼界 老尼谷等人 议论纷纷 相与赞叹道 真是神仙下凡 连见多识广的僧都也叹道 如此天仙般人 而生于这污浊的尘世 反而令人于心不忍啊 说吧 不由生出悲伤 举袖实泪 那女孩虽小 也羡慕不已 她说道 这个人比爸爸好看呢 重视女便逗她道 既如此 姑娘做她的女儿吧 她听得此言 挡面露喜色 甚为向往 以后 每摆弄玩具或画画 心中总要假定一个原氏公子 替她穿一打扮 爱护不已 原氏公子返京之后 便入宫参见父皇 皇上向公子详细探问老僧祈祷 治病 以及笑宴诸事 公子如实禀赋 世上敢叹道 此人修行功夫如此之深 堪与阿格黎相比 而满朝文武 竟无一人闻之 又见公子消瘦了许多 甚是担心 此时左大臣人见 见原氏公子在侧 便说道 闻听公子乃微服出行 恐有不便 莫我前来迎接 请与我回拿好好 江西夏画县两回 把场原氏公子 虽不情愿 却也不便推辞 只得随同前往 左大臣百般体贴之爱许 将车前自己的座位 让与他 自己却坐于车后 原氏公子心中 甚觉不安 左大臣家已早做准备 迎接原氏公子到来 但见玉楼金屋 装饰一新 朱般用品 井然有序 公子久不至此 不觉耳目一新 却照例不见魁姬 出来迎接 左大臣多相归劝 半天才缓缓而出 然而见了公子 也只正今微作 泥塑木雕一般 冷革一场 公子想到 此翻山中见闻 胸中观感 多想有人听我唱叙 共同分享 可这人一味冷若冰霜 不愿开成解怀 长此以往 会更生隔膜 叫人好不烦恼 便对他说道 我希望偶尔也见 一见夫妇 亲近和睦之状 可至今未能如愿 向来如此 缘不为怪 只是我近日患病 痛苦目堪 你尚且如此冷落于我 使我心中不免怨恨 窥姬这才开口打倒 你也知晓被人冷落的痛苦吗 说实 秋波暗地 高贵的颜面上满是娇羞 和无限怨恨 公子说 你难开今日 可一开口说话 就叫人难以理解 被人冷落是痛苦的 乃情人之语 你我正是夫妻 怎说此话 你一向对我冷淡 我一直等你有所转变 百般讨好你 可到头来 你对我仍这般厌恶 哎 看来只有等到我死的那回了 说吧 不欲再与他交谈 便步入寝室 过了一会儿 魁姬才进去 公子已无弹性 长叹一声 宽依旧寝 他佯装睡着 脑中却浮想连篇 他心中寻思 那女孩虽若细草一般 长大后定是个角色佳人 可老尼古以为年龄悬殊 实在叫我难以开口 找的设法将他接到此处 朝夕看待他 已为我心 这女孩不似他父亲 兵不清亲王 生得艳丽无比 使人一望便想到 藤湖妃子 这大概是同一母后 血统所致吧 想到此处 更觉依恋不舍 费劲 动力思虑起来 第二日 公子叫人带信给 北山老尼古与增都 一再提及此事 他在信中言道 前日请求 魏蒙准允 不胜惶恐 未能详诉钟情 心甚遗憾 故今朝专函说明 小生之心 上天可见 若蒙体察 荣幸之志 另一纸条 折叠成结 上面写道 山鹰茜影动梦魂 此花更细无限情 但恐夜风将此花吹散 暴风小巧 手笔秀美 相艳酷丽无比 见之目眩 老尼古与增都收到此信 甚感为难 不知如何做他 思虑再三 锦回信道 前日公子所谈之事 我等皆现为一时戏言 如今 公子特地传书 令人感激不已 然外孙女年轻幼稚 连南波金之歌户 都还写不规范 实难奉命 何况 山风力吹花一散 片刻忌情和足平 也无不叫人担忧 原是公子见信后 心中不悦 整日郁郁寡欢 如此过得二三日 公子又吩咐 围光去北山 与那少那眼 如母详谈 围光一起 那晚见到那女孩模样 心想 主人对女子用尽心思 连执着无知的小孩 也不愿放过 破绝好笑 他先去见那普兜 奉上公子书信 普兜心中自是感激 便安排围光 与少刚炎如母见面 围光将公子意图 与自己所目睹的 大致情状 一详告这如母 他巧言善辩 说得头头是道 少那炎如母却想 如此黄毛至于 原是公子 何以情有所忠呢 实在是奇怪啊 原是公子于信中说道 我甚至想看看 他那执着的习字 言辞十分恳切 照例令父一旨 折叠成结 上面写道 千尺情海尽相思 却恨万众彭山阁 老尼古达师道 来日须回我身知 今朝三次不足惜 唯光只得返回 巨石禀告公子道 老尼古言明 并遇千金之后 再谋此事 原是公子心中 不免惆怅不已 此时 藤狐妃子 不幸身患小样 暂回三条怨娘家调养 皇上为此忧愁叹息 原是公子见了 心中也绝不安 但又忍耐不住 一心想乘此时机 与藤狐妃子优惠 以致整日精神恍愧 输懒了各处恋人 到了晚上 则去找那王命妇想法 王命妇也节中尽致 不如使命 竟将两人拉拢来了 相会之时 两人如在梦境 心中不胜凄凉 藤狐妃子心有余悸 想起从前那伤心事 本已决意是不再犯 岂料如今又遭此规遇 他细想 更是黯然神伤 愁闷满怀 但此人历来温柔敦厚 腼腆多情 尽管按理隐恨 外表却尽力克制 雍容不施高贵之下 原是公子怪道 此人何以如此完美无缺呢 一时竟有些难以忍受 无亲相逢时短 岂能畅叙 唯愿天长地久 双漆双素于此黑夜 仅春宵苦短 黎明在即 又只得一一惜别 真乃相见时难别亦难 公子吟道 相逢已是分别时 只愿梦身皆融入 吟时生泪俱下 妃子不禁为之动容 便达失道 深入常梦纵难省 但忧生明太狼藉 其忧心忡忡之态 见之声传 公子不忍多言 其实王命妇送来衣服 催公子动身 原是公子总是独自饮酒交愁 忧思落泪 叫王命妇送过去的书信 急得不到回答 此虽为常事 但也是美美徒增不快 如此两三日 终日茫然若失 足不出户 也不去宫中朝进 将自己关闭私邪中 只是想起 傅氏或许有所担心 心中不免又是烦恼 这边三条院的藤湖妃子 也整日悲叹自己命苦 病情便日益加重 但他无意回宫 事上多次派人来催促 他也一天天拖延下去 他觉得 此次病状大不同于往常 怕是怀孕了 如此一想 心中更觉烦闷 于是乱了方寸 不知如何是好 藤湖妃子怀孕已有三月 夏天来时 已渐渐不能起床 身体变化明显 外人不知底细 都异常奇怪 有喜三个月了 为何还不上奏皇上 侍女们也议论纷纷 藤湖妃子 有苦难言 游绝心痛 只有妃子如母的女儿景君 经常服侍妃子入狱 知道他身上的一切变化 也能推之内情 牵线的王命复自然也明白 但此事不同寻常 他们也不敢向外人谈及 王命复想不到会有如此结果 倒觉得这定是前世修订的溯源 命运难测 此事终于作文皇上 借口有妖魔侵扰 长久未得怀孕征兆 故而至今作文 外人自然置信无疑 问讯的使者络绎不绝 皇上知道妃子怀孕 对他更加怜爱 藤湖妃子却更是惶恐慕安 终日沉溺于仇思之中 这原是终将 自从上次惜别商离后 终日神志谎歌 这一夜不想做的一个 离奇古怪之梦 心中纳闷 便叫来詹梦人事件 那詹梦人说道 此梦富贵 遇天子之尊 龙子江临人士 但浮现中含有凶兆 妾不可大意 此湛羽出乎 原氏公子意外 使他大为惊恐 便对詹梦人说道 此梦非我所为 乃别人所托问湛 为得奏宴 妾不可随便张扬 他心中却想 究竟会发生什么怪事 便一直心绪不宁 直带闻之藤湖妃子怀孕 方才悟道 原来是这事 便更加恩念妃子 要王命父再次引荐 但王命父一想往事 心怀恐惧 不愿再造罪意 况且此后 行事更为不便 因此终未成行 原氏公子 以前尚且 偶尔可的妃子音讯 此时已是完全断绝了 这年七月 藤湖妃子回宫 久别重逢 皇上喜出望外 对他的恩宠缘已附加 此时藤湖妃子的腹部 稍稍膨大 面容稍瘦 不时呕吐 皇上却更觉一种 莫名的可爱 照旧朝夕 住在藤湖妃子宫中 早秋已至 管弦私竹之乐见兴 原氏公子 也不时被宣兆到狱前 表演记忆 他虽强忍心事 但思念之情 却在秦敌声中 时时外露 藤湖妃子听出 他的心声 好声怜惜 也牵扯起了心中 阵阵情思 却说 那老尼姑 在北山增寺里 住的一段时间后 自觉病情烧欲 便下山返京了 公子派人打探 得知他的住处 急不时去信问候 老尼姑自然总是 负信谢绝 原氏公子 因藤湖妃子之事 近几月来 一直心烦意乱 忧愁叹息 因而无暇顾及他事 时至秋 公子贤迹无聊 某一月白风轻之夜 心情稍好 公子便出门 寻访情人 此次访问的是 离宫最远的六条 途中遇天阵阵雨 见路边一阴森底宅 古树参天 荒凉冷落 一直跟随公子的 推光指点道 这楚宅 便是已过 暗查大纳言的 几日前 我因事路过 顺便进去看看 听得纳少纳言 如母说起 老尼姑身体衰弱 将不久于人世了 袁氏公子忙道 哎 我该去看一下 你何不早说呢 现在就去慰问他吧 维光便派议随从 过去通报 并吩咐他 严明公子是 专程来访此地 随从便上前 叫守门的侍女传话 袁氏公子 专程前来拜访诗姑 侍女闻言 惊慌失措 啊 这如何是好 侍姑病情沉重 不便见客呀 但他又想 就这样叫他回返 怕是不好 便将一间朝南的厢房 打扫干净 请公子进去烧作 侍女欠一道 此处简陋之急 蒙公子大驾锤林 苍宁不及准备 屈尊在此烧作 起数减慢 袁氏之公子心中不安 便说道 本想常来问候 只因吕蒙见据 不敢贸然前来相扰 师姑欲体欠安 我未能及时探视 抱歉之志 老尼姑得知 公子前来造访 叫侍女传言道 老身一直病痛缠身 不久将永离人世 蒙公子屈尊慰问 又不能起身相迎 实在无礼 公子所主之事 若终有此心 待他稍长小事 定当命其前来侍奉 若让这伶仃若女 无依无靠 老身死难明目啊 公子如此盛情 实不敢当 这孩子若大些就好了 房间离此甚近 袁氏公子听得他 寂寂续续叮嘱之声 颇为感动 便说 若非前世溯源 对此女情有独钟 倾心相目 我岂肯在人前 做此少年热狂之态 让人笑话 又接着说道 今日特地来访 一来慰问师姑 二来看望小姐 倘若就此辞去 未免扫兴 可否与小姐一见 侍女颇觉为难 姑娘幼稚无知 何况正酣睡之中呢 忽然临时传来脚步声 随即听得小孩叫道 那个袁氏公子又来了 外婆快起来 见他侍女们便很尴尬 连忙阻止道 小声些 外婆病重呢 哪知子儿却道 咦 外婆说了 见得袁氏公子 并便好起来 我是来告诉她的呀 说实 洋洋得意 袁氏公子听了觉得有趣 但恐众侍女难堪 便装作没听见 心想 果然一点也不小事 以后要好好调教她 说过几句客套的安慰话后 便起身告辞 此后第二日 袁氏公子再写一封 安慰信送去 言辞十分恳切 赵丽在一张打成结的小纸上写道 自闻除贺青因患 为礼行舟尽退难 我但思一人 她有意习访孩子笔记 以致妙曲横生 是你们一见 说道 姑娘正好还没习字帖呢 邵纳言如母带为父信道 承蒙慰问 不胜感激 师姑病情日重 安危难测 以父千居山寺 眷顾之恩 只求来世再报 袁氏公子看了回信 连声叹息 此时正值暮秋 袁氏公子近来因不得见 藤壶妃子心神不宁 凡乱如麻 因子儿与藤壶妃子的模样 如出一辙 她转而热切地谋求这小姑娘来 她回忆起那晚 老尼孤吟吕吕露江 静默忍消的情形 北家怜爱子 想到自己如此强求 心中又感不安 遍都吟道 野草子草根相通 摘来看世代何时 皇上将于十月里 行姓朱雀苑离宫 所预计五月中的五人 除了殿上善武者 均选用侯门子弟 公卿 一时 朝中亲王及大臣等人 纷纷忙于演练 准备道士仪式身手 袁氏公子也不例外 一日 他偶然想起 迁居北山的老尼姑 日久不曾传书 便前使前去看望 使者未见此人 只待回僧都书信一封 信中言道 舍妹不幸 已于上月二十日归西 生离死别 此乃人世之常理 无可逆料 但亦不免令人悲痛一元世 功于见得此信 图悲叹人生无常 念其那小女孩 如今失去外婆 孤苦伶仃 定然在终日恋恋已故的亲人吧 又隐约疫情时母亲同湖更衣离他而去的情形 因此便十分同情子 派人前往隆重吊咽那尼姑 少那言如母代为答谢 三巡既期已过 子儿从北山回到京楚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 袁氏公子则了闲暇亲自前往探望 见邪内人影兮兮 慌落沉寂 游令他生畏 何况那小女孩 少那及如母仍将公子带至朝南那间厢房 向公子哭诉姑娘 欺苦无依情状 令公子不忍年听 少那言如母说道 外婆去后 本当将姑娘送到兵部清大人她父亲那里去 可是已故的老太太临死 为此事忧愁叹息 担心兵部清的正妻心狠无情 她妈妈生前已遭其害 如今 这孩子虽对自己的身份略有知晓 却又不全请人情世故 正是上下不得之事 若再将她送去那里 家于众多孩童中 岂不受欺负 现在想来 此事足虑 如蒙公子不弃 以前曾一时提及 我等也顾不得今后 贬心与否了 只是 我家姑娘娇憨成性 不似平常孩童 令人放心不下 袁氏公子答道 我三番五次诚心相求 岂是一时兴起之余 你何必多虑 小姐天真烂漫 甚绝怜爱 我深感辞乃前世已定之缘 先先若柳南拜武 春风已过在南回 如此归去 岂不扫兴之志 少那言如母说道 辜负盛情 不安之志 便答淫道 春风容颜未便笑 便是低头狂拜武 乃过分之请 也广着如母才思敏捷 应对如流 使袁氏公子稍感心轻畅快 兴之所致 便朗声引起骨骼 交集心如焚 无人问苦衷 经年盼待久 由不许相逢 众是女听之动容 此时 子儿正在床上伤心哭泣 思念已故的外祖母 忽听伴她玩耍的女童 对她说道 外面有个穿官袍的人 怕是你爸爸呢 子儿立即不哭了 起身走向外面 边走边问道 少那颜妈妈 那个人在哪里 是爸爸来了吗 声音稚嫩可爱 袁氏公子亲切对她说 不是爸爸 是我呢 也不是外人了 来 到这边来 子儿平内听出了 袁氏公子的声音 知道叫错了 显得不好意思 拉着如母的手 说 走呀 我要睡了 袁氏公子说 过来就在我膝上睡吧 少那颜 如母则怪说 您看 真不懂事 便将这小姑娘 往公子身边推 子儿却不上前 只是屏内呆呆坐着 袁氏公子走上前 将手伸入屏内 拂弄她的头发 那头发长长地 披在衣服上 既浓又软 妙不可言 接着又握住她的小手 子儿见此人并不相熟 却如此亲近她 便为缩不安 忙对如母说 我想睡觉了 将身子退向里面 袁氏公子 趁机跟她钻进围瓶里面 对她说 我会爱护你的 不要厌恶 少那颜 如母一套发炯 责怪不已 太不像样了 无论对她怎样说 她都不听 袁氏公子说道 她这般年幼 我能对她怎样 我只要表白我对她一片绝世仅有的真心 此时天上雪莉飞舞 风月发急了 夜晚更觉凄凉 袁氏公子说道 这荒野寂寥之地 人寂寒至 怎叫人安寝 说时 不禁泪流 终不忍心离去 便对侍女们说 今夜天气可怕 关上窗户 让我来陪伴姑娘 大家都到这里来执夜把户 便旁若无人般 抱了这小姑娘 向寝台的帐幕离去了 重视女健壮 一时目瞪口呆 感到十分不解 那个少纳言如母 更是觉得不妙 她异常紧张 又不便声张 只得眼睁睁地看着 隐声叹息 这小姑娘 于公子怀中吓得发抖 目之所措 她紧穿一件夹衫 柔嫩的肌肤阵阵发冷 袁氏公子此时的感觉 一呼寻常 她紧紧地抱住她 轻轻在她耳边说道 到我那里去吧 那里有不少好看的花 还有许多玩偶 很有趣呢 她声音柔和 神态亲切 尽说些孩子们爱听的话 小子儿渐渐平静下来 不再害怕 但又总觉得局促不安 不能完全入睡 狂风彻夜不止 侍女们谈论道 倘若公子走了 我们不知会下城怎样 只是公子这样对待小姐 也不大好啊 少刚言如母 更是忧心不已 一直紧紧地坐陪在她身旁 天快亮时 风渐渐停息了 袁氏公子要急着回去 心中恋恋不舍 似乎与情人优惠一般 她对那如母说道 姑娘非常可怜 眼下犹须得人爱恋 不如将她迁居到 我二条院底内 以使我朝夕陪伴她 此地岂能长久居住 你们也太不替姑娘着想了 如母答道 兵部清大人也说要来接她去 此事且过了老太太 七七四十九日后再说吧 公子说 兵部清一直与她分离 虽为父亲 却同外人一样生疏 我今后尽心爱护她 一定胜过她父亲的 说吧 她摸摸子儿的头发 起身告辞 边走边回头望 此时尘间景色幽奇 朝雾弥漫 遍地白霜 茫茫无际 袁氏公子触景寻思 如此盛景 未曾优惠 总觉美中不足 一起此途中 有一隐秘情妇 经过门前时 便在那里停车下去敲门 然而没有人来开门 无奈之下 心声一记 叫一个嗓子好心的 随从在门外唱起诗歌来 相闯朝寒浓雾起 过门岂有不入人 唱过两遍之后 门开了 走出一个侍女 回答道 朝寒更在雾中行 蓬门卫所指卫君 她口齿凌厉 银币便进去了 此后再无动静 就此无功而返 公子觉得不免乏味 偏幼天色威名 怕与人看见 只好望门星探 匆匆回二条院了 在二条院私底 公子躺在床上 回味起 昨夜那令人留恋的女孩 可爱之至 不禁会心微笑 日高时醒来 决定给子儿写信 此信非同寻常 公子小心谨慎 费尽心思 好半天才写成 最后再赠上几幅 美丽的图园 此墓园是公子去后 兵不清亲王 正好也来到六条底宅 看望子儿 他见这身宅大院 年久失修 破败甚于往年 且乌多人少 一片阴森 凯然探到 如此地方 小孩怎待得下去 还是与我回去吧 那边如母有专门房间 姑娘有许多游戏伙伴 不会感到寂寞 朱氏接甚方便 他将子儿换到身边 闻得原始公子 粘在子儿身上的浓浓香气 说道 好香啊 只是这衣服太旧了 觉得孩子可怜 便对如母说道 他这几年与患病的老太太 住在一起 吃得不少苦头 我常劝老太太 将她送到我那边 以便照顾她 然而老太太厌恶我家 终不愿意 如此一来 反倒使我家那人心生不快 如今送去道不甚体面了 这少纳言如母回答说 请大人不必担心 此地虽是寂寞 却也不至久居 待姑娘年事稍长 略小人情事故 再做此意 甚为妥贴 接着叹气道 此间姑娘总思念老太太 不思饮食 瘦得不少呢 子儿瘦若如此 却一显清秀艳丽 兵不清便传错她道 你何必如此呢 如今外祖母已去 不能死而复生 悲伤又有何用 你不用担心 还有我呢 天色贱目 兵不清准备返回了 子儿啼啼哭哭 千衣顿足不舍 弄得做父亲的 也不禁泪流两行 再三地安慰她 想开泄 我不久便来接你 转身离去 父亲去后 子儿更觉孤苦无依 尝一泪洗面 她尚不懂得自己的身世 只是一位想念已故的外婆 多年来片刻不离 如今再不能见到 岂能不伤心 这孩子也懂得 失亲忧愁 连日常游戏也目作了 白昼尚可略微散心 望却忧愁 一到晚上便悲哭声声 叫人闻之心酸 邵那言 如母不知如何是好 也降了她哭 莫想这日子如何过得下去 袁氏公子这边也时时 签念着子儿派围光前来问候 公子命围光传道 本当亲自前来慰问 只因父皇宣诏入宫 难得如愿 但时时想起凄凉凌和之状 不免推心疼痛 又命围光带几个人前来直诉 邵那言如母心中不安 说道 这可不行 虽然他们那晚只是行事而已 可是一开始就睡在一起 也太不成话了 倘若此事被兵部清大人闻之 定将责备我们看护不周呢 孩子啊 当心别在爸爸面前提到袁氏公子 但这自己年幼 竟一点不懂其中要害 真是吉人 邵那言如母 便向围光讲述子儿的悲苦绅士 说道 倘若真有情缘 再过些时日 定让公子如愿 只是目前实在过早 公子这般恋他 到底用心何在 实在难以捉摸 叫人好生烦恼 今天兵部清大人又来过了 叫我好好照顾姑娘 千万小心仔细 如此一来 对公子的奇怪行为 我更绝为难 话一出口 又觉得有些过分 若引起推光疑心 以为公子和姑娘之间已有事实关系 这可不好 便不再做哀叹之下 这围光莫名其妙 不知公子和这小姑娘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 此日 推光回到二条院 将那边情况禀赴公子 公子默然无语 心想 时常亲去问候 若外人得知 会说我轻率 到底不大好 倒是接他来最为妥当 此后他便常常去信未问 一日傍晚 围光又传去公子书信 信中说道 本想今夜亲自来访 因有要事 未能成行 不会怪我疏远吧 少纳言 如母此刻心烦意乱 种准光说道 兵部清大人突然派人传信来 明日便要将姑娘接去 此时我心中纷乱 住惯了这破屋 便要离去 到底有些不舍 是女们也都不忍呢 他草草应付着 没有 心思好好招待他们 围光见他们 整理衣服物件 一片忙乱 也不便久留 便匆匆回去报信 此时 袁氏公子正在左大臣家 魁姬照丽 魏立即出来见他 袁氏公子姑且谈谈和琴 以为心中不快 吟唱风俗歌曲 《我在长路琴耕田》 胸无杂念心子砖 你却以我 有外遇 超山过陵雨夜来时 声情俱下 优美而飘荡 此时 围光急匆匆走来 将情况已告知 袁氏公子听了 心里甚是焦急 他想着 若千居兵不倾家后 我就得专程前往求婚 再将她迎接至此 但这未免太轻薄贤目 不告知兵不倾 便将这小姑娘接来 不过说我盗娶小孩罢了 既如此 叫那如母保密 在兵部清迁居之前 将她接来 当下吩咐推光 天亮之前 我要亲自去那边 车中装备 与父此地时相同 随身只带一二人 维光奉命匆匆而去 维光去后 袁氏公子心中却不安宁 如此可否妥当 若被外人知晓 定要骂我轻率 若女子年事稍长 外人倒会推断男女童心 乃世间常情 不足为怪 可是情况并不如此 如何是好 况且万一被她父亲发现 脸面上会过不去 且作何解释 一时心乱如麻 忧心四分 但想到此乃最后机会 否则会遗恨无穷 便决心付诸行动 此时 魁姬照丽沉默寡言 任公子满腹心事 不与她说话 袁氏公子急欲离去 便对她说道 有一件要紧的事要办 今天非回二条院不可 我去去就来 便悄悄走了出来 连氏女们都不曾察觉 她走到自己房间里 换上便服 但叫维光一人骑马跟随 竟直向六条去了 到了六条院那底宅 一仆人不知底细 前来开门 车子很快进了院子 维光下的车来 上前敲房间的门 又咳嗽几声 少纳言 儒母听出她的声音 便起身开门 维光对她说道 袁氏公子来了 儒母说 姑娘正在睡呢 半夜三更到此 是顺路来访吧 袁氏公子说道 小姑娘明朝就要启程 趁现在还未离去 我对她说句话 少纳及儒母笑道 有什么要紧话呢 想必她会乐意回答你的 袁氏公子便往内室走去 少纳言 如母慌了 忙道 姑娘身边还睡着几个老婆子呢 公子只管走进去 口中说道 姑娘还没睡醒吗 我来叫醒她 朝雾景之气好 可别辜负了良辰美景 侍女们惊慌失措 喊不出声来 这子儿睡得正香 袁氏公子将她抱起 她柔了柔眼从梦中醒来 心想父亲接我来了 袁氏公子摸摸她的头发 说道 子儿 爸爸派我来接你了 走吧 子儿此时一见抱着自己的是外人 历史荒了 恐怖至极 袁氏公子对她道 不要怕 我也与你爸爸一样呀 便抱了她出来 维光和少纳言儒母等人 借神色大变 这是干什么呀 公子答道 我因故不便常来探望她 因此想将她接到一个 安乐可靠的地方去 不料此番用意屡遭拒绝 如若她迁居到父亲那边去 今后就更不便去那里探望了 故今有此举 快来一个人与她同去吧 少纳言儒母 狼狈不堪 欲加阻拦 今日的确不便 她父亲就要来接她 到时叫我如何交代 公子稍等 老天有眼 你们缘分若身 日后自有机会 现在如此唐突 叫我们坐下人的为难 公子不耐烦 说道 算了 逝者之事 以后再说吧 忙叫人将车子赶到廊下来 是女们都被吓坏了 惊叫道 可如何是好 子儿也忍不住哭了起来 少纳言儒母 见事已至此 只得带上昨夜 替姑娘缝好的衫子 自己匆忙换件衣服 随子儿去了 不多时 车子便到得二条院西殿前 此时天上未破晓 原是公子江子儿 轻轻抱下车来 少纳言儒母说道 我似在梦中呢 怎会如此 便不欲下车 公子对她道 姑娘已经来了 你若要回去 随你罢了 少纳言儒母 毫无办法 只得下车 此时仿佛突从天降 她惊惧至极 心中忐忑不安 想到 自情到这般地步 如何与子儿的父亲交代 姑娘前途怎样呢 只可惜命苦 早早没了外婆与亲娘 想到此 如母泪流如注 但想起今日出来乍到 晦记哭泣 便强力忍住 此西殿平日少用 故屋内陈设简陋 原氏公子吩咐唯光叫人 取来帐幕与屏风 不知一番 将帐屏的垂布放下 铺好席位 应用家具 一并安置妥当 拥命将东殿的被褥取来 就寝之时 子儿四肢发抖 心中恐惧 不知原氏公子 意欲何为 总算忍住 不曾哭出声来 只是一个劲道 我要跟少纳言妈妈睡 公子便开导道 姑娘不小了 今后不该跟如母睡了 这孩子伤伤心灵地 啼哭着睡了 少纳言 如母 又哪里睡得着 只顾茫然落泪 天色威名之时 他环视四周 便觉目眩神仪 但见宫殿的构造 与装饰富丽堂皇 亭中的铺石像宝玉 一般光亮剔透 而自己服饰简陋 未免有些自残行贿 西殿园 共接待不大亲近的客人 住宿之用 因此只有几个男仆 在地外伺候 他们见昨夜 由女客来临 便纷纷议论 此为何等样人 一定受主人 特别宠爱吧 袁氏公子 起身时 已日上三干 惯喜用具 与早膳 也与此时送来 他吩咐道 此处没有侍女 甚为不便 今晚叫几个 适合地来此伺候 又叫人到东殿 去换了四个 年幼可爱的女童 来与子儿作伴 此时 子儿裹了 袁氏公子的衣衫 睡得正憨 却被公子叫醒 只听公子说道 我非轻薄少年 真心关怀于你 你怎能对我心生厌恶 你孩子要心地柔顺才是 子儿的容貌 静看更绝清丽 袁氏公子劝导他 亲切与他交谈 又叫人 从东殿给他拿来 许多好看的图画和玩具 做出种种游戏 给他看 子儿心中渐渐高兴 从床上起来 他身着家常的 深灰色丧服 娇寒可爱 不时无邪发笑 袁氏公子看见 也不觉笑了 袁氏公子到东殿去时 子儿走到廉前 格连观赏亭中的 花水池塘 但见草木花卉 惊霜色变 如在画中 从前不曾见得的四位 五位的官员 穿着紫袍 红湿与花木之间往来不绝 还有室内屏风上好看的图画 趣味盎然 忘却了一切忧愁 此后两三日 袁氏公子不入宫去 只一心与子儿玩耍 因此很快熟悉起来 他写字 画画与他看 以此作为他的席字帖与画帖 他写画进阶精美 其中一张写的一曲谷歌 不食五藏野 闻名亦可爱 只阴生紫草 长把我心欠 写于紫色纸上 笔质异常秀美 子儿将它拿在手里 只见一旁 尚有几行小字 既木五藏野 何须不堪行 我心传紫草 质子亦可亲 原氏公子说道 你也写一张试试看 子儿笑着 仰望公子道 我怕写不好呢 神情娇羞可爱 公子一见 不由笑道 写不好便不写吗 有我教你呢 他便转向一旁去写了 卧比与韵比的姿势 孩子气十足 但叫公子无比恋爱 不一会 只听得子儿说 写差了 羞羞的玉江纸藏起来 原氏公子急忙抢过 但剑上面写着一首诗 寂木五藏野和须莲子草 原由未分明 一问中难了 虽显稚嫩 可比至圆润饱满 足渐可堪造就 与已孤外祖母的笔记绝四 原氏公子见了 心想若他临现士风的自贴 必定长进神速 同时 又特地为他制造玩偶住的诸多屋子 与他一道玩耍 此种游戏方式 他甚感有趣 却说留在六条的师女们 在原氏公子带走子儿后 借忧心忡忡 担心兵不倾前来问及 原氏公子与少纳岩如母临走之时 曾叮嘱他们暂不与人说起 因此 兵不倾问起此事时 他们都守口如瓶 兵不倾暗自私存道 去世的老太太当初 便不情愿送她到我处 可能少纳岩如母体念老太太心愿 因此带她出逃了 她不好言明 姑娘不便去我处 便干了这月份之事 她无计可施 只得撒泪而去 走时叮嘱重视女道 一旦有的姑娘下落 即来报告 侍女们自然感到十分为难 这兵不倾在到北山的增都那里去探问 也一无所获 可爱女儿下落不明 她心中不免挂念悲伤 郑夫人虽是极恨子儿的母亲 但如今此心早已兵士 也想将子儿领来 亲自教养 如今却也颇觉遗憾 二条院西殿如今侍女日渐增多 众人见这一对漂亮的主人 便甚感喜悦 经常游戏 过得无忧无虑 寂寞之夜 袁氏公子不在家时 子儿想起了外婆 不免提气 自幼离开父亲 并不亲近依恋 所以此时并不思念 现在 他只是一味亲近这个袁氏公渝 如同后父 终日扭缠他 每当公子外出归来 他总是赶快出营 欢呼雀跃 毫无顾忌地投入他怀抱 爱恋非同一般 第六章 莫摘花 且说那西言命如昭露 过早消亡 袁氏公子悲痛万分 神思恍惚 难以自治 虽此事在半年前即已发生 但他竟一直惦念于心 其他女人 像魁姬或六条妃子 都出身显赫 唯有这西颤心地善良 温顺可亲 与他人迥然相逸 实在令人撕恋 公子虽遭丧爱之痛 却仍不自律 总想重新找寻 一个虽出身微寒 但品貌端庄 无需顾忌的人 故而大凡稍有滋涩的女子 只要她稍稍得知 便总爱送信去 暗示情庭 那些得了信的 几乎没有置之不理的 那种态度阴冷 过分严肃 没有情趣 而丝毫不通 视力的女子 终究难觅如意之人 只得放弃远至 嫁个一般的丈夫 原氏公子最初 同这类女子交往 而中途断绝的 也为数不少 有时不免想起空缠的倔强 有时写信给宣端货 说至今难忘的 仍是那晚灯光的对弈 以及那鸟挪可爱的媚态 总之 反与原氏接触过的女 她始终难忘 话说原氏 公于另有一个 叫做左卫门的儒母 她对她的信任 仅次于做尼姑的大二儒母 这在卫门儒母 膝下有一女子 叫大府命妇 供置于关中 她父亲出身皇族 是兵部大府 这大府命妇年轻风流 在宫中与公子异常亲密 后来她父母离异 母亲改嫁住前 夺随她去了征地 这样 大府命妇和父亲就住在一起 每天到宫中私职 一天 大府命妇和原氏公于于闲谈时 偶然提及一个人来 长路亲王晚年得女 疼爱备至 如今亲王去世 此女孤单可怜 原氏公子道 那够惨的介于是向她探问详情 大府命妇道 此女品性 相貌如何 我所知不祥 唯决此人生性喜敬 难以与人亲近 有时她和我谈话 也要隔着为平 与她相好 只有七贤一 原氏公子道 秦氏三有之一 女子只是与最后一个无缘 我很是想聆听她的琴音呢 她父亲静于此道 料想 她定也手法不俗 大叔命妇又道 恐不值得你亲自去聆听吧 公子道 且不要自视甚高 趁这几天 春夜月色朦胧 你陪我悄悄去吧 大夫命妇甚绝麻烦 但关门无事 寂寞无聊 就答应了她 她的父亲 在外另有宅院 为探望这位小姐 也长光顾长陆亲王的旧宅 大叔命妇 往昔不喜 与后母在一块 跟着小姐却也要好 也常来此处宿宴 果如所约 十六日 袁氏公子按时而至 大夫命妇道 真不巧啊 月色朦胧 如此 琴声恐怕不会清朗吧 公子答道 无妨 你只管劝她谈 既来知 听听也好 总不能扫兴而归吧 大夫命妇 让公子在自己屋里等候 房间异常简陋 她心中不忍 但也顾不得了 便独自往长陆亲王小姐所居的正殿而去 透过格子窗 只见小姐正欣赏月下亭中美景 正是机会 于是大夫命妇道 我想起您的琴弹得极好 就成梁霄来此一宝尔福 平时繁忙于公事 出人匆匆 使得不能静心拜听 时甚遗憾 这小姐答道 弹琴须有之音 你来正好 但你乃宫中之人 琴声恐不会和你异异的 便娶过琴来 大夫命妇不免担心 不知袁氏公子听了有何感想 心中颇为忐忑慕暗 小姐谈了一回 琴声悠扬悦耳 却并无高明之处 幸得这七弦琴与其他乐器相比 音色甚好 郑公子也不觉难听 她心中若有所感 这荒芜之地 当初长陆亲王按照古训 竭心尽力地调教这小姐 可是现在以影迹全无 此处景象如此凄凉 恐怕是古小说中才有的吧 她想上前向这小姐求爱 又觉得太过鲁莽 亦是愁愁不绝 正犹豫时 琴声疏然而觉 原来大夫命妇乃乖巧机灵之人 她觉得这琴声并不怎样美妙 倒不如叫公子少听 于是说道 月亮暗起来了 我想起今晚有课 若见我不在 定会责怪 以后再慢慢听吧 我关上格子料 好吗 说完便返回自己房里去了 原氏公子很绝败性 道 我还没听清究竟谈的什么 正想仔细听来 不料竟不谈了 看来她还未尽兴 接着诱导 既然听了 那就再靠近邪厅 如何 大夫命妇兴致全无 便回答道 算了吧 她的光景如此萧条冷落 靠近邪厅 不更是败性 原氏公子想 这话也有道理 躺男女第一次交往 一排集合时 乃不合我的身份 但她不愿就此放弃 便说道 那么 你要找机会 让她知晓我这番心愿 她似乎另有约会 说爸便急匆匆向外走 大夫命妇便嘲笑她 万岁爷常说 你这人太呆板 替你担闭 我每次听到此言 总觉好笑 躺现在 你这种模样 叫万岁爷见了 不知道她又该怎么想呢 原氏公子回转身来 笑道 你就如同外人那样挖苦我 我这模样固然轻疲难看 你们女人家还不同样 这大夫命妇 本是个风骚女子 听了此话 也觉得很难为情 便默不作声 原氏公子走出门去 灵机一动 想到若到正殿那边 或许有幸亏的小姐 便轻手轻脚走过去 正殿前的篱把墙 大都垮塌 只剩下一处 她便走到那里 哪知早有一个男人 立在那里巷里窥望 她想 这是何人 一定又是追求 这位小姐的吧 便停下来戏瞧 原氏公子万难料到 这人竟是头中将 原来 傍晚公子和头中 将从他中返回 在途中和头中将分手 却步回二条院私底 头中将甚觉奇怪 心里嘀咕 她将到何处去 她自己原本要去游会 此时来了兴趣 暂且不去 便跟在原氏公子后面 窥查她的行踪 头中将身着便服 起匹不显眼的架马 公子竟毫未察觉 她见原氏公子 走进了这所旧宅 更觉诧异 呼得里面传出琴声 她便侧耳细听 她断定原氏公子 不久便会出来 所以一直守在那里 原氏公子 未看清对方 怕自已被他认出 便跟着脚 悄悄后退 然而头中 江雀走过来 说道 你半途丢下城 叫我好生气恼 因此我便 亲自送你到这里来了 待见东山明月起 不知今夜落谁架 原氏公子知道 这是在讽刺自己 当看出这人 是头中将时 不便发作 只得无可奈何道 你倒会戏弄人 月明清光四处照 今宵该棒谁家好 头中将说 今后我就跟随于你 如何 接着又讥讽道 时宇到来 这般行事 没有随行者 可是不行的 就让我跟随你吧 你一人微服私访 万一有甚意外 如何是好 原氏公子过去干此够当 常为头中将识破 心中常常懊恼 可以想起 西岩所生的那个福子 头中将至今尚不知道 心中不免略为宽慰 这晚两人本来都有优惠 但相互耶稣了一阵后 也都不去了 他们同乘了一辆车子 一道回左大臣储去 此时月亮仿佛也很解风情 故意躲入云中 两人在车中横吹着笛子 一路气傲前行 来到乃宅 忙收起笛子 吩咐侍从不可弄出声响 他们轻身进屋 见廊下无人 便换上长礼服 装着刚从宫中返回来的样子 拿出消笛 悠闲地吹奏起来 此种机会实在难得 左大臣忙拿了一只高丽笛 来和他们合奏 他擅长此道 吹得异常悦耳 在地内的魁姬也叫侍女 取出琴来弹奏 其中有一个叫中武军的 善弹琵琶 头中将曾经向他求爱 他拒绝了 但却钟情于 见面不多的元氏公子 这自然瞒不过左大臣夫人 被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因此中武军惧怕夫人 不敢上前 只远远地躲着 他完全看不到元氏公子 估计难耐 心中极为烦闷不安 元氏公子和头中将回味起 是才听到的琴声 想起那荒凉的邪宅和小姐 便生出种种念头 头中将浮想连篇 这美人静在那里孤苦度日 若我早日发现 并恋慕于他 定会遭到非议 而我也难免相思了 又想 元氏公子早有用心 先我而去 定会纠缠不休 想到此处 心中炉火油然而生 自此以后 元氏公子和头中 将都写信给这小姐 两人苦苦等候 然而都踏无音信 头中将更是着急 他想 此人实在不解风情 如此寂寞闲居 应有情趣才是 见草木生情 听风雨感怀 发为诗歌 诉诸文字 让人查其心境 寄予同情 不管身份何等高贵 如此过分拘谨 毕竟令人不快 两人一向无所不谈 头中将于是问元氏公子 你是否已收到了 那人的回信 不瞒你说 找也是写了一封信去 可因信踏无 此人也太矜持了 他满腹怨气 元氏公子想 果不其然 他也在向他求爱见便笑道 爱 这个人 他是否回信 我本无所谓 收到与否 也记不得了 头中将见元氏如此口气 撂想公子 已收到回信 更恨那女子怠慢于他 而元氏公子 对这女子本无特别深情 加之他如此冷淡 因此早已无甚兴趣 可如今得知 头中将在向他求爱 心想 头中将能说会道 每日去信 恐怕这女子经不住诱惑 会爱上他 那时道将我一脚踢开 我可是首先求爱之八 果真这般 岂不落人耻笑 所以 使郑重嘱托大夫命妇 那小姐拒不回信 让人苦苦等待 实在令人难堪 也许她认为 我是薄姓之人吧 可我并非薄情之人 始终是 女人多了心思 另寻相好 中途将我抛开 反倒怪罪于我 这小姐独居一处 又无父母兄弟前来干扰 无需顾虑 实在可爱 大夫命妇答道 未见得如此 你将他想得如此之好 却不知到底怎样呢 不过这个人 勉腆柔顺 谦虚沉静 其美德倒是世间少有的 他把自己所知意描述出来 公子道 看来 他并非机敏恋达之人 但那同志般的天真 道教人恋爱 说是 他脑里映现出 稀讹的模样 这期间 原是公子患了疟疾 又为腾狐妃子那不可告人之事 终日忧愁不安 心中烦闷 转眼 春已见 夏季也一晃而过 下去秋来 原是公子思虑就是 无限感伤 一起去年此时在西炎家的情形 那嘈杂的真声 也觉得十分亲切 想起长路亲王家那位很像西娥的小姐 便常去信求爱 但一直得不到回信 这女子欲是置之不理 原是公子欲是不肯罢休 便催促大夫命妇 抱怨道 怎会如此 我有生以来从未如此尴尬 大夫命妇也觉得极难为情 说道 你和她并非是姻缘味道 只是这小姐异常的怯懦羞涩 对任何事都不敢妄为罢了 原是公子道 这时乃不尽清理之事 若是无知诱饵 或者受人管束 不能自主 那倒情有可原 可这位小姐无所顾忌 万事都可自主 现在我时时苦闷难当 倘她能体谅我的苦心 给我个回信 我便无所求了 况且我并非世间好色之徒 只求在她那荒芜底宅的廊上 站一刻 如今如此绝情 令人好生纳闷 即使她本人不许 你也总得想个法子 遇成好事 我绝本妄为 使你难堪的 其实 原氏公子每逢听人 谈起世间姿色稍好的女子 便侧耳细听 牢记于心 久久不忘 但大夫命妇 不知她这秉性 放那玩偶然间信口 说起有这样的一个人 不料 原氏公子如此认真起来 百般纠缠 要她帮忙 实在出乎她的意料 她顾虑道 这小姐相貌 并非特别出众 与原氏公子也并不般配 若硬将二人拉在一起 将来小姐倘若发声不测 岂非对她不起 但她又转念一想 原氏公子如此情真 倘我置之脑后 岂不情面难下广 这小姐的父亲 长路亲王在世之时 大概是时运不济 故宫弃一向门庭冷落 车马稀少 亲王身故之后 这荒芜之地更无人来 如今竟有身份高贵的 美男子原氏公子 常来问讯 过惯了苦日子的众侍女 何尝不喜行余色呢 且劝小姐道 总得写封回信去才是 然而小姐总是惶恐羞怯 连原氏公子的信也不看 大夫命妇暗自私存 既如此便找个机会 叫两人隔联交谈吧 若公子不趁心 就至此为止 倘若真有缘分 就让他们暂时往来 这样便无可指责了 这个风骚泼辣的女人 如此自作主张 也未与父亲商量 八月二世过后 一日黄昏 夜色渐深 但明月不见 唯见繁星闪烁 松烧风动 催人哀死 长路亲王家的小姐 一起故事的父亲 不免流下泪来 大夫命妇早欲叫 原氏公子偷偷来此 她觉得此时正好 月亮渐渐爬上山顶 月光清幽 映照着残垣断壁 触景生情 小姐背绝伤心 大夫命妇劝她谈情 琴声隐隐 情趣盎然 可这命妇感到还不够胃 她想 要是再谈得轻浮些才好呢 原氏公子见四下无人 便大胆走进来 呼唤大夫命妇 大夫命妇 杨庄吃惊地对小姐说道 这可如何是好 那是原氏公子来了 他常叫我替他讨回信 我一直拒绝 他总道 既如此 我当亲自去拜悟小姐 现在是打发她走呢 还是她不是那种轻薄少年 不理睬她也实在不好 你就暂且隔联和她误谈吧 小姐羞愧交加 低如道 我不会应酬呀 边说边往里退 像个怕生的小孩子 大夫命妇 忍俊不住 笑起来 又劝道 你也过于孩子气了 不管身份怎样 有父母教养之时 谁都难免有些孩子气 如今您孤苦无依 仍不懂人情事故 畏畏缩缩 这就无理可言了 小姐生性不愿拒绝别人的劝告 便答道 我不说话 只听她说吧 将格子窗关上 隔着窗子相会 大夫命妇道 叫她立于廊上 不免失利 此人并不会行为不端的 您只管放心 她花言巧语地说服了小姐 又亲自动手 把内侍和客室之间的 指戈善官上 并在客室铺设了坐垫 小姐囧困万分 要她接待一个男客 她从未想过 可大夫命妇 这般苦口相劝 她以为理应如此 便驻她摆布 如母年老 天一黑就人无睡了 这时伺候小姐的 只两三个年轻侍女 他们久闻公子美貌 盖世无双 不免异常激动 以致手忙脚乱 他们匆忙给小姐换衣 替她梳妆打扮 可小姐似乎并不在乎 大夫命妇见此 心想 这个男子的相貌非常漂亮 现在为避人耳目 另行穿戴 姿态也更显优美 只有懂得情趣的人 才能赏识 可现在 此人不识风情 实在是对不起 袁氏公子的 一面又想 只要他端端正正地 没坐着 我就心安了 因为这样 他的缺点便不会因貌事而外露了 接着又想 公子屡次要我相帮 如今我自作主张 做此安排 想来总不会使这可怜的人受苦吧 他心中很是忐忑不安 此刻 袁氏公子正在推想小姐的人品 他想 他莫不是那种过分俏皮而爱出风透的人吧 此时小姐被侍女拥着 战战兢兢 悉行而浅 隔着纸隔扇 公子觉得他沉静如水 温雅柔顺 阵阵一乡习人 芬芳可亲 好一派悠闲之气 他想 果不出我所料 心中暗息 他极尽言辞之力 滔滔不绝地向他倾恕相思之苦 然而好半天 却听不到他一句答话 公子想 这如何是好 便叹一口气淫道 真心呼唤仍坚默 性不禁声更续沉 与其这样不置可否 倒不如一口回绝 使人好生苦闷 如母的女儿在这儿当侍女 才思敏捷 口齿凌厉 善于应对 见小姐这等模样 很是交集 为了不至于过于失礼 便走进小姐身旁 带他答复道 原和禁声君且说 坚默不语 更难治 他有意变换嗓音 显得娇媚婉转 如同小姐口中所处 原是公子听了 觉得有些异样 与其性格相比 声音似乎过于亲贱了 但因初次听到 也未必生意 就又道 这样 我反倒有些无话可说了 原之无语胜于语 如雅如龙闷煞人 他又开始找话说 时而轻松 时而严肃 可对方仍是不发一眼 原是公子想 这样的人真是难以捉摸 他 心中到底在想什么呢 然而又不肯就此罢休 他便悄悄拉开纸格扇 钻进内室来 大福命负大吃一惊 他想 这公子不择手段 叫人防不胜防 他觉得愧对小姐 便悄悄退回自己房里 阳装不知 原是公子突然出现 这儿的年轻带女见了他 觉得果真貌绝大了 也不特别惊异 只觉得与小姐不便 定会令他难堪至极 至于小姐本人呢 如在梦中 为黄黄管管 连忙羞羞答答的后退 原是公子想 这等模样真是有趣 这小姐倒也可爱 可见生性如此 而又未与外人见过世面 便原谅了他的过世 却又觉得他并无特别惹人之处 不免有些畅闷 失望之余 便转身出去了 大福命负一直担心 哪里睡得着 只好眼睁睁地躺着 听见原是公子出去 他想还是装作不知的好 并不起来送客 原是公子便独自出了宅门 原是公子回到二条院 心中郁寡欢 独自寻思道 要在人世间 寻个完全和自己心意的人 真是不易啊 想到对方毕竟身份高贵 就此不再理他 恐有些过意不去 他胡思乱想 烦闷不堪 辗转直到天明 此时 头中将来了 见原是公子还未起床 戏弄道 太贪睡了吧 昨晚又去哪里 做了不妥之事 原是公子只得起身 答道 何出此言 久今日无事 便醒得迟了些 你刚从宫中出来吗 头中将道 正是 万岁爷即将行姓朱雀苑 听说 今日要挑选乐人和武人呢 我想去通知父亲一声 所以早早退出 成便也给你捎个信 我立即就要进宫去的 说着急匆匆要走 原是公子便道 那么 我跟你同去吧 便命侍女 拿来枣粥和糯米饭 请头中将铜吃 门前本有二辆车子 但他们两人都愿共乘一辆 一路上头终将 总是诡秘地试探他道 瞧你脸上 一副睡眼怪论的模样 接着又怨恨道 你瞒着我干的够当 不知有多少呢 为皇上行车诸雀苑之事 宫中今天要商榷种种事情 因此原是公子 整天未曾离宫 伯木时分 他想起长路亲王家那位小姐 自己理应写封信去问候 大约此时他也等得心交了吧 便派人送去 此时正逢下雨 路行不便 原是公子便索性 不去小姐那里素夜了 小姐那里则从早盼到晚 始终不见阴性 大福命负心中愤愤不平 抱怨原是公子薄情无意 小姐一起昨夜之事 只觉羞辱难当 正当他们不知如何是好 信终于来了 但见信上道 不散西雾游迷离 浓稠夜雨被添愁 一老吴不情 令我等得好生心交啊 广众人失望不已 原是公子 恐今夜不会来了 失望之余 重视女还是怂恿小姐回信 小姐心乱如麻 平时连风日常客套信也动不了笔 更何况写此重信呢 眼见夜色渐浓 不便再拖 那个称作情从的侍女 便由照例带小姐作诗 风雨荒原吃带月 飞到童心方解穿 侍女们拿来执笔 小姐拗不过 只好硬着头皮书写 紫色的信件因存放过久 色彩已退损不少 用笔还算有力 但欠缺品格 只算中等 格式为上下寻 齐头书写 原是公子收到回信 看了几句 只觉所然无畏 便无心再读 随手丢于一旁 他想 若此举让小姐得知 不知作何敢想 心中辩觉欠然 这情景是否正是 古人所谓的追悔莫及呢 可是已至此 后海也无甚用处 便心下决定 自此以后 小姐生活定要竭力照顾 但小姐又哪里知道 公子心思呢 她只管整日愁苦悲叹不已 原是公子很晚才出宫 受不住左大臣劝诱 便跟她回了奎姬那里 近来为朱雀苑行性之事 贵公子们日日聚集宫中 遇袭舞蹈和奏乐 四处一片乐器鸣响之声 纷繁嘈杂 他们都在暗地较劲 互相竞争 大吉岸和齿巴销声声入耳 原本放在下边的鼓 如今也搬进栏杆里来 由贵公子们亲自演奏 宫中一片忙碌 热闹非凡 原氏公子也在其中 忙里偷闲之时 便去几个 关系亲密的恋人家 但长路亲王家 这位小姐 她一直未去探访 转眼已是深秋 小姐只是独守空房 心中无险悲苦 行星日期破尽 五月誓言也更紧张 一日 大福命妇来了 原氏公子见了她 觉得对小姐不住 便问 她好吗 大福命妇将小姐近况 一一陈述出来 最后说道 你一点都不将她放在心上 叫我们旁人看了 也不忍啊 说着几乎掉下泪来 原氏公子想 这命妇员叫我适可而止 方才感到小姐与众不同 文雅可爱 而我绝不在其意 如今到这般地步 命妇恐怕会怪我寡情薄弈吧 难免觉得有愧于她 又想象小姐 此时孔正默然悲哀 心中不忍 便叹气道 不得空闲 有何办法呢 又微笑着说道 这人也太不懂人情了 让我稍稍惩戒她一下吧 看到她意气风发 大福命妇 也不由地露出了微笑 她想 她这般青春年少 思虑不全 任情而为 做出错事 也难免遭女子怨恨 倒也不足为怪 行性的准备工作完成了之后 原氏公子偶尔也去 长路亲王家小姐那里寻访 可自从与藤湖妃子 相似的子儿进了两条院 公子便又因这小姑娘的姿色 而心愿意马 连六条妃子那儿也很少去了 更何况长路亲王那荒僻之地 但她始终难忘她的可怜 然而总是懒得亲自去 甚是无奈 长路亲王家的小姐生性怕羞 一向遮掩 不叫人看她的面貌 原氏公子也一向无心细致看她 但她想 细看一下 说不定会有惊人之美呢 往常暗中摸索 只是隐隐约约 总觉得她的样子有些莫名其妙 我总得再细看一次 唐用灯火去照 孔木雅观 于是一日晚上 趁小姐吃饭 无心顾及时 便悄悄走进去 透过格子门的缝隙往里窥视 然而小姐本人不在 微屏虽破旧不堪 仍旧整整齐齐地摆着 因此有碍视线 看不大清楚 但见四五个带女正在吃饭 桌上饭菜粗裂 呈在几个中国产的青瓷碗中 显然生活困窘 叫人见了不免心酸 她们可能是刚刚伺候过小姐 回到这里来吃饭的 脚上另一个房间里 也有几个侍女 穿着白衣服 围着罩裙 街屋就不堪 模样十分难看 挂下的鹅发上插有梳子 表示她们是陪腾的侍女 那样子萧寺内交房里 练习音乐的老夫人 和内呆所里的老巫女 模样不伦不类 甚为可笑 这个当今贵族人家 居然有此种古风的侍女 袁氏公子简直意想不到 更是惊讶至极 听得其中一个侍女道 哎 今年好冷 我这般年纪 还落得如此静地 边说边流泪 另一人道 想当初千岁爷在世时 我们曾经叹苦 可如今日子这般凄苦 我们也得过呢 这人冷得浑身颤抖不已 好像要跳起来 他们东扯西拉 互道愁穷 不停地哀声叹气 袁氏公子听了心里 十分难受 不忍在听下去 便离开这地方 装作刚刚来到 去敲那扇格子门 只听李坚脚步匆匆 有侍女惊慌地说 来了 来了 便调亮灯火 开了门 迎进袁氏公子 名叫侍从的 那个年轻侍女 今天在斋院那里供职 因此不在家 留在这里的几个侍女 模样粗陋 很是难看 此时天上大雪纷飞 众侍女心中 不免犯愁 这雪一直下个不停 越下越大 北风呼啸 阴森恐怖 听上灯火被风吹灭 四周一片漠黑 袁氏公子想起去年中秋 他和西娥 在那荒宅遇鬼的情形 现在同样是凄凉的院子 谁这地方稍小 有略多几个人 尚可得到慰藉 然而四周一片荒凉 叫人怎能入睡 不过 这倒也有一种 特殊的风味与乐趣 可以诱引人心 然而那人冷艳如此 无丝毫情志 不免甚绝遗憾 好不容易挨到天亮 袁氏公子起身 打开格子门 抬眼看去 只见大地白茫茫的 花木踪迹全无 景致甚是悲凉 可又不便就此离去 他便恨恨到 出来瞧瞧外面的景致吧 老是冷冰冰的闷声不语 实在叫人不能忍受啊 天色还未大亮 在雪光的映照下 袁氏公子愈发俊秀一人 几个老年侍女 看了都禁不住怦然心动 劝小姐道 快快出去吧 不去是不礼貌的 柔顺可是女儿家的美德呢 小姐无法拒绝 便修饰一番 然后悉行而出 袁氏公子 杨庄未见到她 照就往外眺望 其实她在偷偷打量她 她想 究竟如何呢 但愿细看之下 能发现她的可爱之处 然而这似乎很难 因为她坐着身体尚且如此至高 可见此人上身过长 袁氏公子想 果然应验了我的担心 她心下一紧 而且她的鼻子难看至极 一见到她 就疑心是白象的鼻子 这鼻子高而长 鼻端略微下垂 并呈红色 实在拜人兴致 脸色苍白发青 额骨齐宽 叫人害怕 在家之下 半步是个长脸 这样一搭配 这面孔真是稀奇古怪了 形体也叫人悲哀 身躯单薄 筋骨外露 肩部的骨骼尤为突出 将衣服突起 叫人看了甚绝可怜 袁氏公子想到 如此细看下去 有何必要呢 然而受好奇心的驱使 便又打量起来 只有头型和头发 还算美丽 那头发很长 从上面一直挂到席面 竟还有一尺多横扑着 而这位小姐身上穿着一件淡红色的夹设 颜色已退得差不多了 上面那一件紫色短挂 也十分破旧 紧乎黑色 外面却披着一件黑雕皮纤 发出阵阵衣香 倒也叫人觉得可慕 这种服装在古风中暑上品 然而如今的一个妙龄女子穿上 却过于欠缺时髦 使人觉得有些不伦不类 但如不破此袄 又难以遇寒 袁氏公子见她动得发抖 不禁可怜起她来 小姐照旧一言不发 袁氏公子也不知说什么为好 然而她肆不甘心 总想看看是否能够打破 她一波的沉默 便想方设法 引她开口说话 可小姐一味害羞 始终闭口不言 只用衣袖来眼住嘴 就这姿势也显得十分笨拙 叫人觉得别扭 两肘高高抬起 那架势如同四衣冠在列队行走 动作很是僵硬 可脸上又带着微笑 极不协调 袁氏公子见此更绝厌恶 很想就此离去 便对她说道 我看你孤苦灵食 所以一见你便百般怜爱 你不可将我视作外人 应对我亲近些 我这才高兴照顾你呢 可你只知一味疏远于我 叫我好生不快 便急紧引试道 朝阳临宣兵只容 原河地洞中难消 小姐只顾不停地 嗤嗤窃笑 却不答话 袁氏公子愈发性畏所然 便走出去了 来到中门 但见中门很是破败 几乎要倒塌了 车子便停于门内 见此萧条景象 袁氏公子心中才想到 以往都是夜里来夜里去 虽绝寒酸 但终究隐蔽出尚多 而这青天白日之下 愈发荒凉不堪 叫人不由伤心落泪 轻松上的白雪 沉沉欲坠 倒有些生气 叫人联想到山乡风情 获得些清新质感 那日 在码头雨夜品平时 所说曼草荒烟的棚门茅舍 大约便是说此类地方吧 倘若这地方住着个 却可怜爱的人 定会使人依恋不舍 我那种停轮之情无孔 也可在此得到解脱 现在这个人的样子 却相去甚远 真叫人哭笑目的 倘若不是我 换了别人 可不会这般耐着性子 去照顾这位小姐的 我之所以对她如此顾念 大约是其父长 陆亲王惦记女儿 阴魂不散 在暗中指使我吧 院子里的橘子树上 堆了厚厚一层血 原氏公子 换来随从将血除去 那松树 仿佛羡慕这橘子树 翘起一根枝条 于是白雪纷纷飞落 正如天天白浪飞的情形 原氏公子见了 又想 爱也不能过分 只要有能解风情的 普通人做恋人 也就行了 此时通车的门 尚未打开 随从便呼唤管钥匙的人 来开门 一个弱不禁风的老人 满山前来 身后跟着一个妙龄女子 不知是她女儿还是孙女 雪光中 只见她一山肮脏破旧 看来这女子十分怕冷 因她衣袖间 包着一个奇形怪状的器物 里面盛着些炭火 老人打不开门 那女子就赶过去帮忙 但动作也很是笨拙 公子的随从见状 只好前去相助 方才降门打开 公子独此情状 随口引道 翁一击血头更白 公子沉油泪沾机 她又引送白居易的诱者 行不必之事 此时 那个脸色发育 鼻尖红红的小姐 显现在她脑组 公子觉得十分可笑 她想 头中将如果看清了 这小姐的面容 不知会如何作响 她常来这里窥查 也许已经知道 我的所作所为了吧 想到这里 更绝后悔莫迭 这小姐容颜若无缺憾 只要和世间一般女子相同 也会另有男子向她求爱 公子也不会感到如此难堪 可原是 公子一想起 她那丑容 便非常可怜她 反倒不忍心 抛下她不管了 于是她尽心接济她 时时派人去问候 并赠送各种物品 所馈赠的 虽不是黑雕皮咬 却也是仇绪之谨等物 于是 上至小姐 下至重侍女 看门老人 都皆大欢喜 莫不感恩戴德 对于这些赠次 小姐此时也并不以为羞愧 公子方才心安 此后 公子固定公己 有时也不拘行事 随意多给 彼此也不觉得不好 这期间 原是公子不时回想起空缠 那晚在灯下对异时的侧影 其实也不是毫无瑕疵 可她身段窈窍 将她的欠缺掩盖了 因此使人并不感到难看 至于身份 这位小姐也并不亚于空缠 由此可知 女子孰优孰劣 是无关其出身的 空缠倔强固执 令人无可奈何 我只得让步于她 将近年终之时 一日 原是公子于公储直诉 大幅命父请见 这命父并非公子情人 但公子尝试唤她 便相熟起来 言行皆无所顾忌 两人在一起时 往往自以调笑 因此即便原是公子不召唤 他有了事也自来觐见 此时 命父边替公子梳头 边开言道 有一桩令我为难的事情呢 不对您说 恐你知道了 说我居心不良 对您说呢 我真不知该如何是好 他放作姿态 单保语 原是公子道 何事 你对我还有可隐瞒的吗 命父吞吞吐吐地说道 岂敢隐瞒 若是我自己的 无论何事 早直言相告了 可此事不好出日 原是公子不耐烦了 骂道 你又撒娇了 命父只得说道 长路亲王家的小姐 给你写了一封信 便取出信来 原是公子说 原来如此 这有何可遮遮掩掩的 便接了信 拆开来 命父心里忐忑不安 不知公子看了作何感想 但见信纸是很厚的陆傲纸 发出浓浓的香气 文字写得倒也工整 其中有两句诗句是 情报是否野游人 锦绣春衣绣招香 公子看到锦绣春衣句 迷惑不解 便低头思索 此时 大夫命父提来一个 很大的包裹打开 只见里面是一只 古色古香的衣箱 命父说道 看 这是不是太可笑呢 他说 这是替你元旦那日准备的 叫我务必送你 当即退他吧 恐伤他心意 但又不便擅自将他搁置 也只得给您送来呢 广元氏公子道 擅自将他搁置起来 也确实有负他的一片心意 我是个枯湿了衣袖的人 能蒙他送衣来 我自是感谢 便不再说话 低头寻思道 哎 那两行诗也真是太俗了 或许这是他好不容易才写出来的呢 侍从若见了 定会为他润色 除了此人 恐再无人可教他了 想到此 觉得很是泄气 但一想到这是小姐费尽 动思才写出来的 他便推想 世间那些好的诗歌 大概便是如此产生的吧 于是 微微一笑 大夫命父见此情景 反倒不好意思起来 衣箱里是一件贵族穿的长礼服 颜色是当时极为时髦的红色 但样式陈旧已全无光泽 李子的颜色也一样 从凤龙的针脚看 手工很是粗糙 原是公子见了 甚觉无趣 便信守在那张信纸的空白处写道 艳艳粗细无人爱 何人有栽莫摘花 我看见的是深红色的花 可是大夫命父感到奇怪 想到为何偏偏不喜欢红花 忽记其月光下 自己偶尔得见小姐红色的鼻尖衣 便略知其异 感到这诗也真是刁钻 他略加恩索 便自言自语地引道 春纱虽薄情更薄 莫术恶名须美名 人世真是痛苦啊 原氏公子听了 心中寻思道 命父这诗也不属上品 但若那小姐有如此才气 该有多好 我越想越是替他感到惋惜 但他终究是有身份的人 我若给他树立恶名 以致传扬开去 这也太残忍了 此时事女们快要进来伺候 公子便对命父道 将信收起来吧 这种事情叫人见了 只会一味别人的笑量 他心中不悦 叹了一口气 大夫命父懊悔不迭 我怎么要让他看呢 他可能将我也视为愚蠢之人了 他狠觉尴尬 便匆匆告退了 第二日 大夫命父上殿执事 原氏公子来到清凉殿 西乡宫女执事房 将一封信丢给他 道 此乃昨日之回信 写这种回信 可要费心思呢 众宫女不知究竟 甚觉奇怪 公子说罢 转身便朝外走 引导 颜色更比红梅墙 爱着红衣裳 椰子衣裳 抛开了三立衫的俏姑娘 命父心知奇异 忍不住言嘴窃笑 别的宫女皆莫名其妙 质问他 你为何独自发笑 命父答道 也没有什么 大约这清晨寒霜 一个穿红衣衫 女子的鼻子冻红了 偏叫公子看见 便把那风俗歌中的句子 凑合起来唱 岂不好笑 有一个宫女 不知原委 信口说道 公子的嘴也太刻薄了 不过此处 似乎并没有长着 红鼻子的人呢 左近命父和肥后才女 倒是个红鼻子 可他们没在此处呀 大府命父 将此回信 宋娇小姐 侍女们都兴致勃勃地围过来 但见两句诗 长恨衣衫隔相逢 其料又添一席衣 这诗写在一张白纸上 比例挥洒自如 随意不拘 颇显风趣 到了除夕 傍晚时分 原氏公子将一件淡紫色花金衫 一些像糖色衣 撞入前日小姐送来的衣箱里 交大府命父给他送去 从所送这些衣衫看来 命父猜出公子不喜爱小姐送她的衣服颜色 而那些老年侍女 却议论到 小姐送她的衣服 胃红色 很是稳重 这些衣服不见得就好呢 大家又七嘴八舌道 要论诗 小姐的底气十足 她的达诗 不过是玩弄技巧罢了 小姐自己也感到 此时费尽苦心 便将她写于一处 留作纪念 纪念元旦的仪式结束后 便开始表演男踏歌的游戏 资公子们自然不肯放过 纷纷成群结队 四处奔走 好一派热闹景象 原氏公子也在其中 跟着忙乱了一阵 但对那荒凉宅里的未摘花 她始终不能忘怀 觉得她时甚可怜 初七日的白马节会一结束 她便在夜间退出宫来 杨庄回同胡苑过夜 途中改道 来到长路亲王公集 此时已是深夜了 宫哪里的气象 今非昔比 比其往常也有了些许生气 不再是荒凉沉寂的 那位小姐似乎也比 昔日活泼了些 原氏公子久久沉思道 这此人在新年后 旧冒幻新颜 是否会变得更加美丽呢 此日出后 公子方才起身 他身穿长礼服 走过去推开东门 只见正对着的走廊 已垮塌 连顶棚也不见了 阳光直接射入屋中 加上地上雪光反射 屋里便愈发明亮了 小姐望着公子 向前西行几步 取半坐半卧的姿态 头行极为端正 那浓密的长发 如瀑布般挂下 堆积于席地 甚为好看 原氏公子想他的相貌 也会变得 同头发一样美丽吧 便想掀开格子料 但又想起上 次于积雪的光亮中 看出了他的缺陷 以致扫兴而归 故而只将格子窗 掀开些许 将挨挤拉过来架住窗扇 他梳拢自己的病发 众侍女便端来 一架古旧的静台 一支中国化妆品箱 以及一支书具箱 原氏公子一看 女子用品中夹着几件 男子用的书具 显得十分别致 此日小姐的装束 也算入时 原来她穿着公子 送的那箱衣服 原氏 公子起初未察觉 直到看见那件 文样新颖别致的山子 才想起是他原来送的 于是公子对他道 新春到来 我多希望能听那期盼已久的交音 好半天 小姐才含羞答道 百鸟争鸣万五春 声音颤抖不止 原氏公子笑道 好了 好了 看来这一年来 你也有进步呢 说罢便告辞出门 口中吟唱着谷歌 恍惚一夕还是梦 小姐仍然半坐半卧 目送他离去 公子走了几步 猛然回头 只见在他那眼口的衣袖上面 那鼻尖上的红韵依旧醒目 不由长叹 真难看啊 原氏公子回到二条院私宅 看见子儿青春年少 愈发出落的如花似 他脸上泛起的红韵 却不同于未摘花的红 甚是娇艳美观 他身穿一件同是女衫 紫白相见 显得清新高洁 天真无邪 甚为可爱 以前 他的外祖母墨守陈龟 不给他的牙齿染黑 最近给他染黑了 还加以修饰 另外眉毛整是涂黑 容貌也愈发轻力悦人了 原氏公子暗自私存 我真是自作自受 何苦要找那些女人来自寻烦恼 何不待在家里 与这个可人长相厮守呢 于是他又照旧和他一起玩木偶 子儿又练画 着色 信手画出各种有趣的形象 原氏公子和他同时画 他画个女子长发铺地 最后在他的鼻尖上点上红色 甚是难看 原氏公子在静台前照照自己的相貌 忽然灵机一动 抓起红笔来往自己的鼻尖上一点 这般漂亮的绒帽 加上了这一点红 也变得很是难看 子稷见了 大笑不已 公子问他 假如我有了这个缺陷 你以为如何 子稷说 我害怕 他怕那粘在公子鼻尖上的红颜料 就此擦拭不脱了 原氏公子洋装开试了一番 故作认真的说 哎呀 怎么也弄不掉呢 糟了 让父皇见了 这可如何是好 子稷吓得变了脸色 赶忙把纸片浸湿 帮他指示 原氏公子笑道 你不会像平重那样 物占了墨水吧 红鼻子还可见人 黑鼻子可就糟糕竹相了 两人玩得十分有趣 恰似新婚燕耳 不觉中已知早春 虽是风和日丽 却仍是春寒料翘 叫人坐等花开 心中好声交集 只有梅花之春 最早 枝头已是春意闹 引得众母观赏 那一束红梅 争先怒放于门廊前 颜色鲜艳动人 原氏公子不禁溃然长叹 淫道 春上梅之人人望 莫名红花不可怜 此乃无可奈何之事 此女子结局如何 不得而知